第三十六章 搬家废弃仓库 周根生和耿梅香心满意足地走了 他们自以为得了天大的好处 一个月一块五 一年就是十八块 一个月二十斤粮食 一年就是两百四十斤 有了这些收入 沈彦林再不在周家已经不重要了 眼不见心静 免得忍不住叱骂几句 然后被打 这人已经疯了 周庭玉死了 他好像就已经变了 殊不知 沈彦林才是真的开心 现在看起来 一年十八块很多 三年后呢 五年后呢 到了九十年代 你再看看 十八块有多少 倒是那二百四十斤粮食 沈彦林还耍了个花招 全部用现在的粮价 转化为货币 直接给钱 我一个寡妇 带着三个孩子 本来粮食就不够吃的 我哪里有那么多粮食 只能是将粮食换做钱支付了 至于粮票 我肯定是没有的 一年才给那么点粮票 他怎么可能给周根生和耿梅香 所以 这粮食换做五分钱一斤 算是稍微贵一点 充当了粮票的钱 也就是说 沈彦林从今年开始 要一年给周根生和耿梅香 三十块钱做养老 如果有一个去世了 就减半 百年后世也不用他管 相应的 他也分不到一点礼金 至于看病 他每次需要带三个鸡蛋过去 但沈彦林又确定了 一定是生病了 医生证明了他 如果是假装的 他可不给 这一点 耿梅香差点没气死 他确实有装病的想法 不过被沈彦林给提前堵住了 村长夫人拉着他叹息 你这孩子 怎么就答应了呢 李嫂 沈彦林拉着他的手说道 我们做小辈的 就算是难 这养老的钱肯定给 但我也说好了 以后就这么给 再涨 我也是不给的 他是后世重生回来的 自然知道 只要再过一年 杂交水稻就开始大面积的种植了 到时候产量肯定会大升 现在一亩地也就四五百斤 但到了明年开始 产量肯定能到亩产八九百斤 嗯 还有分田到户 到时候 他请人种田 自己做点小生意 这点钱不算什么了 个体户好像是七十九年开始的 他还要等两年呢 没事 他等得起 村长夫人姓李 大家不是叫李嫂 就是叫李婶 沈彦林和村长一辈 他就叫了李嫂 不过因为年纪的原因 周强和周玲玲都不肯叫他婶子 各交各的 有点复杂 那这样 李嫂 我回去收拾一下 就搬过去了 李嫂点点头 好 我让周成去给你搭几块板子 算是当床了 那仓库也没收拾出来 也不知道有没有意味 没事 这些我都能做 告辞出来 沈彦林回去先收拾了一下 把张目箱子里的东西 又把被子什么的都装好了 他自己扛着一个空的张目箱子 从屋子里出来 转身看了看 袁申住了很久的地方 还忍不住的感慨 终于要走了呀 说实话 一点点的怀念 从心底冒出来 他知道 这是袁申的怀念 这里是他和周婷玉 一起生活了好几年的地方 第一次园房 生了三个孩子 都是在这里 不过沈彦林自己倒是 一点怀念都没有 周家就没有让他怀念的地方 三个团子 他都要带走的 至于其他人 他一点都不怀念 躺着箱子在村里走动 很快就被人看到了 有人问 婷玉嫂子 你这是去干嘛 沈彦林大大方方的承认了 分家了 我先搬到废弃仓库住 等来年 我找村长批一块宅基地 到时候建房子需要帮忙 你们都来帮忙啊 帮忙建房子的小工 是要给钱的 这些人都硬下了 至于去不去的 到时候看 周跟生家分家的事情 就这么一下子就传出去了 沈彦林对此一点都不在乎 反倒是周跟生脸色不太好 觉得沈彦林丢人了 这是什么好事 值得这样大肆宣传呢 黄小芳气坏了 她其实也想分家的 谁愿意在家里 伺候两个老不死的 还有那周娇娇 整天以为自己是公主呢 要我说 那男人不要她 是人家赚了 不对 她没嫁出去 岂不是还要待在家里 黄小芳有些腻歪 一下子不知道 到底是周娇娇嫁出去好 还是留在家里好 家里的鸡蛋都被她糟蹋了 可她要是出嫁 我肯定的天壮 真是怎么动麻烦 沈彦林扛着张木箱子到的时候 周琳琳和她哥哥周成已经到了 沈彦林不得不感慨 这个年代的家庭 都有不止一个孩子 这样一来 家庭的负担更重 但相对的 孩子也有玩伴 不会显得那么寂寞 想到马上就要开始执行的计划生育 以及还要等好几十年 才会实施的二胎政策 有一部分的孩子 确实因此而变得孤单 此时周成正好已经完成了 木板床的搭建 其实就是放了几块大石头 然后在上面铺了板子 此时 周琳琳搬了一些干的稻草过来 铺在了床上 看到沈彦林进来 周琳琳道 我给你们多弄了一些稻草过来 你们把被子铺在上面 会暖和一些 她转身看着仓库上的大缺口 皱了皱眉 我等会让我二哥上去给你修补一下 这么大的口子 风肯定很大 你没事 三个孩子肯定受不了 沈彦琳也不得不感慨 周琳琳之前 还对自己充满了敌意 这会儿 又替自己着想 确实是个好女孩 之前 就是被周婷玉 那个大猪蹄子的美貌给迷惑了 周婷玉啊 你还真是祸害不浅呢 不用 我自己去借了梯子 自己补救室 西南某地医院 一个穿着军服的男人 对医生问道 他情况怎么样 医生摇摇头 暂时还醒不来 我都有些佩服他了 他在双腿粉碎性骨折的情况下 还逃出去很远 之后 又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 还爬行了很远的距离 我实在不敢想象 这是怎样的一种坚韧 才能做到这一步 军官点点头 他确实是好样的 带回来很重要的情报 给我们减少了很大的损失 第37章 刀烧不退 军官忍不住的感慨 他是个好样的 你们一定要救回他 医生郑重点头 我会的 不过 这需要他的意志坚定 嗯 这一点 他应该是最不缺的了 能够在那样的环境里 以这样残破的身体 一直爬回来 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但对方做到了 军官点点头 转身离开 他还在想着 周婷玉带回来的那个玉智小猴 这东西 应该是周婷玉 自己在敌方带回来的 周婷玉这一支小队 绕了一大圈 最后才在西南部 回到了我国 这东西 也不知道是在哪个地方得到的 这东西本来要上缴的 不过 算了 就留给他吧 胡罗 周玲玲最后 还是让周成帮忙 把几个缺口给补上了 最后还有些操心 你这也没有什么工具 再说了 连粮食都没给你们分 下一次分粮食 要到明年六七月呢 下收过后 才会分粮食 秋收过的粮食 已经分掉了 今年就没有其他的粮食了 沈彦玲拍了拍周玲玲 笑道 不用担心 传道桥投资燃殖 至于厨房 我到旁边牛棚那边 借用花老和李老的就可以了 至于柴火 我自己上山砍就是 什么都会有的 我是在担心谁啊 周玲玲气呼呼的看着沈彦玲 让沈彦玲有些想笑 又觉得有点感动 这个女孩 一开始还对自己有点敌意 没想到 这么快就为自己着想了 这是一个好女孩 不应该被周婷玉 拉扯到周家的漩涡里来 李嫂正好过来 手上还拎着东西 李嫂 你还送东西过来 村长一家确实不错 周玲玲和周成给自己铺床 又修补缺口 免得漏风 李嫂还带了东西过来 李嫂笑道 也不是什么东西 就一把菜刀 一个砧板 另外 我带了一点玉米过来 你这没有粮食 也没有做饭的东西 你这日子怎么过 没事的 厨房我可以借用花老和李老的 我之前从周家提了一袋大米 足够我们母子四个吃一段时间的 至于别的 我做衣服还可以 如果村里有谁需要做衣服的 我可以带座 给点粮食就可以了 日子就是这么过来的 李嫂你别担心 唉 希望吧 日子哪里有那么好过的 要是好过 村里就不会这么穷了 沈彦玲又突然问道 对了 李嫂 后山的洛星湖 我能去捞鱼吗 我捞鱼还有一手 一天捞两条 就够我们吃的了 李嫂吃了一惊 你要是有这本事 你就去 都过不下去了 谁还能说什么 得了李嫂的允许 沈彦玲就安心了 到时候 就算是有人眼红 村长也能帮忙说几句 虽然不知道 村长为何这么热情 他还是愿意领情的 他自己倒是没事 直接回娘家去 有随身仓库 随便拿点东西出来 嫂嫂们也不会说什么 事实上 娘家人大部分都是刀子嘴斗抚心 包括嫂嫂在内 都对她挺好的 要不然 原生的妈妈一直接激她 嫂嫂们早就有意见了 李嫂又帮着收拾了一下 看沈彦玲干活 那是真的利索 而且力气也大 也就渐渐地放下心了 本来李嫂还奇怪 沈彦玲怎么一直带着奔棍子 听周玲玲解释了一句 李嫂也能理解 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孩子 当然要注意安全了 收拾了一番 沈彦玲到今傍晚的时候 才去桂花婶家里 接三个团子 桂花婶叹息一声 从家里拉出来一个小袋子 你分家的事情我也听说了 你这孩子 那种条件怎么能答应 我这里也没有太多 一小袋米 你先收着 沈彦玲不要 桂花婶就硬塞了过来 你不要 就是看不上 我这点了 沈彦玲真想说 是啊 你这点是不多 但这情意 真的很重啊 桂花婶年纪大了 不用干什么活 也分了一天 八两足乘的粮食 但她时常还接济 一二村里的一些老人 自己也不够吃的 算了 收下 大不了自己多弄点好的 来孝敬就是了 这亲不亲的 还真的不能看血脉 周家和三的团子有血脉 可周家人亲吗 好了 团子们 跟桂花奶奶说再见 桂花奶奶再见 好 再见 看着沈彦玲 一手提着米袋 还有一根棍子 一手牵着周诗文 周诗文边上是周明深 然后是周明智 母子四人 看着着实让人心疼 到了废弃仓库 沈彦玲对三个团子道 以后就跟妈妈住在这里 咱们自己一家人生活 好吗 三个团子 都是开心的蹦了起来 哦 不用回那边了 不会挨打了 看着这一幕 沈彦玲是真的有点心酸 还好 以后 就是自己的生活了 她是真的没想到 分家能这么顺利 她不知道 这是因为村长 因为前身的前科 担心她揪着周强不放 这才帮了忙 也有她自己这些天的表现 不过都不要紧 以后就有好日子了 好了 妈妈今天晚上 给你们做好吃的 妈妈之前上山 可是捞了一条鲤鱼 今天晚上做红烧鲤鱼 哦 三个团子没有想那么多 只要能和妈妈一起生活 不回周家了 他们就开心 至于粮食什么的 他们还没有考虑到哪一点 西南 军官刚回来 就又接到了电话 周婷玉病情反复 他的高烧退不下去 那怎么办 长官 请想办法 让周婷玉的家人过来 或许家人的呼唤 能够唤起他的求生欲 也能让他更好地恢复过来 军官几乎没有犹豫 就挂断了电话 然后就是一通电话层层上报 然后 又是往临江市下达了命令 临江市的某处 周强刚回到单位 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什么 周婷玉没死 他逃出来了 还带回来重大的情报 什么 周婷玉受了重伤 高烧不退 要带周婷玉的家属过去 我知道了 我立刻回去 连夜赶过去 最晚明日下午 就带周婷玉的妻儿过去 第38章 周婷玉没死 晚上 沈彦玲做了一条红烧鱼 一条煮汤 又用玉米粒 焖了一锅米饭 花老和李老 都吃得满嘴流油 三个团子就更不用说了 周明治小团子摸着肚子 有些可惜的 看着桌子上的盘子 实在是吃不下了 再吃 肚子就要胀了 花老摸了摸胡子 你的大 李老翻了个白眼 你和孩子斗什么 再说了 你还是学中医的 你这人 不知道人老了 要少吃 花老反驳道 可是 你也吃得不少啊 李老沉默 他确实一直告诫自己 要少吃一点 结果 还真是吃得不少 两位老人沉默 周世文突然说道 虽然不能多吃 但也要吃饱了 他以为两位爷爷 是因为粮食不够 所以不敢多吃 花老顿时被逗乐了 那爷爷的粮食不够 怎么办 周世文皱着眉头 可是 我们的粮食也不多呢 今天分家 爷爷好像没给我们粮食 顿了顿 花老以为周世文是不舍的 但周世文下一秒 又说了一句 不过 文文可以少吃一点 花爷爷就可以多吃一点了 嗯 花其然突然就觉得很感动 孩子的话 不会有假的 周世文的话 就是出自于真心 虽然看得出 他很是不舍的 周明生和周明志 也都点点头 显然 两人都是好孩子 沈彦霖笑道 放心 粮食的事情 有妈妈呢 你们看 我今天不是就捞了 两条鲤鱼吗 明天妈妈去下个笼子 保证能抓到更多的鱼 有些鱼还有鱼油 可以补充一些油腥 不管怎么做 鱼都好吃 嗯 前提是 知道怎么去鱼腥腺 然后要处理好了 还是调料不够 他不敢拿调料出来 周明志问道 可是 以前在爷爷家的时候 我们吃鱼就不太好吃 沈彦霖笑了 那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去腥 鱼身上有鱼腺 去掉了 就好吃了 嗯 还是要上山弄点调料 花老 咱们这后山 有什么好的草药 可以做调料吗 花老是老中医 而且是很有名 技术很好的中医 其实中餐里 用来做调料的这些 最早都是用来做药的 花老摸了摸胡须 点点头 其实我房间里就存了一些 我用来预防感冒的 等会我拿出来 等吃完饭 沈彦霖收拾了一下 花老已经拿出来 一些草药了 八角 丁香 还有小茴香什么的 我都已经处理好了 你可以直接用 沈彦霖点点头 花老沉默了一下 才说道 其实 话还没说完 外面就传来了村长的声音 沈彦霖连忙出来 村长还带着点船 看到沈彦霖 就急忙说道 那个 沈丫头啊 一个好消息 还有一个坏消息 嗯 我也不卖关子 周婷玉还活着 啊 周婷玉还活着 那我就不是寡妇了 她要回来跟我抢孩子 一下子 五位分成 沈彦霖皱眉 村长 坏消息是 周婷玉还活着的消息 对她来说 自然是坏消息 这代表 她不是寡妇 还要操心怎么离婚的事情 另外 但对村长等人来说 这绝对不是个坏消息 村长沉重地说道 那个 周婷玉高烧不止 昏迷不醒 而且 双腿腿部骨头粉碎性骨折 医生说 周婷玉下半辈子 她没有说完 心里很是矛盾 周婷玉活着回来了 按道理说 这是个好事 但周婷玉的腿粉碎性骨折 这对于沈彦霖来说 又是一个极度不好的消息 本来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孩子 已经很难了 这又来一个不能干活的丈夫 沈彦霖沉默了一下 脚边三个孩子都有些担心 放心 妈妈没事 爸爸也会没事的 心里虽然想着离婚 但在周婷玉困难的时候 她不能这样不负责任地走了 沈彦霖安抚了三个孩子 拍了拍他们的背部 让他们不要担心 抬起头 沈彦霖对村长道 来送消息的是谁 我们要做什么 什么时候出发 她记得 村长说了 周婷玉高烧不退 她是出任务的时候 断了腿的 肯定是要治疗 消息传过来 多半是需要她去照顾 沈彦霖心里想着 这三个孩子怎么办 放在家里 老周家 不行 沈彦霖几乎是一瞬间就否定了 老周家还不知道有什么幺蛾子呢 周婷玉没死 耿梅香和周根生怕是 又要起幺蛾子 但这个时候 不是说这个的时机 反正她手里有分家的气书 至少道理上能站住跟脚 村长其实也有些佩服 就算是沈彦霖 只是看到周婷玉的外貌 这个时候能这么快反应过来 而且还说了要出发 这就代表沈彦霖没有想过 要放弃周婷玉 他刚才可是很清楚的说了 周婷玉双腿粉碎性骨折的 村长不觉得沈彦霖没有听明白 他没有说明白的半句话 多么沉重的一件事 村长从这几次的接触之后 知道沈彦霖是一个聪明人 他不可能不清楚这些 明天 周强已经连夜出发回来了 明天 他会送你们过去 婷玉在西南那边 谢谢村长了 我这就收拾东西 明天跟周强出发 沈彦霖当机立断的说道 这个时候 他不可能抛弃周婷玉的 于情于理都不能 送走村长 沈彦霖回头对花老和李老道 家里发生了一点事情 我怕是要出门 对了 牛鹏这边的事情 我会让村长调二老的孙女过来做 这边我已经收拾好了 青草和接杆都有不少 他们应该能应付的过来 另外 让他们就住在我那边吧 我听说 最近村里周赖子几个人不太安定 二老特别小心一些 匆匆交代了一句 沈彦霖带着三个团子 又去了村长家 将这个事情说了一遍 村长当然同意了下来 沈彦霖这个事情 肯定是要去照顾周婷玉的 这是上面交代下来的 他不可能拦着 牛鹏那边要有人做事 谁去不是去 何况 这个事情 还不是谁都愿意的 好 我会安排 第39章 准备工作 沈彦霖也不知道 花老和李老的孙女 遇到那件糟心的事情 是在什么时候 他这个时候 也不能告诉梁老 未来会发生这个 这不是什么好事 梁老听到 心里肯定不高兴 沈彦霖又不能泄露 自己是重生的人 只能这么隐晦的提醒一下 还好废弃仓库 本身就在牛棚边上 梁老在那边 再提醒两个女孩 带着武器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了 沈彦霖只能这么希望 给村长说了这个事情之后 沈彦霖带着三个团子回来 这里是他分家后 第一天住的地方 没想到 只能住一天 第二天就要离开了 三个团子 忍到现在已经是极限了 刚回来 就开始哭闹起来 沈彦霖连忙安抚 怎么了 周明知道 妈妈 爸爸是不是出事了 其实何止是出事 之前沈彦霖都以为周婷玉死了呢 不过之前在孩子面前 他都是尽量地使用了牺牲两个字 孩子不懂这两个字 也没有闹出来 结果 周婷玉没死 他们反而知道了 沈彦霖安抚这三个团子 爸爸没事 就是以后可能不能走路了 但你们三个 可以坐爸爸的腿 帮他拿东西 以后长大了 可以带他到处去走走 是不是 安抚了好一阵 三个团子才算是安静了下来 周明志用力地点头 以后 我就是爸爸的腿 好了 沈彦霖去弄了水过来 又用这个废弃仓库里 原本堆积在这里 他清理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烂筒子烧了火 这废弃仓库里 之前堆了一堆的木头 都已经坏掉了 不能打家具之类的 但烧火还可以 他又拿了一个烧水壶出来 烧了一壶水 给三个团子洗漱了 好了 你们先休息 妈妈收拾一下东西 刚刚哭了一阵 三个团子都是已经累了 沈彦霖又要收拾东西 他们也没有吵着 要讲睡前故事 就已经钻到床上 三个孩子挤在一起睡了 沈彦霖想了想 从空间里 拿了一个暖水带出来 灌了一袋子热水 塞到了被子里面 这乱糟糟的 一天之内 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反正也没有人来找 沈彦霖稍微大胆了一些 大不了 明天收起来就是 沈彦霖决定先用着 这种时候 也不是讲究的时候了 他又收拾了几件衣服出来 其实他和几个团子 都没有几件衣服 收拾也没用多少时间 好在之前给团子做了棉衣 要不然 都不敢带他们出门 可就这样 带着他们出去也不行 时间越往后 也就越冷 我不能就这么带着他们出去 要多弄几件衣服出来 另外 还需要准备一些吃的 周强急匆匆的回来 手里怎么可能带有东西 或许村长家会准备一些 可他不能完全靠村长家 还好 我有随身空间 有近乎无限的物资 看着三个团子睡着了 沈彦霖连忙闪身进了空间 里面就有很多东西 沈彦霖这些天 也抽空整理了一下 那边的架子上 都已经分门别类的 放满了物资 幸好前世 还买了几千罐的煤气罐 要不然 做饭都不知道用什么 沈彦霖庆幸自己花了钱 生活中要用到的各种东西 包括能源在内 他都没有放过 超市里的那种 用来吃自助火锅的 固体酒精炉 还有固体酒精 他也买了不少 他找了找 打算先做衣服 至于食物 他也打算好了 做千层饼 放一点牛奶 用面粉和鸡蛋糊了面 先放着醒面 他就开始找羽绒服 我记得前世 买了不少套羽绒服的 虽然样式不能穿出来 太新潮了 但里面的鸭绒可以 正好之前那块粗布 还剩下一些 床单也没有全部用了 刚好给我和三个团子 各做一件羽绒服 沈彦霖没打算做外衣 而是打算做一件贴身的羽绒服 到时候穿在里面 外面还是穿着衣服 这个时候 大家冬天都是穿的毛线挂子 保暖的效果不错 但太扎人了 沈彦霖自己是不喜欢的 正好拿这个代替了 沈彦霖买的 都是质量最上加的羽绒服 拆开来 里面的鸭绒都很干净 而且脱脂的很彻底 一点意味都没有 和做棉衣一样 甚至要做得更加的密封 鸭绒这东西和棉花不同 鸭绒就一点点 而且还容易脱落 不密封好 这鸭绒没准就都被抠出来了 小孩子的手 就喜欢到处抠抠 这是孩子的好奇的天性 沈彦霖抓紧时间 把四件羽绒服都给做出来 还好之前就觉得衣服少 把布都给裁剪出来 而且已经做了一点预处理 要不然 这一晚上还不够 幸好空间里有光 沈彦霖也不知道 这些光是哪里来的 有照明就好 省得他还要去找蜡烛之类的 一番感知 沈彦霖弄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才将衣服弄好 还好有缝纫机 要不然 光靠手工感知 肯定来不及 正好 再做几双手套 沈彦霖又突然想起来 这天气 马上就要变冷了 在家里还好 在外面 没有手套可怎么办 手套就简单多了 沈彦霖甚至还用简单的针线 绣了三头不一样的小狗 以用来区分三个团子的手套 他又去找了一个军用水壶出来 看了看 又拿锤子砸了几个坑出来 这个水壶太新了 正好这个时候 面也醒好了 沈彦霖开始不断地揉面 这种面团 需要多揉 再分开几团 压平了 再刷上油 然后再重新揉成一团 反复这么弄了好几次之后 沈彦霖才将面团分成小剂子 然后压成扁平的圆饼 用平底锅 给一个个的煎了出来 我先把这些放在这里 等明天再拿出去 不过空间里也要存一些 索性多做一些 存着慢慢吃 反正这里时间暂停 一直都是保鲜的 甚至热腾腾的东西 都不会变冷 沈彦霖就打算先放在这里 等要用得到的时候 再拿出去 想想看 还有什么要准备的 对了 背包 第四十章 我要出发了 沈彦霖想起来 他在这里只有一口箱子 但出门 总不能背着那箱子出门吧 另外 还有锁扣 背包的话 就用帆布就可以了 我自己做一个 但锁扣 我记得前世看到幼儿园小朋友放学 看到他们都是身上有一个锁扣 然后老师通过一根绳子 就都给串联起来了 虽然不太好看 但这是保证 孩子不会走丢 也不会被有心人抱走的必要的设施 沈彦霖按照记忆 很快就找到了一块帆布 他又找了一圈 就找到了锁扣 还有对应的绳子 之后 他又赶紧自己制作双肩背包 花费了一点时间 等沈彦霖从里面出来 将衣服都塞到帆布包里的时候 已经到了早上两点钟 要赶紧睡了 要不然早上没精神 沈彦霖也不知道 周强会在什么时候赶回来 他要趁着这个时候 赶紧休息一下 恢复体力和精力 明天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日子 第二天一大早 沈彦霖就醒来了 脑袋还有些困 但三个团子已经醒了 他赶紧起来 看了看下面的铁桶里 居然还有一点火星 他又给添了一点柴 把火烧起来 烧了水 给三个团子洗了脸 又将他们的衣服拿过来 将那个锁扣给缝上去 沈彦霖一边又从空间里 找了两个糖瓷碗出来 还好之前买物资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复古的东西 买了一些 要不然 现在还不知道用什么 他直接用这个 弄了两条小的黄骨鱼出来 这是之前从超市扫货的时候 超市的生鲜区的东西 数量不会太多 但各种生鲜 也有个几十斤 够吃了 至于那些草鱼之类的 更是有数千斤之多 根本不用愁 弄了点鱼汤 沈彦霖拿了三个千层饼出来 早上 咱们就吃这个 你们不要出门 等会如果周强伯伯来了 咱们就随时都可能出发 到时候 我会拿这个绳索 扣住你们袖子上的锁扣 你们不要走丢了 要一直跟着妈妈 知道吗 沈彦霖就怕有人贩子 这人贩子 真该死 从古至今 一直都存在 周明志三个团子 长大又好看 是人贩子眼里的高等货 他可不敢掉以轻心 周明志点点头 妈妈 我会帮你看着弟弟妹妹的 而周明深也表明态度 妈妈 我会帮你看着妹妹的 轮到周诗文了 他发现 自己只能看着自己了 我会一直抱着妈妈的 这样就好 听话的孩子 好待 这样 他就能节省不少的精力 事情已经发生 他不会去抱怨周婷玉 不应该生病 不应该受伤 至于他还活着 沈彦霖也没有办法 叫人家去死 他的心没有那么多 只是有些遗憾罢了 他没办法站起来 下半辈子 凑合过日子也行 周婷玉至少长得不错 一起凑合过日子 沈彦霖觉得 还是可以接受的 好 我们先吃东西 吃完东西 沈彦霖又烧了水 给三个团子又洗了个澡 换了新的衣服 他赶紧把衣服洗了 又偷偷地将衣服收入到空间里 用烘干机 把衣服都给烘干了 储电池倒是还有不少 电量应该也储存了不少 就是 得想办法把光伏板拿出来晒一晒 补充一些电量 谁知道 却是到了七零年代 这东西拿出来 就太超前了 把东西都收拾好 沈彦霖带着三个团子 在家里等了起来 他不好去村长家等 不过他拜托了周玲霖 周强回来了 就和他说一声 临近中午的时候 沈彦霖发现周强还没回来 又弄了点面条 给自己和三个团子吃了 刚吃完面条 周强就风尘仆仆地赶来了 看他的样子 沈彦霖就知道 周强这是连家都没回 我这里有面条 你先吃点 我已经收拾好了东西 等你吃完 我们就出发 对了 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周强哪里吃的下面条 不用了 我们这就出发吧 我昨天晚上在车上睡了一会 但看他眼睛里的血丝 沈彦霖就知道 周强没休息后 这怎么行 不行 你的状态并不太好 如果饭都不吃 怎么有力气帮我看着孩子 孩子 周强大吃一惊 你要带孩子一起去 我们可是要坐火车的 这一路上 他可是换了很多烫车 才赶回来的 可沈彦霖不能这样 他一个普通女人 哪里有他这样的身体 也正是因为赶路 他才没休息好 沈彦霖坚定的点点头 我不放心放在家里 我和周家已经分家了 何况不分家 他们也不会好好地带我的孩子 还不如 我带着过去 再说了 不是说周廷玉高烧不退 昏迷不行吗 我想 你们要我过去 不只是照顾他 还需要唤醒他的求生意志吧 但我想 孩子们可能比我更重要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 一点委屈都没有 他都不是原生 他虽然也喜欢看帅哥 是外貌党 但仅仅是欣赏 他可不会因为 长得好看 就想要嫁给人家 还要使手段 周强却觉得自己 从这话里听到了委屈 半晌 他点点头 接过面 三两下就吃了下去 沈彦霖别别嘴 居然都是这么吃饭的吗 不过也是 遇到紧急任务的时候 有的吃就不错了 时间不够 可能根本就没办法吃东西 周强吃完 沈彦霖收回面碗 清洗过后 又装进了帆布包 然后在周强奇怪的眼神中 拿出一根绳子 穿过三个团子 袖子上的锁扣 然后将绳子 好巧妙的心思 这是用了新的 好了 可以出发了 沈彦霖做完准备 就打算和周强一起出发 正好村长 带着两个女孩过来 沈彦霖也没有什么时间 给他们说什么了 我这里的东西 你们净可以用 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 那根棍子 是我自己做的武器 你们都随身带着 自己注意安全 好了 我不多说了 我要出发了 第41章 小新抚恤经要上交 花丘童和李燕然 在后面看着沈彦霖离开的背影 花丘童忍不住地说道 这样的女子 怎么会和他们说的那样不堪 李燕然摇头 口口相传的话语 总是有不经不实的 何况 居所那周庭御长的极为英俊 虽然没有解释 但只一句极为英俊 就已经解释了一切 所有这些 无非就是极度使然 花丘童赞成的点头 说的也是 但你发现没有 沈彦霖其实长得也极为好看 另外 他三个孩子也好好看 那身上穿的衣服也好看 李燕然有些无语 花丘童有些花痴 这边 沈彦霖和周强出来 和村长说了几句 就要赶路 才走了几步 就被文讯赶来的耿梅香 给拦了下来 我听说婷玉没死对吧 耿梅香说话的时候 眼珠子转动 盯着周强 我也要去 我和你一起去 周强不知道说什么好 沈彦霖上前一步 对着耿梅香说道 你要去 那好啊 赶紧回去收拾一下 对了 多带点钱 婷哥双腿粉碎性骨折 以后怕是都站不起来了 婆婆你要去 正好帮她洗衣服 照顾她吃饭 耿梅香反问 我做了 你做什么 我照顾三个孩子 婆婆 你觉得三个孩子 是能自己做饭吃 自己洗衣服的吗 沈彦霖冷笑 我看婆婆 你是拿了抚恤金 又想要拿钱吧 你是觉得 婷哥受伤了 会有钱赔偿 周强听到这里 也恍然大悟 他之前 还以为耿梅香 是关心周婷玉呢 到底是耿梅香的儿子 没想到 耿梅香是想要拿钱 瞎说 我 别你你你我我我的了 要去就收拾东西一起去 多一个人 也好多一个照顾 我还怕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至于补偿金的事情 我劝你不要多想 婷哥没死 那扶恤金没准 还要交回去一部分 婆婆你收拾一下 到时候如果要交回去 正好上交了 不可能 耿梅香捂着口袋 都到我口袋里了 还有上交的份 他转身就走 沈彦霖无语摇头 对周强道 算了 不管他了 对了 我们还没说完 村长就赶了马车过来 上车吧 我送你们到县上 到时候你们坐火车过去 对了 火车票都买好了吗 周强先帮忙 将周明志三的团子抱上去 沈彦霖已经马里的爬上去了 周强就在旁边坐了 才回答道 火车票已经买好了 有单位帮忙联系 这些都买好了 就是没有卧铺 买的是座位票 而且只有两张 沈彦霖忙道 没事 孩子们坐在身上 或者地上就好 我带了布的 说话的同时 沈彦霖将三个孩子 搬到自己的另一边 将封给挡住 还是有些失算了 应该坐几顶帽子的 不过昨天是赶了点 实在是也没有经验 忘记了这个时候出门 火车上是有挡风玻璃的 但这马车没有 这是用村里的板车改装的 直接套了马 根本没有车厢什么的 周强默默地换了一个地方 坐在了上风向 村长一边赶车 一边说道 马车上的包裹里 有你妈做的几个馒头 带在路上吃 包裹里还有五块钱 是你妈放的 你小心一点 路上如果有卖吃的热乎的 不要省着 另外还给你装了十斤的粮票 是全国粮票 粮票也分两种 一种是地方粮票 就只能在当地使用 一般来说 都是发的这种 还有一种是全国粮票 到哪里都可以用 村长也确实是人好 要不然 怎么可能给这些 这些用掉了 可不会还的 沈彦霖这是不知道 周庭玉是代替周强出任务 他一家子都感激呢 要不然 现在双腿断掉 高烧不退的 就是他儿子了 沈彦霖没有说拒绝的话 一些掩饰还是需要的 大不了 自己日后多补偿就是了 还好这日子 还没彻底入冬 温度虽然降下来了 但还没到 不能忍受的地步 到了县里 村长是 直接送到了火车站门口的 小心着点 注意帮忙看着孩子 村长又嘱咐了几句 才赶着马车回去 这地方 可没有地方给他存马车 到时候马丢了 那就损失大了 村里就这么几头牲口 明年春更的时候 这可是主力 我帮你拿包吧 周强提议道 但沈彦霖拒绝了 他包里放了不少东西 这还是他用来 不用了 我力气大 你帮我看着点孩子 背着包 带着周明志三人 就往里走 他背着包 一手抱一个孩子 周明志就只能自己走 好在周明志小团子不娇气 知道出门在外 很是懂事地跟着 周强只好背着自己的包 上来一把抱着周明志 那我帮你抱孩子 把名声也给我吧 我力气大 沈彦霖却摇头 要论力气 你不一定比我大 我天生力气就大 原生的力气是不小 要不然也没办法干那么多活 沈彦霖穿越过来后 他的力气又在持续地增长 这差不多一个礼拜下来 他的力气差不多涨了一倍 沈彦霖不给 周强不好去抢 只能按捺下来 准备等沈彦霖没力气的时候 再帮忙 至于什么 他的力气没有沈彦霖的大 他是不幸的 他一个大男人 在单位又天天训练 还比不上一个女人 开玩笑 进了后车厅 找到位置坐下 周强道 我去找找车站的人 看看能不能换两张卧铺 或者是最少换一张 你带着孩子过去 如果只是他自己的话 他不会去麻烦别人 但这还有沈彦霖 一个女人 又带着三个孩子 要坐好几天的火车 这可不行 但他的愿望是好的 只是火车站这边 真的没有卧铺了 能有两张坐票 已经是人家帮忙了 周强失望地回来 沈彦霖见状就知道 这卧铺是没有的 没事 孩子睡得快 到时候在地上铺了衣服 就能睡 我能吃苦 这点苦不算什么 第42章 老赖 我也买票了 周强虽然觉得 带三个孩子坐位置不方便 不过火车站没有卧铺 他也没办法 那等一会吧 没这么快 火车其实还要一个小时才来 还不一定会不会晚点 沈彦霖不在乎这些 只是感慨 这个时候的落后 想想前世 飞机高铁都有了 虽然偶尔有波音落地的事故 但高铁很好啊 等待的时候 沈彦霖再给三个团子说话 路上 一定要跟着妈妈 跟不上了 也要和妈妈说 妈妈可以抱着你们 如果有人给你们东西吃 一定不要吃 不排除有一些热心肠的人 会得一些吃的 但大部分人 自己都吃不饱 还能给你吃的 剩下的 就是别有用心的人了 周强慢慢地听着 靠着位置 居然睡着了 等周强感觉到 有人推他的时候 他立刻警醒了过来 睁眼看到是沈彦霖 他才放下戒备 不好意思 习惯了 没事 你们也是在守护国家 要不是你们 代替我们负重前行 我们又怎么能 这么安心的生活 沈彦霖的话 让周强大吃一惊 他从未听说过这些 虽然线下大部分人 都觉得当兵光荣 但其实很多人都是觉得 当兵也是一种出路 至于这种光荣 到底是因为什么 其实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 或者说 是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见周强醒了 沈彦霖就说到 火车要来了 开始检票了 周强连忙拍打了一下 自己的脸 让自己清醒过来 背上背包 就看沈彦霖 已经抱了两个孩子 他连忙抱了剩下的一个 拿出票 检票的时候 人很多 周强连忙伸手护着一点 这就是有男人的好处了 检了票 到了站台 没多久 火车就过来了 又是一阵拥挤 这个时候的火车 上车还要踩几节台阶 有些不太方便 沈彦霖没有去挤 等着 差不多都上去了 他才和周强检票上车 带着孩子 万一被挤着了 可不好 等他们上来 其实也差不多要开车了 车厢里人不少 等沈彦霖挤过来的时候 发现位置上都坐满了人 沈彦霖回头 问道 是这两个位置吧 还好是双人的这边 要是三个人的那边 就还有一个外人 周强点点头 沈彦霖就礼貌的 对那两个人说道 不好意思 这两个位置是我们的 请让一让好吗 位置上的是两个中年男人 听了沈彦霖的话 却显得爱答不理的 沈彦霖又说了一句 这两个男人才说道 凭什么就是你的做 我也买了票的 沈彦霖一看就知道 这是两个老赖了 自己没买到票 就赖在位置上 前世的新闻里 有过很多的报道 他自己倒是没遇到过 但看样子 就知道这两人是什么人了 不过他还是耐着性的说道 我这还带着孩子呢 这位置 我肯定是没办法让给你的 你看 是不是让出来 周强不好说什么 只是站在旁边 也是一种支持 周围也有不少人 纷纷的仗义之言 就是 人家带着三个孩子呢 你赶紧起来 快点 有没有点爱心了 这还是人家自己的做呢 可这两个老赖 非但不起来 还大言不惭 我买了票 这位置 我凭什么不能做 你们心疼 你们就自己让出来呗 再说了 这女人 该不会是你 眼看着 这男人要说脏话 还伸手来摸自己 沈彦琳身腿就踹了过去 将这男人给踹到了 里面的男人的怀里 沈彦琳转身 就把孩子给了周强 再回身 就是一手抓了一个男人 直接拉出来 往走道里一扔 我们去找城景 没事了 周强自己是有单位的人 他的单位性质 不好做这种事情 他本来想说 找城景来解决 这种老赖 沾上了很麻烦 但沈彦琳一下子就很利落地 将人给拉出来 然后扔出去了 周强就把后面的话 给吞了下去 不过这里的纠纷 还是把城景给招来了 怎么回事 一个穿着制服的城景过来 大声地问道 沈彦琳一边把背包 往上面一方 回头就把事情说了 这是我们买的票 你看看 要是到老人家 我们也没带孩子 我也就让了 两个中年人 还是大男人 又没带孩子 我怎么可能让 城景有些扎舌 这女人力气这么大 可周围人也都证实了 沈彦琳的话 城景就对那两个 中年男人警告了一番 然后才离开 周强把孩子放下 对沈彦琳道 两个位置 你带着孩子们坐 我就站一会 沈彦琳怎么可能同意 这一路上 可不短呢 你还是坐吧 我抱着诗文 让明智坐中间 你抱着名声吧 这一路上 路程可不短 周强也是一个保障 他们安全的有力保证 周强要是没休息好 万一遇到事就不好了 周强想了想 也同意了 对面有个老太太 笑着问道 这是两口子 带孩子出门 这老太太虽然笑 但沈彦琳总觉得有些奇怪 周强不说话 和别人搭话的事情 就都给沈彦琳了 沈彦琳虽然奇怪 但也没想到什么 只能敷衍了一句 这是我大哥 带我去看我爱人呢 这个时候的国内 都不说老公 丈夫 多是以爱人 称呼自己的另外一半 多的 沈彦琳也不说 镜子和周强文说起话来 但经过这一段时间 周强文有点困了 沈彦琳就拍着她的背 哄她睡觉 但同时 沈彦琳的眼神余光 一直盯着这老太太 她的直觉 总觉得这老太太不太对劲 这老太太也带了一个孩子 不过这孩子 从她过来开始 就一直在睡觉 而且 老太太还拿大衣裹着这孩子 沈彦琳也看不太清楚 但沈彦琳就是觉得有些奇怪 对了 大妈 您这是 大妈笑道 我带我大孙子去看我儿子 这不 我儿子一个人在外地工作 一年到头 也见不到一面 我孙子想爸爸了 我就带着他去看看 第43章 可疑人 以迷 虽然大妈说话的时候带着笑 但沈彦琳总觉得 她的表情有些奇怪 而且 这大妈时不时的还会撇周明志三个团子几眼 这有些奇怪啊 虽然说 好看的孩子 总是会让人多看几眼的 但这大妈还抱着个孩子 而且那眼神也不太对劲 对了 你这孙子怎么了 怎么一直不出声 沈彦琳问道 装作好奇 大妈拢了龙手里的大衣 不让沈彦琳看到大衣里的孩子 这个举动 更让沈彦琳奇怪 不过她还是忍了下来 没有任何的表现 大妈道 这孩子昨天知道 今天要坐火车 这不 太兴奋了 一晚上没睡呢 发烧 我就给她吃了点药 正睡着呢 发烧 这还赶路 没办法呀 都买了票了 而且一年到头 也就这点时间 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 沈彦琳越发觉得 这女人不对劲 不会是拐子吧 沈彦琳心里警惕了起来 还在想着 要怎么确认这个事情 一时之间 沈彦琳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 只觉得 他和周强不能都睡着了 要不然 这万一是个拐子就麻烦了 他摸了摸绑在身上的绳子 稍微安心 稀了解下绳子的想法 又对周强道 要不然 你先睡一会 周强摇摇头 我刚才睡了一阵 现在不困 你先睡吧 沈彦琳点点头 靠着窗户 打算睡一会 想了想 又把周明志往身边拉了拉 伸手抓着周明志的小手 这才闭上眼睛睡了过去 等沈彦琳醒过来的时候 周明志就懦懦的说了一句 妈妈 我饿了 沈彦琳起身 周强就先一步 把背包给拿了下来 沈彦琳把背包拿到中间的板子上 那大妈还对着她笑了笑 同时先一步 把大衣给拢了拢 沈彦琳根本没看到那个孩子的脸 她就是故意的 但没想到 这大妈这么警觉 但就是因为这个 却更让沈彦琳确定 这个大妈不对劲 这是 同时 沈彦琳的鼻子里 闻到了一点刺激性的味道 这是什么味道 思考的同时 沈彦琳已经打开了背包 装作从背包里 其实是从空间里 拿了四个饼子出来 还带着点温热 是她特意放凉了一些的 沈彦琳又把军用水壶拿出来 锁上背包 周强又给放到了上面 接着 沈彦琳拿了一个饼子给周强 你吃一张 要是不够 等会再吃半张 我和孩子们 吃两张半就可以了 她胃口不小 不过中午 她特意多吃了一点面条 这会儿还不饿 孩子们胃口没有那么大 三个孩子吃一张半就可以了 周强也没推辞 接过来 就开始吃了起来 不过这饼子 居然还有点温热 而且咬着很软 特别好吃 她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饼子 她有些诧异 不过却也没有问 沈彦琳一边自己吃 一边还撕了一点 给三个孩子吃 一边 沈彦琳还不忘问道 对了 大妈 你孩子不吃点东西吗 我这三个孩子都饿坏了 说着 她低下头 垂下眼瞼 突然就想起来 原来是影迷的味道 另外 肯定还混合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这是把孩子迷晕了 实锤了 这人肯定是人贩子 就在这时 沈彦琳发现 刚才和她闹了 矛盾的两个老赖过来 和那大妈交换了一个眼神 沈彦琳看得不是很清楚 但因为一直很注意 所以还真看到了 人贩子 果然 为了饭 沈彦琳又从军用水壶里 倒了开水 为了三个孩子 同时还问道 周强 你要喝水吗 周强摇头 我喝了 我也带了壶 你不用管我 他可能是真的饿了 虽然吃了一张拌饼子 还觉得不够 又想要拿自己的背包 来拿馒头吃 沈彦琳拦下了他 先吃我带的饼子吧 一会儿该凉了 你把背包给我 沈彦琳起身 又打开背包 拿了两张饼子给他 同时也在闻那个味道 而且 大妈看他起身 又把军大衣报警了 沈彦琳就知道 这个女人 大概算真的是个人贩子 否则何至于如此 可他不敢说话 脑筋一转 就假装从包里 其实是从空间里 拿了一根钢饼 还有一个本子出来 这是他找了很久 才找到的一个复古的本子 随身空间里 有不少复古的东西 他都找出来 专门弄了个架子 又假装要写日记 在本子上书写了起来 不一会 沈彦琳假装自己 忘记了一个字怎么写 对周强说道 对了 这个字我忘记怎么写了 你记得吗 周强还以为沈彦琳 是真的忘记了怎么写 还说道 我也有不少字忘记了 我其实就上了初中 后面还是在 后面的话 他忘记说了 因为本子上的话 让他大吃一惊 还好他天天训练 也长出任务 才没有喊出来 只是 他转头看了一眼沈彦琳 沈彦琳眼神转动 示意自己说的是真的 周强道 你把笔给我 我帮你写这几个字 沈彦琳把笔递了过去 周强接了过去 发现这钢笔很不错 比他的要好很多 不过他也没太在意 此时根本不是在意这个的时候 咯 就是这样写的 沈彦琳接了回来 就看到本子上写了 知道了三个字 沈彦琳心中稍微安定了一下 他自己一个人 可没办法一下子抓三个人 而且 还不知道这火车厢里 有没有对方的同伙 人贩子一般都是团伙出动的 有人动手 有人放风 还有人断后 甚至 还可能有人充当普通人 引导群众 也不知道 这个时候的人贩子 有没有这么厉害 但沈彦琳必须要谨慎 吃了东西 周强起身说道 我去上个厕所 周明志几个人也想去 沈彦琳就让周庆先去 自己等会带孩子去 他知道 周强不是真的只是去上厕所的 我还看着包呢 你先去 这几个孩子 只我一人带着才听话 第四十四章 这极不对劲 沈彦琳发现 自己说这个的时候 对面的大妈还看着他一眼 不过沈彦琳没有其他的表示 免得对面的大妈警醒 他等了一会 周强才回来 厕所那边人不少 要排队 沈彦琳点点头 知道周强是在解释 免得对面的大妈怀疑 你看这包裹 我带着三个孩子 去卫生间看看 说着 他将三个孩子抱下来 带着离开的时候 眼角的余光发现 大妈的眼神 还特意地看了过来 很是明亮 沈彦琳基本确定了 这大妈确实是个人贩子 普通人可不会有这样的表现 而且 沈彦琳还发现了一个疑点 孩子身上的衣服样式很新 刚才他到走道的时候 余光里 正好看到军大衣里 那孩子穿的衣服 样式比较新 而且是他这一路来 从葫芦澳开始 到线上 到火车上 从来没有人穿过的样式 还有那衣服的料子 我虽然没摸 但我对料子很熟悉 那孩子里面穿的 应该是丝绸的 这个阶段 国内大部分人都还贫穷 但不得不说 还是有一些富人 甚至是一些地位高的人 这孩子出身不凡 沈彦琳立刻明白了这一点 他倒不是觉得 孩子出身不凡 所以更要救下来 而是觉得 不管孩子出身如何 都要救下来 他确认的是 孩子穿的不错 里面还有丝绸 这大妈穿的虽然还行 但也就是普通工薪层次的衣服 这一点 也和大妈说的 儿子一个人在外务工相扶 但孩子的穿着 显然超出了这个情况 这孩子 是被拐来的无疑了 好了 到地方了 我们等一等前面的叔叔阿姨 沈彦琳一边发出声音 一个是在教导孩子 另外 这里其实离他们的座位不远 沈彦琳的话 还能够传回去 这是在安那个大妈的心 他们确实是来卫生间的 虽然不知道有没有用 但该做的 还是要做 因为要上卫生间 所以沈彦琳把所扣上的绳子卸了 让他们一个一个的去上卫生间 这一点 虽然火车上摇摇晃晃的 还好他们都会自己上卫生间 等他们出来 沈彦琳又将他们送到了位置上 他们都上了卫生间 你先看着 我也去上一下卫生间 周强点头 好 你去吧 我看着呢 沈彦琳强忍住 再去看他那孩子情况的想法 转身就往卫生间而去 路上 正好遇到了之前 被自己丢出去的那两个中年男人 还听到他俩发出冷哼 这个反应看似正常 沈彦琳却从两人的冷哼中 似乎听出了那么一丝的幸灾乐祸 这两人 不会真的 看中了我的三个团子吧 等会 周强不会被他们看到吧 这两个人 之前从这边离开 去了哪里 这些 都是沈彦琳没有把握到的地方 他也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 不过沈彦琳告诉自己 周强是职业的军人 不会这点反侦查的本事 都没有 之前对那大妈之所以没有注意 多半也是没往那方面想 既然被沈彦琳提醒了 周强肯定会警觉的 再说了 对方也不知道 沈彦琳他们 侦破了他们的身份 沈彦琳皱了皱眉 瞪了几眼这两个男人 转身去了卫生间 因为这会有比较多人 在这个车厢的卫生间等待 沈彦琳就到 怎么这么多人 我去前面看看 沈彦琳一路往前 穿过人群 到了前面车厢的卫生间 这里果然少了一些人 但沈彦琳不是来这里上卫生间的 他是来这边看看 能不能找到城景 之前周强出来找人 还不确定 沈彦琳不确定 城景会不会放在心上 现在他已经确定了 自然要再次强调一下 刚好这边有个乘务室 沈彦琳来到这里 就隐约的听到了里面的对话 还没找到 有可能在咱们这趟火车上 对方太大胆了 我们要如何部署 这趟火车上人很多 而且很快就要到站了 这个期间 对方会不会下车 换成其他的火车 虽然有些莫名其妙 但沈彦琳联系到 之前自己发现的事情 他觉得 多半就是说的小孩的事情 他正准备敲门 就听到里面又说了一句 对了 刚才有个休假的军人来说了一声 说是 发现了可疑人物 什么人 沈彦琳伸手敲门的姿势 僵硬在半空中 等门开了 两个城景狐一又警惕地看着他 虽然关着门呢 他们也没有涉及到具体的事情 但也有泄密的可能 沈彦琳连忙连忙举手 小声的说道 那个 我有线索 他还看了看四周 低声说道 之前那个军人是我大哥 这个事情是我发现的 静声 你跟我进来 其中那个女城景 低声说了一句 给对面的男城景使了个眼色 就带着沈彦琳进来 事情有些紧急 我就直接说了 沈彦琳也不客套 直接开始说了起来 事情是这样的 我大哥带我去看我爱人 他和我大哥是一个单位的 我带着三个孩子呢 我一上车 就有两个男人霸占了我们的座位 后来我又发现 对面那个大妈 一直用奇怪的眼神 看我的三个孩子 嗯 我三个孩子长得不错 加上我起身拿包裹的时候 闻到了一种刺鼻的味道 而且这个大妈 一直拿军大衣包裹着孩子 又不让我看到孩子 说是发烧了 要出汗 但我每次起身 他都有一个防备的动作 我忽然又想起来 高中的化学课本上 有提过影迷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有刺激性气味 又具备高回发性 其他的东西 我不知道是什么 反正有点味道 然后我就和我大哥说了 他过来和你们汇报的时候 我又试探了几次 发现他的行为很奇怪 最后 我带孩子们上位升尖的时候 偶然余光里看到了那孩子的内衣 那是丝绸的衣服 没错的 我对布料很敏感 那绝对是丝绸 这极不对劲 第45章 倒打一耙 有什么不对劲 那女城景还奇怪地问了一句 有什么不对劲的 太不对劲了 现在的情况下 能穿丝绸衣服的难道不对劲吗 普通村民家里可不会多养残 养了残 收了残丝 也不会想着 自己织不出来做衣服吧 大家都吃不饱 谁做这个 丝绸啊 沈彦林道 古代地主才能穿的料子 还不对劲 那大妈自己穿的 就是普通宫星家族 穿的那种粗布衣服 你说对不对劲 沈彦林说完 又道 我刚才听了你们的话 虽然你们说的没头没脑的 但我猜想 应该是某个大人物的孩子丢了 我觉得 很可能就是这个孩子 说完 沈彦林道 我得赶紧回去了 回去晚了 免得那大妈怀疑 城景虽然还有想要问的 但也赶紧开门 让他出去 沈彦林出来一看 周围应该没有人注意到自己 他连忙往前走了一段路 看到卫生间里没有人 又进去解决了一下生理卫生 这才洗了手 慢慢地走回去 周世文见沈彦林回来 就伸手要抱 妈妈 你怎么去了那么久 孩子什么都不懂 所以问了这一句 周强明显地手指用力 生怕对方发现了 现在还不知道 对方是不是人贩子 也不能让对方警醒 免得对孩子不利 沈彦林笑着点了点周世文 妈妈去前面的车厢上厕所了 这边人多 怎么了 你想睡了 嗯 想听妈妈讲故事 沈彦林抱着孩子坐下 才笑道 好 妈妈来讲故事 从前 他在前世看过的童话故事里 找了一个故事说了 别说 这些故事 在这个时候 真的很少见 很多孩子都跑过来听 而且还有大人听得津津有味的 比如说旁边的周强 没想到 这还是一个很有同趣的男人 在这个过程中 沈彦林还悄悄地 看了一眼对面的大妈 发现她好像没有起疑心 这才放心 她又悄悄地将绳索 绕过三个孩子袖子上的锁扣 不管自己有没有注意 安全总是第一位的 讲完故事后 三个孩子也都是一点一点的 沈彦林就让孩子都靠着自己 让他们睡了 因为要把周强的战斗力解放 沈彦林把周世文放在自己腿上 让周明志靠在外面 周明身放到了靠窗的位置 周强其实也是心生感慨 周婷玉不在家的时候 沈彦林要一个人 独自带着三个孩子 那肯定是很累的 沈彦林说 是他们替他们负重前行 他很佩服他们 但周强更知道 如果没有他们 他们也没有办法 安心负重前行 家人一直都是他们最重要 最坚实的依靠和支持 渐渐的夜幕降临 大家也都开始困了 这年头又没有手机冲浪 大家到点了 除了几个吹牛的 大家都闭上眼睛 开始休息了 沈彦林也感觉到有一点困意 但他还是坚持着 不让自己睡过去 他虽然闭着眼睛 但抓着孩子的手 还是很用力 不敢有丝毫的放松 城警们肯定是去了解情况了 因为不确定 这个大妈是唯一的人贩子 所以不能轻易的动作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沈彦林脑袋有些昏昏沉沉的 又突然感觉到一阵刺激性的气味 那种昏沉的感觉 越发的严重了 沈彦林却脑袋突然警醒 不对 这是影迷 同时 他感觉到 有人在抓住了他的手 有什么东西 堵在了自己的鼻子 然后还有人在动他的孩子 沈彦林睁开眼睛 就看到那个大妈看着自己 沈彦林睁开眼倒是吓了他一跳 不过他也没太在意 因为已经好一会了 沈彦林应该很快就会昏迷了 这三个可都是上等货 上等货中的上等货 他们可以赚一大笔了 女孩子可以做同养席 至于男孩 也有好这一口的 何况还有很多没有儿子的家庭 想要一个传宗接代的 承接香火的 至于那特殊喜好的 也不少 他都能看到自己裁员滚滚的画面了 却突然感觉到手上一疼 然后一股距离袭来 大妈就摔了出去 沈彦林大口呼吸着 也惊动了旁边的周强 他也感觉到有一些不太舒服 我这事应该是他们 自己制作的药物 有强烈的昏迷作用 而且能让人无力 沈彦林说着 已经上前 一脚踩在了那个大妈的脑袋上 让他爬不起来 沈彦林一边护着三个团子 这三个团子 应该也摄入了一点这种药物 还有那个孩子 沈彦林看着 被放在座位上的那个军大衣 他连忙捧了起来 打开一看 这孩子的脸色潮红 伸手一摸 滚烫得很 孩子发烧了 这该死的人贩子 沈彦林说着 旁边已经有不少的人清醒了过来 都是好奇的看了过来 那大妈呜呜的要说话 沈彦林看多了这样的剧情 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这种人接受过培训 知道如何去误导其他的普通人 用普通人来牵制好人 好让他们及时脱身 甚至还能倒打一耙 没准还能多抓几个孩子 可他注意到了这个女人 却没想到 对面女人旁边的一个女人 居然也是人贩子一边的 他大叫着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婆婆 还有你抓着我的孩子做什么 你是人贩子 这就是典型的倒打一耙了 周围的人都是蠢蠢欲动 看起来很有一种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的想法 沈彦林都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这个年代的人们 大多都有抱不平的心思 和未来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也要先看清楚情况再来 你们是人贩子 难怪你还带了三个孩子 哪里有带三个孩子出门的 这女人居然还倒打一耙 立刻就有人过来帮忙 女人自己也是跑过来 用指甲去撕沈彦林的脸 她的脸上还带着一些争鸣 以及一些得逞 渔民就是这么好利用 沈彦林心里叹息一声 或许就是因为这些坏人 利用太多次了 加上一些素质低的人 喜欢讹诈帮助自己的人 才会让社会越来越退步 连健义勇为都要先拍照 否则根本不敢动手 谁敢走你 第四十六章 抓起来找一个医生来 沈彦林一用力 就将抓着自己的这个女人给掀翻了 周强也用力地拦着其他人 口里还在大声地申辩 大家不要上当了 他们才是人贩子 但这些围观的人 都已经先入为主地认为 沈彦林他们才是人贩子 一个一个地冲上来 要把两人制服 沈彦林这会儿已经恢复了力气 刚才吸入的那点药物 这会儿都已经散去了 沈彦林一把抓住了那个女人 大声地吼道 小心人贩子的诡计 我们要是人贩子 我的孩子怎么会听我的话 你们刚才也看到了 我的孩子都很听话 反倒是他们 这些人看似没有联系 都是暗地里联系的 而且这孩子都捂成这样了 到现在都不行 你们看看 他们有什么担心的神色吗 沈彦林这话一出 周围的人又有些犹豫 到底谁说的是对的 这时人群中一个男人喊道 大家不要听他瞎说 他要是不是人贩子 为什么拿绳子绑着孩子 你们看 那绳子就在他腰上了 人群一看 果然 这个女人还拿绳子绑着孩子 顿时他们又倾向于沈彦林 才是那个人贩子 沈彦林气笑了 我要是人贩子 我还把锁着孩子的绳子 放在面上 我还不如学学他们 把孩子迷晕了才是呢 你们 小心 不要让他们跑了 沈彦林其实和他们说话 也是在看看 人群中 还有没有人贩子的同伙罢了 这一下 还真发现了两个 沈彦林对周强指出来 就是这两个 你们不要让他跑了 至于谁是人贩子 你们谁去 把成金喊过来 不就知道了吗 听到沈彦林的话 人群也是一阵恍然 对呀 去喊成金过来 沈彦林注意到 其中一个刚才帮忙人贩子 说话的人 眼神闪烁 好像想要离开 沈彦林忙指着那个人喊道 这个人刚才帮人贩子说话了 你们先把他拉住了 再找另外人去找成金过来 我们都在这里等着 等成金来确认 放心 我们都不走 我想 你们也不会走的吧 沈彦林的问话 让这几个人贩子 都是脸色一变 他们想要走 却被人群给拉住了 周强的实力确实不错 他天天锻炼的效果出来了 周强一个人就抓住了三个 沈彦林踩着那个大妈 不让他说话 又拉住了那个女人 用力捏住他的手腕 反手将这个女人控制住了 这样一来 就让这个女人没办法走 疼得也喊不出来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火车到站了 人贩子喊道 我们到站了 我要下车了 人群也是有些混乱 有人要下车 这是别人的事情 他们在有能力的情况下 还是愿意帮忙的 但在没能力 甚至自己还要付出的情况下 他们就不太愿意了 好在还有不少人是热心肠的 看到这一幕 还喊道 大家先帮忙控制人群 多做一站 咱们再做回来就是 沈彦林也大声地点头 大家帮帮忙 控制住人 等城景过来的处理 到时候 我和城景申请 安排大家坐返向的火车 再坐回来 这一笔钱 到时候 我来给 大家帮帮忙 既然有解决的办法 热心肠的人 还是很多的 一下子 这群人贩子 想跑也没跑掉 等火车重新开起来 他们就更没有机会了 期间 这几个人贩子 还想要动刀子 这一下 人群里大家都知道谁不对了 那个动刀子的人 被周强突然爆气给制住了 但周强制住的这几个人 又给放开了 还好沈彦林的力气大 刚好又看到行李架上 有人的行李上 还放着一根 用来挑行李的棍子 沈彦林大喝一声 将那个女人摔倒在地上 用脚踩着 叠罗汉一样 将这个女人 叠在了那个大妈的身上 她自己顺势借力 反向拿到了那根棍子 然后就是用力地 打在了那三个男人的身上 就在此时 城景也都来了 人数不少 很快就控制了人群 其中 就包括那个问话的女城景 一番询问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沈彦林有些气氛 都和你们提过了 这里有人贩子 你们的人呢 刚才要不是大家帮忙 这些人就得逞了 女城景连连抱歉 因为这群人贩子的人数不少 好像一个团队都进来了 我们是打算 先控制了其他人 再来解决这里的人贩子 因为车上城景人数不多 根本没有办法 只能等到站了 等地勤过来 一起帮忙 原来是这样 沈彦林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那这里还有六七个呢 这个团伙也太多人了吧 这是拐了多少孩子啊 对了 孩子 车上有医生吗 你们快找个医生过来 要不然 这孩子得稍糊涂了 我立刻去找医生 不过车上不一定有医生 女城景当即就过去了 其他的城景 帮忙将人都抓起来了 不得不说 这个年代 热心人还挺多 要不然 这一次非得出点事情不可 沈彦林也有些后怕 这个时候 周明志小团子也清醒过来 妈妈 沈彦林坐下 安抚道 没事了 妈妈在这呢 安抚完孩子 沈彦林又连忙对周强说道 不行 我包里有毛巾 你去弄点冷水过来 没有药的情况下 我们先给他冷敷吧 周强也没有办法 只能是按照沈彦林说的去版 好 我去弄冷水 火车上就有水提供 这是方便大家取用的 周强立刻拿了自己的军用水壶去弄水 沈彦林就连忙找了一条 比较老旧的毛巾出来 没办法 他怎么知道 自己会回到70年代来 他空间里的东西 都是21世纪都很好的东西 和这个时候的东西 有很大的区别 他找了一块比较老旧的布 勉强算是和这个年代的毛巾相像 周强很快就将热水弄回来了 沈彦林拿出一个糖瓷杯子 你先倒一点水进来 先把毛巾给弄湿了 之后冷敷过后 这毛巾还要再次用水降温 重新冷敷 第47章 酒精按摩 退烧 热敷上了 但热敷的效果 好像不是很好 短时间内 也没有办法把这孩子身体内的热量散发出来 现在插播一条求助 车上有一位小孩高烧不退 如果车上有医生的话 请和乘务人员联系 不一会 火车的广播就响起了 但迟迟都没有人过来 那个女乘警过来 脸色有些难看 车上并没有医生 事实上 就算是有医生 大概率也不会携带药物在身上 而且 这个时候的医生用药 还没有后世那种孩子专用的药 副作用也很大 沈彦林也没办法 将毛巾拿起来 感觉到额头还很胖 他让周强帮忙将毛巾更换一下 又问道 那车上有没有人带了退烧药 没有 也是 谁会没事带着退烧药呢 这也没有 那也没有 沈彦林都在想 药不要偷偷地拿药出来了 但绝对不能被被人看到 他其实是打算好了的 沈彦林记得自己 曾经买了不少的药 其中就有一种口服液 对于鲜安积分 这是应用于两个月以上的 婴幼和儿童使用的 等会专门给孩子喂水 就把口服药放在这水里 喂给孩子喝了 但在这之前 沈彦林问道 车上有酒精吗 女城景奇怪地问道 酒精 这东西有什么用 一般人是弄不到酒精的 这个时代 可不是后世 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 沈彦林稍微解释了一下 他发烧的原因 是因为体内有大量的热量 无法散发 如果有酒精 我打算脱了他的衣服 给他用酒精擦拭身体 就能帮忙快速地散热 这是没有药 没有医生的情况下 不得已的选择 否则 他怕是要烧糊涂了 女城景突然想起来 对了 我们有个同事有洁癖 他带了一瓶酒精上来 清洗东西的 我去给你拿 有酒精就好 沈彦林还怕没有这东西 自己需要想办法拿出酒精来 那就没办法解释了 周强 你去帮忙弄点热水来吧 虽然说 发烧是要散热 但喝水 还是要喝热水的 你去帮忙弄点热水来 中和一下 我给他喂点水 发烧的人 水分蒸发也快 必须要补充水分 不只是要补充水分 还需要补充盐分和糖分 好 我这就去 周强应了一句 拿着水壶 就去弄水去 沈彦林松了口气 周强只要不那么好奇 不要问东问西就好了 他快速地拿出一支 对以仙安积分 又拿出另外一个杯子 将对以仙安积分 倒入到杯子当中 先弄了一点凉白开滑开 冲蛋 免得周强看到了 周明志问道 妈妈 这个哥哥怎么了 沈彦林一边给孩子 换毛巾冷敷 一边和周明志道 哥哥发高烧了 明志 你帮妈妈照顾弟弟妹妹好吗 妈妈要忙 哥哥的病 等不及了 周明志很是懂事的点头 好的 妈妈 我帮你照顾弟弟妹妹 就在这个时候 周明生和周诗文 都先后醒了过来 马上就要张口要哭了 这是孩子醒过来后的 下意识的反应 沈彦林不得不拍了拍 两个孩子 轻声的哄道 妈妈在呢 妈妈在呢 不要怕 周明志小团子 立刻过去接手 哥哥在这里呢 你们不要哭 妈妈有事情要做 你们跟着哥哥 沈彦林不得不感慨 周明志小团子 虽然才五岁 但在两个弟弟妹妹面前 确实是有微信的 听到他的声音 两个孩子都很依赖地靠着他 也没有说话 周强此时刚好打了热水回来 看到这一幕 孩子热炕头也很不错 给热水 感慨归感慨 但周强没有耽误事情 给倒一点进来 不要太多 这些水已经是温的 你就倒一点进来 我试试温度 好够了 小心地弄到了 稍微热一点的温水 沈彦林小心地拿了勺子 给这孩子喂了药 正好那女成警 带着酒精过来了 递给沈彦林 这是酒精 虽然拿了酒精过来 但女成警其实不知道 这样行不行 可孩子高烧不退 下一站还要两个小时才到呢 这个过程中 如果不管 孩子怕是要烧坏的 沈彦林将孩子 放在了对面的椅子上 又将大衣铺开 将孩子放在了大衣上 然后才解开孩子的衣服 打开酒精的瓶子 用手接了酒精 直接用手沾了酒精 开始给孩子按摩了起来 酒精的费点很低 很容易蒸发 双手沾酒精 其实是很不舒服的事情 但沈彦林一点都没想 双手开始按摩起来 不一会 她就感觉到 自己的手凉嗖嗖的 很有一种冻伤的感觉 现在的温度本来就不高 这趟火车上 也没有暖气 是真的有点冷 按摩完前面 沈彦林将孩子翻了个面 又开始按摩背部 一套动作下来 沈彦林又赶忙 将她的衣服穿上 生怕她在受凉了 其实这个时候 有玉佩的话 可以试试刮痧的 但她没有合适的刮痧工具 也没有刮痧油 或者身体乳 空间里有 她不好拿出来 所以只能先这样了 过了大概一刻钟 沈彦林勤快了 换了七八次毛巾 之后 她又开始重新用酒精按摩 这是她前世 参加一次医疗支援的时候 和一个老中医学的 她原本只是 去做体力劳动的 但本着有空学习 就顺便学习的想法 学了这一套按摩的手法 几次下来 沈彦林摸了摸孩子的额头 温度终于是退下去了 正好女成精找过来 这孩子怎么样 下一站马上要到了 有人在这一站接她 马上送医院去 看起来 这孩子确实不是普通人 要不然 不会这么心事动众 何况 都已经走出了这么多站 还能及时地找到人来接 并且通知了乘务组 沈彦林也不多说 她没有什么 靠上去的想法 只是点点头 温度算是退下来了 我帮她把衣服穿上 你抱过去 等会送下车就可以了 对了 有帽子吗 给她戴一顶 说着 沈彦林就打算 把孩子抱过去 就看到这孩子 眼睛睁开了一条缝 沈彦林笑了笑 小声地说道 好好的 第48章 转车 感冒零 沈彦林也不知道 是不是错觉 她好像看到了 小男孩 对她露出了微笑 但下一刻 女城警将孩子抱走了 沈彦林稍微有那么一丝失落 不过很快就过去了 她知道 自己是喜欢孩子的 还好 自己还有三个团子呢 接下来 火车停了 那个孩子 好像被抱下去了 他们的路程还要继续 这样停了好几站 在深夜的时候 他们到了一个车站 周强摇了摇沈彦林 刚才忙了那么久 沈彦林也有些累 几个孩子也是醒了一会 又开始睡了 沈彦林睁开眼睛 还有些迷糊 怎么了 到地方了 我们要下车中转 家里那边的火车 并没有直达的火车 所以需要在这个 大的火车站中转 沈彦林起来 眼神还有些迷糊 她一边拿了杯子里的水 用之前那个毛巾沾了水 给自己冷静一下 清醒一下 感受到清凉的水温 让沈彦林一下子 就清醒了过来 这毛巾上 还带着那个小男孩 身上的一点孩子 身上的香味 希望那孩子能退烧 不要反复了 沈彦林心里想到 又问道 对了 现在什么时候了 还需要多久才到站 马上就到了 我们要赶快收拾东西 周强说道 他刚才也是想要 让沈彦林多睡一会 所以晚了一些叫醒他 好 沈彦林应了一句 此时经过冷水的刺激 他已经彻底的清醒了过来 收拾东西的过程 很是利落 沈彦林很快就把东西 都给收拾好了 又对周强说道 车下面可能会有风 我把孩子叫醒了 免得吹了风 等会发烧 周强原本想说 孩子就让他睡吧 但听到沈彦林的担心 又想到刚才那个男孩 又不知道说什么 明智 明智 明深 诗文 我们下车了 妈妈在这呢 不哭啊 孩子就是这样 突然被叫醒 很容易就被吓到 就会哭起来 还好沈彦林这差不多十天来 已经让孩子们熟悉了自己 听到沈彦林的声音 他们只是小声地哭了几句 然后就是没有意识地 发出一些声音 沈彦林虽然舍不得 还是狠心把他们给叫醒了 有意识的时候 能够更好地抵抗低温 这也是为什么 明明清醒的时候 一点不感觉到冷 但睡着了 很可能就会着凉的原因 因为人一旦睡着 就会降低身体的一切消耗 分解糖分 制造热度也会变得缓慢 正好车子到站 三个孩子也醒了过来 沈彦林对周强说道 人太多了 而且晚上太黑了 你帮我抱着明智吧 我抱着两个小的 说话的时候 沈彦林已经抱起两个孩子 周强也抱起了周明智 还好这绳子不算短 两个人背着包 朝着门口下去 到门边的时候 他们正好遇到了那个女城景 对方还问了一句 现在要下车吗 沈彦林点点头 在这里转车 您忙 我们下去了 双方点点头 正好车停了 女城景打开门 让他们先下去了 大家慢点 有孩子呢 都维持秩序啊 女城景大声地喊着 不得不说 有城景帮忙 他们下车的动作 也变得顺利得多 一下车 一股寒气吹来 沈彦林都没忍住颤抖了一下 真冷啊 还好叫醒了孩子了 要不然 这风吹过来 非得感冒不可 但即使如此 沈彦林也还是打算 等会弄点感冒铃 给三个团子预防一下 妈妈 周诗文有点冷 缩在沈彦林的怀里 还忍不住地喊了一句 妈妈在呢 在呢 不要怕 妈妈在这呢 沈彦林的声音极为温柔 这和他之前 对那几个人贩子 是完全不同的表现 周强突然发现 自己好像不知不觉的 就对沈彦林 多了很多注意 这样的女人 为何之前 自己会觉得讨厌呢 是因为受到了 其他人的影响吗 还有周婷玉 之前也是对这个女人 多番不喜 这样的女人 周婷玉你辜负了 周强又想起了 之前在村里的时候 听妹妹和大奶奶说的事情 沈彦林在周家 显然是被欺负了 要不是周婷玉的死讯传来 这个女人为了孩子改变了 恐怕还要受到更多的欺负 人的面孔有很多父 真的好奇怪啊 好神奇 沈彦林可不知道这些 他温声细语的 和三个孩子说话 每个孩子的名字都喊到了 就是要他们知道 自己在这里呢 一个陌生的环境里 绝对不能让孩子们害怕 很多孩子的病 其实都是因为心里 才会染上的 沈彦林记得 前世自己小的时候 一旦生病了 外婆还会在门口叫魂 外婆的理由是 孩子生病 就是因为害怕 魂离体了 他虽然觉得有些没道理 但从心理学来说 心里也是会影响身体的 从站台出去 他们又转到了后车厅 周强去了解了一下 回来说道 要等一阵了 那车子晚点了一个小时 算起来 还有三个小时才能到 这个时候 刚过了凌晨 也就是两三点的时候 那车子才过来 孩子已经醒了 沈彦林就想着 给他们弄一杯感冒零喝 有热水吗 沈彦林问了一句 给孩子喂点热水 免得刚才受了疯 本会感冒 周强拿出水壶 试了试水温 说道 我去车站的开水房 弄点热水 你等等 沈彦林点点头 胆紧趁着没人看着自己 弄了三包小孩子 喝的感冒零出来 用温水化开 又放了一点点白糖进去 没办法 孩子口经贵 苦的东西 很难入口 试闻 明神还有明智 咱们喝点水 先等会再睡啊 感冒零 有点甜甜的味道 孩子还是很爱喝的 等周强过来 沈彦林又弄了点热水 再晃了晃 将沉淀下来的 一点点感冒零都化开 试了试温度 又喂给三个孩子吃了 之后 沈彦林又拿出一个饼子 用热水 隔着糖瓷杯子捂热了 这才分开了 给三个团子一人吃了一点 之后 沈彦林才拿出一件大衣 给三个团子裹着 哄着他们睡了过去 周强不禁感慨 带孩子是真的很麻烦 又很精细的一件 活 第49章 矮化品种的水果 到地方了 带孩子是真的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要注意 让他们不要踢了被子 不要着凉了 有孩子晚上要起来小夜 他也要注意着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而且 孩子还有很多的问题 每一个每一条 都要好好地解释 想要带好一个孩子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 好在沈彦林发现 自己虽然直接升级当了宝妈 但一点都没有厌恶 反而乐在其中 虽然累 他还是坚持下来了 很累吧 带孩子 周强感慨到 沈彦林抬头 就看到周强 用佩服的眼神 看着自己 沈彦林哑然是笑 带自己的孩子 自然是不一样的 你能感觉到血脉相连 周强摇摇头 不一样的 之前你给那个孩子 降温的时候 我就看出来了 你的骨子里 对孩子就有一种喜爱 而且 这一伙人贩子 也是因为沈彦林的心细 才能发现的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沈彦林 还起了很大的作用 是他压制了那几个人 才让这几个人贩子 没有跑掉 成功地抓捕了 这几个人贩子 更不要说 有城景和地勤 一起帮忙抓住的 那些人贩子了 这一次 他成功地帮助警方 抓住了很多的人贩子 他听那些城景说 这一次 可是解救了不下十个孩子 这其中 还有一些可能 被追回来的妇女孩子 贩卖妇女儿童的人贩子 简直是应该天打雷劈 妈妈 周世文突然哭了起来 周强有些奇怪 刚才不是喝了水 吃了东西吗 这又是做什么 沈彦林自然知道 是怎么回事 他这些天晚上 做多了这个事情 应该是要解手了 你帮忙 看着一点这两个男孩 他们可能也要解手 我带诗文到厕所去解手 虽然周世文年纪不大 很多父母 可能都会选择 直接给他解手 但女孩子 沈彦林觉得 还是注意一点的好 将周世文抱起来 倒了解开锁扣 带着他到了卫生间解手 之后 又是两个男孩 一晚上 这样的事情 要做两三次 然后又要喂水 带一个孩子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 周强亲眼看到了这一切 才更加的感觉到 母爱的伟大 但他发现 沈彦林对于孩子 比其他人都更加的细心和细腻 比如说解手的事情 周强就觉得 年纪小 就在这边解手就可以了 但沈彦林没有选择 就这么将就 而是很将就的 带着孩子 到了卫生间去解手 这些细节 周强可以说 他是吹毛求疵 但换一个想法 又觉得 这是对孩子的喜爱 所以宁愿费时费事 也要把孩子养好 他发现 换一个角度 以前很多觉得不对的事情 又好像很有道理一样 不知不觉 火车就到了 沈彦林想要把孩子叫醒 周强就到 要不然 你拿大衣裹着两个孩子 我解开衣服 把明智抱着 这么点时间 就不要叫醒了 等会孩子该哭了 他也知道 孩子的身体不如大人 可马虎不得 沈彦林想了想 也答应下来 就是有点麻烦你了 不麻烦 两人抱着孩子 背着背包 又是一阵挤 才上了车 这一次 他们的车票 也是无座的 上了车 周强看着很多人的车厢 也知道 想要找到座位 不太现实 还好沈彦林早就做好了准备 他将一张床单拿出来 铺在了地上 就在火车的连接处坐下了 之后 他又拿出了两个 看着比较老旧的座垫 对周强说道 把床垫垫在屁股下 能暖和一点 周强感觉自己 就像是一个土包子一样 沈彦林好像在什么地方 都能找到办法 不过这垫子放在这上面 会弄脏的 周强担心地说道 沈彦林却一点都不在乎 没事 东西脏了 大不了到地方了 我找地方 洗洗就是了 这一路上 路程可不短呢 咱们不休息好了 下了车 哪里有精神 何况 还有三个孩子呢 你是不知道 孩子晚上睡饱了 白天的精神头可足了 到时候 十万个为什么 要有足够的精神来应付 虽然累 但甘之如银 沈彦林又让他把自己给自己 一起裹在了大衣内 沈彦林抱着孩子 靠着火车墙壁就睡了起来 他知道 自己马上就要忙碌起来了 这有三个团子要照顾 马上又有一个大的病患 要自己照顾 到时候 可真的要忙得昏头暗地了 还好 穿越过来后 我似乎是力气变大了 精神也变好了 沈彦林也发现了 穿越之前 他可是有时间就睡懒觉的 当然 穿越后 他也可以睡懒觉 但如果有事情的时候 他是可以 只睡五六个小时 就能保持一天的精神和清醒的 甚至压榨一下 睡四个小时 也不是不可以 这一睡 就到了白天 沈彦林感觉到孩子动了动 他就醒了 他睡得很浅 就怕孩子被抱走 东西被偷了没关系 孩子可不能被抱走了 还好周强守在外面 加上孩子睡觉的时候 还算是安静 让他恢复了精神 不过转头看到周强有点困 沈彦林尽量保持低声的说道 宝贝都醒了吗 妈妈这就给你们拿东西吃 咱们小点声 周强伯伯 昨天一直守着咱们 这会儿累了 让他睡一会 三个团子都是点头 没有出声 还好空间里有一个时间停滞的范围 保温的东西放在这里 就和刚放进去一样 沈彦林拿出来的千层饼 还保持着温度 娘四个吃了千层饼 喝了温水 先把自己给喂饱了 沈彦林还看到了 离开时间停滞的这一块区域 他用一周的时间 弄了一点泥土进来 那些他买来的矮化品种的水果 现在都被栽种在那边 也都恢复了生机 这就好 我再浇点水 回头弄点肥料 这就养活了 没一会 周强也清醒了 看沈彦林在那边给孩子讲故事 一个个的兴致勃勃的 周强就对沈彦林说的 孩子都是精力旺盛的说法 有了认识 什么时候了 我听广播 下一站就到了 不久了 第五十章 到达 你们用酒精降温了吗 前方到站是 请到站的旅客 收拾好行李物品 沈彦林和周强 已经收拾好了东西 等火车到站 他们是第一个从车上下来的 站在月台上 沈彦林才问到 接下来是去什么地方 我们怎么过去 他虽然前世到过这个地方 但说实话 祖国这几十年来 发展变化太大了 他根本不知道 这个时候怎么过去 有没有公交车 他一无所知 周强举目四望 不用担心 我们单位联系了 这边的兄弟单位 会有人来接咱们的 正说话呢 那边就有两个 穿着军装的人看了过来 周强道 人来了 咱们过去 虽然没见过这两人 但周强就是知道 这就是来接他们的人 抱着周明志 周强上前问道 可是来接周强 和沈彦林的同志 对对 你就是周强 双方敬礼 算是见过了 这两人看到沈彦林 又看着他抱着两个孩子 眼神里都是 闪过一丝敬佩 他们可是知道 这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再加上还要抱着两个孩子 背着一个大包 这得多大的力气 或者说 需要多大的毅力 才能一路到了这里 孩子给我抱吧 一个军人过来说道 沈彦林摇摇头 孩子认生 我力气足够的 我自己抱吧 这一路 我都抱过来了 没事的 还是赶紧赶路吧 不是说周庭玉 一直高烧不退吗 军人点点头 那就把包裹给我吧 沈彦林这一次 倒没有再推辞 他暂时不用拿包裹做掩饰 等到了医院再说 这军人接过背包 还吃了一斤 这东西还挺沉的 要不是他力气比较大 这一次 真的要丢人了 与此同时 他更加的吃惊 更加的佩服了 这个女人 好强的毅力 为了丈夫 带着三个孩子 自己抱着两个 又背了这么重的一个包 一路赶过来 这就是他们背后的女人 他们能够在军队 这么放心的工作 不就是因为 他们在背后支持他们吗 而沈彦林 也很佩服这些 穿绿色军装的军人 都是因为他们 代替大家负重前行 他们才能和平 而安静的在后方生活 世界从来不是和平的 我们能够享受这些 都是因为他们 在前面负重前行 代替我们忍受了这些 出了月台 出了火车站 沈彦林被带着网路边走 我们的车停在这边 我们的车会 直接送你们到军医院 但是听说 周婷玉的情况不是很好 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周婷玉的事情 他们也听说了 因为得到了重要的情报 他被敌人追击 坠下山谷 双腿粉碎性骨折 这还不止 周婷玉还忍着痛 一路爬着到了猥琐 才得救 成功地将情报送了出来 这一次 可是给战友很大的支持 也避免了很多战友 因为情报的缘故 而遭受的损失 让他们吃惊的是 医生说 周婷玉曾经拖着 粉碎性骨折的双腿 用手爬了超过一天一夜的时间 他的手掌都血肉模糊了 这种毅力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 但事实就是如此 上了车 沈彦林带着三个孩子坐在后面 两个军人中的女军人 陪着他一起坐在后面 周强坐在副驾驶 那个男性军人开车 一路比较沉默 女性军人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沈彦林反而比较镇定 他对周婷玉 根本没有什么感情 他又不是原生 他之所以愿意过来 不过是因为对方是一名军人 还因为周婷玉是孩子的父亲 他从背包里拿出水 又给三个团子喂了水 给他们提前打预防针 爸爸受伤了 可能和之前火车上的小哥哥一样 高烧不退 没有办法清醒过来 但你们要相信医生 一定会把爸爸给救醒的 所以你们看到了爸爸 不要担心 不要害怕 我们只要默默地看着爸爸 给他打气 就可以了 知道吗 或许孩子还不知道 沈彦林说的是什么 但都懂事地点头 周世文还问 那爸爸能醒过来吗 沈彦林点头 重重地回答道 爸爸一定会醒的 我保证 我相信妈妈 三个团子都是这么说着 女性军人不得不佩服沈彦林 沈彦林虽然不是军人 但她带孩子 真的很有一套 三个孩子 真的被她教导得很好 这样的女人 才配得上周婷玉这样的英雄吧 他们男主外 女主内 一定相处得很好 女军人心里 原本就对周婷玉很是佩服 心里还在想 到底什么样的女人 才能嫁给周婷玉 如果太差的话 她是不是可以 但现在 女军人觉得 自己还是不要起这样的心思 这是对周婷玉的污蔑 也是对沈彦林的侮辱 更是对自己人格的蔑视 车子很快就到了军医院 车子停稳 沈彦林下车 抱着两个孩子 一步一驱地跟着周强 进入到医院 同时有一个护士带着他们 因为周婷玉的情况很危险 所以她被安排在了一个独立的房间内 不过病人的情况有些奇怪 她的求生欲并不是很高 你们要努力地唤醒她的求生欲 护士在交代着什么 也同时在打量沈彦林 因为赶路 沈彦林的身上有一些疲惫和脏乱 但即使如此 护士也看出来 沈彦林是一个美女 心里有些想法 也没有说出口 沈彦林自然不知道护士的想法 就算是知道 也不会在意 她对周婷玉并没有什么想法 直到护士将她带到了这个病房内 此时 周婷玉还在挂点滴 还有个医生在这边看着她 看到沈彦林带着孩子进来了 医生立刻就知道 这是周婷玉的妻儿 你们终于来了 我们尝试了所有的办法 都没有办法把她的高烧退下来 再烧下去 好人都要烧江湖了 常见的就是一些孩子 本来挺聪明的 因为高烧不退 后来把脑子给烧坏了 甚至连智商都烧糊涂了 变成了痴儿 沈彦林放下孩子 才问道 你们给他用酒精降温了吗 第五十一章 按摩难道真的能抛弃吗 酒精降温 医生一愣 不过这个办法 还真的可以 不过之前 因为周婷玉的家人没有来 一些手段也没有用 去给我取一些酒精来吧 我自己给他按摩 沈彦林说着 看医生还愣着 又补充了一句 来的路上 我们遇到了一个孩子 也是发高烧 是我用酒精帮忙降温 才让他退烧的 周强点头证实了这一点 医生这才转身 对护士说了一句 去拿一瓶酒精过来 这边 沈彦林已经掀开被子 发高烧 有的人是要捂着 出一身汗 也能带走不少的热量 但这个时候 周婷玉的身体内部的热量 退不下去 那就显然 要用别的办法了 他看着周婷玉的样貌 虽然原生的记忆里 已经看到过了 但真的看到 沈彦林还是忍不住的感慨 太帅了 既有男人应该有的刚硬 也有小鲜肉 应该有的皮肤和白皙 简直 就是两种男神的结合 怪不得原生死活 要嫁给他了 沈彦林内心感慨了一句 不过也没有停下 他已经解开了周婷玉的衣服 就好像是一个 有些急的女郎 沈彦林都觉得 自己的手过于顺手了 解男人的衣服 居然这么顺利 这么熟练的吗 解开衣服 里面就是白皙的皮肤 沈彦林以为 每天都锻炼的男人 皮肤应该不会太好 至少 不会如现在一样 就和牛奶一样白皙 不对啊 以前不是古铜色吗 是因为他之前 刻意地晒出来的 现在因为生病卧床 没有晒太阳 所以才恢复了 原本的白皙皮肤 摸上去 嗯 太好摸了 没有孩子的皮肤那么细腻 但也仍然很是光滑 太奇怪了 这是一个天天训练的人 这样的皮肤 作为女人 我都要吃醋了 凭什么老天给了他 不给我 妈妈 沈彦林还在感慨 三个团子就开始喊了 沈彦林蹲下来 对周明志道 明志 你是哥哥 妈妈现在要照顾爸爸 你能帮妈妈 看着弟弟妹妹吗 就 嗯 不知道能不能给我一条凳子 孩子还小 站不了太久 可送出去 我又不太放心 不知道能给我一条凳子 让孩子坐在旁边吗 虽然要照顾周婷玉 但沈彦林可不敢把孩子放出去 医生盲点头 他刚才也是愣住了 这要不是知道这是周婷玉的妻子 他都以为这是哪里来的女人 给男人解衣服 这么熟练 看起来周婷玉在家里 也是有福的 沈彦林可不知道 医生在内心付菲自己 正好护士拿了酒精过来 沈彦林接过 看着点滴也没多少了 就问道点滴差不多了 能帮忙拔掉吗 接下来 我要手动给他按摩降温了 护士连忙收回目光 原来周婷玉还有肌肉啊 可是皮肤好白啊 好喜欢啊 嗯 是别人的老公了 好可惜啊 周婷玉的下半身已经被固定了 沈彦林一边取了酒精 在周婷玉的身上游走起来 按摩 本来就带着点暧昧 沈彦林觉得自己 其实也是很享受的 自己名义上的老公 又只是摸摸怎么了 我这是在给他治病啊 按摩完前面 沈彦林直接单手就将周婷玉给扶了起来 开始按摩背部 医生正好拿了一条凳子进来 看到这一幕也是瞪大了眼睛 这女人 好大的力气 周婷玉的幸福 好吧 也不一定是幸福啊 万一是这女人主动 嗯 那是双倍的幸福啊 来 叔叔帮你们坐上来 孩子确实太小了 医生都不敢想 这女人是怎么带过来的 一路上距离可不短 就算是周强抱了两个 她也要抱一个 一路抱过来 还有这力气 还是看到周婷玉的身体 才有力气的 胡思乱想着 就看到沈彦林单手抱着周婷玉 另外一只手完成了按摩 接着 沈彦林又给周婷玉盖上被子 衣服就不穿了 等会 过十分钟 我再按摩一次 我就不信了 这高烧还能下不来 说着 沈彦林又对周明智道 明智 你带着弟弟妹妹来跟爸爸说说话 让他听到你们的声音 人的身体真的很神奇的 有的人靠着意志 真的能战胜病魔 这好像是一种奇迹 又可能是人的免疫系统 真的和意志有关 周明智小朋友 真的带着孩子过来 其他人好像没什么事情做 医生也有些困了 沈彦林让医生先去休息 我来了 就换我看着吧 有情况 我会喊医生的 那我就先去休息了 还真困了 一晚上没睡呢 谢谢医生了 不谢 沈彦林又看着周强道 要不然 你也先去睡一会 周强摇摇头 我不困 我昨天晚上睡饱了 不过 我去问问 能不能推一张床过来 你要照顾周婷玉 晚上也要睡觉的 嗯 孩子们也要睡 周强出去不一会 就推了一张床过来 沈彦林问 那你呢 周强笑道 我到附近的兄弟单位借助 没事的 你不用担心我 晚上我们换着来 不能一直让你一个人忙 看沈彦林还要说话 周强急忙说道 你不知道 周婷玉是代替 我出任务才受伤的 我不做点什么 心里不安 沈彦林宽解道 不要自责 这是周婷玉自己的选择 再说了 没有什么就是你的 不是他的 算了 我说服不了你 我也确实没办法 不过今天你先去休息 嗯 我想问一句 吃饭的问题怎么办 这些都是很现实的事情 必须要问清楚 他能挨饿 孩子不行 他又不能凭空变东西出来 被人看到了 那就麻烦了 周强点点头 我过去帮你问问 还有生活用品 我也帮你弄好 你等着 周强出去 沈彦林就坐在床边 看着周婷玉 陷入到了沉思 这个男人 长得是真好看 或许 沈彦林 你在想什么 沈彦林起身 开始第二次按摩 他一边按摩 一边想着 算了 暂时就这样吧 都这样了 难道还真的能抛弃他吗 感受着周婷玉 靠着自己 沈彦林心里 对自己这么说道 第五十二章 发现 手指动了 可惜的是 这个男人 没有办法给他回应 沈彦林已经看到了 男人在被子下的腿 就那么软夸夸的 外表看不出什么来 但精气神却能感觉到 或许就是因为这样 这个男人不愿意面对吧 周明志带着两个小团子 不断地给他说着话 目前看来 并没有什么用处的样子 周婷玉并没有任何的反应 没有和电视剧里一样 听到了自己 想要见到的人的声音 立刻就是清醒了 现实终究不是电视剧 哪里有那么巧合的事情 沈彦林自嘲的一笑 他甚至觉得 这个男人就算是醒了 怕是也没有办法振作起来 因为他丧失了双腿 也就意味着 他要离开自己 最想要为之奋斗一生的职业 职业生涯的丢失 是很多男人 都无法接受的事情 这就好像很多 位列高位的男人 突然退休了 车水马龙变作门可罗雀 男人的精气神 很快就会丢失 那还是享受过多年之后 只是丢失了权力而已 在这里 这个男人可是正直壮年 还能工作奋斗很多年呢 你要是在以后 不用出去 在家里做个直播 话都不用说 怕是就有很多人打赏吧 沈彦林叹息一声 给周婷玉按摩完 又将他放下 这个男人毫无反应 他也不意外 周婷玉本来也不喜欢他 只是因为到了年纪 需要结婚了 而恰好他来了 还有耿眉香 以及胡牧连的推动 他才半推半就的娶了他 估计周婷玉当时也就是抱着完成任务的念头 每年如果不是必要 他连家都不想回 才把周婷玉放下 盖上被子 周强就回来了 弟妹 单位那边帮你安排好了 这些天 你就在医院的食堂打饭吃 这里是饭票 还有菜票 你直接拿去打饭就可以了 这里不用钱 都是要去兑换这种票的 对了 医院还每天提供一顿病号餐 你可以自己到小厨房去领 这病号餐就是给周婷玉的 本来是有两顿的 但因为周婷玉没有清醒 现在是沈彦玉在吃 所以只提供一顿 这还是因为 沈彦玉把孩子带来了 不是不肯多提供 是因为大家物资都不多 这里还好 军医院都是职工的 肉菜比较丰富 要不然还提供不了 沈彦玉点头 周强就提出带他去食堂看看 沈彦玉正好要在医院这边到处走走 另外 如果可能 他还想在这附近转转 这里是靠近郊区 他打算去市区看看 如果能遇到鸽子市 我换个装扮 去卖点物资 换点钱 他来到这个世界 已经十多天了 手头上物资不少 但钱和票都很少 如果能换一些钱和票 他当然想要换的 手上没钱 没票 这心里总是不够踏实 转了一圈下来 他对医院基本都熟了 至少说到地方 他知道怎么去 周强提出告辞 他要去单位那边 有些事情需要了解 沈彦玉也不怕 他回来 却看到孩子不见了 沈彦玉给吓坏了 刚要奔出去寻找 就看到周明志 带着弟弟妹妹回来 沈彦玉冲过去 你们去哪了 妈妈不是说了 不要离开吗 妈妈都要吓死了 周明志懦默地说道 弟弟妹妹想要上厕所 我带他们去厕所了 虽是虚惊一场 但沈彦玉还是知道了 自己的内心 确实很喜欢这三个团子 甚至 刚才他差点以为 三个团子不见了 那种交集 都要疯了一样 这和沈彦玉 以前的性格很不像 看起来 我确实很喜欢孩子 转过头 沈彦玉又看到了孩子他爸 就有些嫌弃 带着孩子到了床边 沈彦玉对着周婷玉 就忍不住地抱怨道 虽然说 我是用了点手段 才嫁给你的 主要是前身 他继承了前身的身体 难道还要说 不是他的原因吗 不过至少也是用了心的 你一年到头都不回家 也不带我随军 我也没说什么 现在这样一睡不起 高烧不退 没有求生意志 是怎么回事 沈彦玉是真的很生气 这样的周婷玉 确实看起来 像是一个睡美男 但是 就因为双腿不能站起来了 无法继续职业生涯 就这么堕落 连醒都不愿意醒了 你爸妈就算了 我也懒得说 他们也有其他的儿子 看起来也不是那么在意你 可是 你的孩子呢 你不要了 周婷玉毫无反应 沈彦玉就生气了 看起来 你是真的不在意孩子 还说什么 要给人雕刻小狗 做玩具 怕是随口说的吧 你不在乎我 我也不在乎了 可是 你总不能不管你三个孩子吧 沈彦玉越说越生气 你要是再不行 我就带着三个孩子改嫁 让他们叫别人爸爸 让别人打你的孩子 他说的是气话 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哪里来的气息 明明自己其实也就是 看看这张脸 但其实对这个男人 也仅限于这张脸了 这和他在现代的时候 看那些偶像明星 天天喊着什么什么老公 其实也就是看个脸 对那个明星本身 他并无感 此时也是一样 周婷玉除了没有什么 代表作之外 这长相放在现代 妥妥的靠脸 就能成偶像 再演一些什么偶像剧 只要出场 甚至不需要演技 都能大火的那种 说完了 沈彦玉也感觉轻松了 他感觉到 自己内心有什么随之离开了 是原生最后的一点想法吗 难怪了 沈彦玉还觉得奇怪 自己不是这种人 周婷玉醒不醒的 甚至最好 就是变成白痴也没关系 他自己带着孩子多好 可他也不知道怎么的 就喊出来了 甚至还有医生和护士 奇怪的看了过来 有一个护士 还偷偷的伸了脑袋过来 周明志担心的 抱着沈彦玉的腿 妈妈 其他两个团子都要哭了 语气里都带着一点哽咽 沈彦玉连忙蹲下来 抱着孩子 安慰道 没事没事 妈妈就是脾气没忍住 说的都是气话 不是真的 他蹲下了 却没发现 一直没有什么反应的周婷玉 手指好像却实动了动 第53章 红烧肉 海姆立刻急救法 沈彦玉错过了这一幕 他安抚了孩子 起身说道 好了 你们在这里看着爸爸 我会拜托护士小姐看着你们 不要出门哦 妈妈去打饭了 此时 已经接近中午了 是时候吃饭了 这里是军医院 安全性要高一些 因为出入的人身份也单一一些 大部分都是军人 或者是军人的家属 这些人的素质会高一些 至少 不会是人贩子 昨天晚上 经过了那一场人贩子捕捉 要是在普通的医院 因为出入的人 都很杂 甚至不是来医院看病的人 都能随意出入 沈彦玉还真的有些担心 他拿着糖瓷钢 回头看周明治小团子 很坚定的保证自己不会出去 也会看着弟弟妹妹 沈彦玉才带着糖瓷钢出来 这糖瓷钢不小 装满了 足够他们娘四个吃的 沈彦玉的力气很大 相对的 他吃的也就多了 到了食堂 已经有不少人在这边打菜了 沈彦玉先去打饭 要了七两米饭 少了怕吃不饱 这还是他有随身空间 可以自己偷偷地吃一点 因为周廷玉立功了 这些饭票和菜票 都是周廷玉单位给的 不用他们自己出钱 沈彦玉一路看过去 大部分都是蔬菜 他要了一个油麦菜 这东西 林江市那边是没有的 另外 他还要了一份鱼 糖醋的 接着 沈彦玉去了小餐厅 这是给领导加餐的地方 那个 我是周廷玉的家属 我来问问那份病号餐 提供了 为何不要 他也可以给孩子吃点好的 听到沈彦玉的声音 因他话的是一个胖胖的厨师 听到是周廷玉的家属 很快就笑着过来 今天做的红烧肉 我给你多打一点 沈彦玉递了糖醋缸子过去 那胖厨师打开一看 还愣了 沈彦玉连忙说道 我带了三个孩子来 所以要多打一点 要不然不够吃 嗯 女人吗 再能吃能吃多少 不过胖厨子 还是给了很大一勺的红烧肉 看着那红彤彤的肉 沈彦玉都忍不住的赞叹 谢谢您了 带着糖醋缸回来 就看到三个团子 还在床边和周廷玉说着什么 很是乖巧 周廷玉 你要是再不行 你就真的是枉为人父了 来 宝贝们 拐吃东西了 沈彦玉招呼了一声 周明志就带着弟弟妹妹过来 熟练的排起队来 周诗文在最前面 周明身在中间 周明志习惯的站在了最后 一人一口 然后是沈彦玉自己吃一口 如此往复 这一幕 让不少护士看到 都是特别的喜欢 眼睛里都露出小星星了 周廷玉的孩子 好可爱啊 还排队吃饭 好喜欢啊 好想捏捏他们的脸 好想带回家啊 沈彦玉趁着喂饭的间隙 自己也吃了一大口 他把肉食都给了孩子 自己吃的是青菜 他也爱吃荤菜 不过自己可以偷偷的吃 他把鱼刺都尽量的挑干净了 免得孩子被鱼刺给卡住了 这可是很危险的事情 民间卡了鱼刺 有很多的土办法 比如说 喝水冲进去 喝醋软化鱼骨 吃饭咽进去等等 但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鱼骨要是卡在了气管上 很容易把气管给扎破 正说着呢 旁边就传来了惊呼声 医生 医生 快来啊 沈彦玉本来没有在意 以为是病人出了什么意外 虽然同情 但这在医院是常态 他安心的给三个孩子喂食 很快周世文就吃饱了 他摸着肚子 有些为难的说道 妈妈 我好想多吃一点 这个肉肉好好吃啊 可是 我吃不下了 摸着肚子上的肉肉 说着 肉肉好好吃啊 这个状态 沈彦玲差点没被萌化了 那妈妈以后多给你弄点肉肉吃 沈彦玲保证到 看着周世文眨着一双卡自兰大眼睛 萌化的问道 真的吗 真的 沈彦玲拿出一块手绢 给周世文擦了擦嘴巴 又把水壶拿出来 给他倒了点水 让他自己在一旁吃着 接着 周明生和周明志都先后吃饱了 沈彦玲都给他们倒了一点水 慢慢地吃着 不要太快了 喝水要少量多次哦 其实饭后喝水不好 因为容易冲淡胃酸 但吃了饭 嘴巴里是有些口渴的 孩子可没有那么好的毅力 所以该喝的还是要喝 这就和有一个明星的爸爸说的 养生的事情 大家不懂吗 都懂 外卖不干净 他不知道吗 知道 可是不吃他会饿死啊 随点 饭后喝汤喝水都不好 但不喝忍不了啊 所以还是喝吧 沈彦玲把剩下的饭菜 都吃了 还剩下一些红烧肉 有些偏甜了 但孩子就喜欢这个味道 沈彦玲自己吃红烧肉 是喜欢一些稍微甜一点 但不会太甜的那种 后世有那种专门的红烧酱油 烧出来的红烧肉 红彤彤的 一点甜味都没有 沈彦玲不太喜欢那种 他还是更喜欢自己炒糖色 用冰糖来炒 烧出特别干净透明的红色 看着就有胃口 吃完饭 沈彦玲刚想要去洗碗 还不忘嘱咐一句 不要出去哦 如果要去卫生间 等妈妈回来 带你们去 刚出来 就看到医生 在那边面对一个孩子 束手无策 沈彦玲不知道到底怎么了 但看他孩子的脸 渐渐的有些变成紫色了 这是呼吸不通畅呢 怎么了 沈彦玲问了一句护士 才知道 是孩子吃东西 卡住喉咙了 医生想要用镊子去取东西 但孩子不配合 只是敲后背的方法 拿不出来 看他孩子已经 渐渐的呼吸不过来了 沈彦玲连忙放下糖刺钢 走进来说道 我来试试吧 医生也没有办法 已经将孩子抱起来 一只手捏住孩子颧骨两侧 手臂贴着孩子的前胸 另一只手 拖住孩子后颈部 让其脸朝下 趴在自己膝盖上 在孩子背上拍一次 在那孩子的妈妈 想要说话的时候 这孩子已经咳嗽出来 把东西给吐了出来 原来是一个核桃人 第五十四章 给你测刚温 骂醒了 谢谢 谢谢 那妈妈连声道谢 也庆幸自己话 还没说完呢 反倒是那医生有些好奇 你这是怎么弄的 不要惊讶 这个时候 很多的医生培养都是这样的 而且 也不是每个人都懂得 这个海姆利克急救法的 沈彦林连忙 把这个海姆利克急救法 说了一下 刚才如果孩子还没吐出来 还可以试试另外一个姿势 把孩子翻过来 躺在坚硬的地面或床板上 抢救者跪下 或立于其足侧 获取座位 并使化儿骑在 抢救者的大腿上 面朝前 抢救者以两手的中指或食指 放在化儿胸阔下 和骑上的腹部 快速向上重击压迫 但要很轻柔 重复 直至异物排出 沈彦林对医生说道 我其实也不太懂 就是学急救的时候 和一个老医生学的 据说叫什么海姆利克急救法 利用冲击腹部 隔肌下软组织 被突然的冲击 产生向上的压力 压迫两肺下部 从而驱使肺部残留空气 形成一股气流 这股带有冲击性 方向性的 长驱植入于气管的气流 就能将堵住气管 喉部的食物硬块等异物驱除 使人获救 沈彦林一点都不藏私 那医生很是好奇地 询问这个海姆利克急救法 沈彦林就给他说了一下 如果是大人 抢救者站在病人背后 用两手臂环绕病人的腰部 然后一手握拳 将拳头的拇指 一侧放在病人胸阔 下颌旗上的腹部 再用另一手抓住拳头 快速向上重击 压迫病人的腹部 重复以上手法 直到异物排出 沈彦林说着 又觉得好笑 自己一个普通人 就是前世跟着救援组 学了点急救 现在 却要给专业的医生说这些 也是因为 国家经过了这一段时间 有些人才断档了 比如说 花钱花老 一代中医大拿 现在还在葫芦澳的牛棚住着呢 好了 我也就是跟老医生学了一手 具体的 我也不太清楚了 至于其他的 我还真的不了解 沈彦林笑着 拿着唐瓷钢就跑掉了 他人跑掉了 余下的人 都是笑嘻嘻的 显然 大家对这个年轻好看的女孩 都是很喜欢的 虽然接触不多 也是今天才来 但已经给他们留下了好印象 洗碗结束 沈彦林回来 又给周婷玉用酒精降温 完了 他摸了摸周婷玉的额头 感觉好像 确实温度降下来了一些 沈彦林忙走出来 找到护士要了温度计 给我一根温度计 我给他测量一下体温 我感觉降了一些 之前的温度他没问 但看了床头的记录 高烧40度 再烧下去 再聪明的人 也能给烧糊涂了 护士一听他的话 也有些兴奋 真的吗 他拿了一根温度计给沈彦林 其实这东西 随身空间里 他买药品的时候 也买了不少 拿了温度计回来 沈彦林给他塞到腋下 那个护士也跟了过来 沈彦林还问了一句 据说侧体温最好的办法 是塞在肛门侧肛温最准确 这个说法对吗 护士没想到 沈彦林会突然这么说 还有些脸红 沈彦林一见 心里暗道 不行啊 后世的那些小护士 一个个的都是昏段子不断 这个时候的护士 还纯情呢 女护士 什么没见过 人体的部位 应该都很熟悉吧 再说了 这说的是侧肛温呢 沈彦林自顾自的侧温 护士突然说到 刚才好像看他手指动了 沈彦林一点也不在意 他又不是植物人 手指动 那可能是生物反应 这也没什么吧 护士突然就是发了个白眼 这女人 说话好 好吧 虽然有些无语 但这话还真没问题 周婷玉确实不是植物人 但双腿是没有办法的 估计是没有力气支撑他站起来 你要说他抬腿了 或许是有些惊讶的 但你要说他手指动了 这还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护士无语 说是这么说 但手指动了 也代表他自己的主观意识 或许他对你说的话有反应了 难道是 沈彦林拿出体温计一看 38度 确实是降了一点 对了 他对什么有反应 难道是刚温 沈彦林甩了甩温度计 决定再测一遍 将温度计色进去 又说道 对了 周婷玉你最好赶紧醒过来 要不然 真的要测你的刚温了 沈彦林仔细地看着周婷玉 没什么变化 也是人都昏迷着呢 哪里会有这许多的变化 看起来 不是这一句 但我是真的很想测他的刚温 而且还想要拿照相机拍下来 这人 太不负责了 不就是双腿断了吗 走不了路 还活不下去了 沈彦林别嘴 这样的男人 亏得我以前那么喜欢 算了 我反正也想明白了 你赶紧醒 你走不了 我伺候你 等你能走了 我放你自由 你喜欢谁 都可以去追求了 我不会拉着你的 三个孩子我都给你养 不需要你出一分钱 你赶紧醒过来吧 醒了 醒了 护士大喊着 沈彦林回头 果然看到周婷玉睁开了眼睛 用一种极其复杂的眼神看着自己 沈彦林有些莫名其妙 难道这个男人还真的昏迷着 其实也听得到他说的话 所以说 他早该开骂了吗 周婷玉如动着嘴巴 但可能是很多天没有说话 又或者是多日没吃饭 纯粹靠葡萄糖供应糖分 他如动了半天的嘴巴 只说了两个字 不准 还不太清晰 而且伴随着他肠胃如动 肚子发出了咕噜噜的声音 这两个字显得尤为不清晰 还好沈彦林当时低下脑袋 才听到他说的两个字 不准 不准什么 沈彦林有些奇怪 想了半天 才反应过来 你说不准测肛温 嗨 我就是随便瞎说的 你这人真是 说什么好话 你都不行 一说到要测你的肛温 你就醒了 你这男人 到底是有多臭屁啊 周婷玉扭过脑袋 不想搭理这个女人 和以前相比 一样的让人厌烦 医生 第55章 心如死灰 完成任务 护士跑出去 很快就把医生喊了回来 医生一番检查 又问了一些话 周婷玉只是沉默着 他刚才已经试过了 双腿没有知觉 根本就没有办法移动 他怕是要残疾了 一想到这个结果 周婷玉就觉得 心里都要成一片荒漠 如果不能继续投身军侣 那他的理想 他的未来 岂不是毫无意义 所以 面对医生的询问 他沉默不语 最后闭上眼睛 眼角 居然有一滴眼泪落下 男儿有泪不清痰 只是味道伤心处 沈彦玲可以理解 却无法接受 算了 暂时就这样吧 这也是一个伤心人 在他前面二十多年的生活里 恐怕也只有工作 才是他自己想要的吧 结果一趟任务 虽然圆满地完成了 但结果就是 他的双腿粉碎性骨折 再也站不起来了 也就意味着 他的未来 再也不能继续干这一行 这如何能不让他失望 甚至是绝望 沈彦玲没有感受过 这样的感觉 所以无法知道 他的确切的感受 未经他人苦 又如何劝他人善良 肚子咕噜噜地想着 周婷玉也没有之前的 那种不好意思的感觉了 他心如死灰 医生也没办法 面对一个不回应你的人 医生也没办法知道 周婷玉的确切情况 只好对沈彦玲道 看起来 你的酒精降温的办法 是管用的 接下来 你这办法还要继续 我再开点药 双管齐下 一定要把这高烧给退下去 对了 你去看看 食堂有没有粥 给他弄一点 暂时 只能吃一些流食 多日没有吃东西 肠胃可能不适应 只能吃一些流食 好消化 沈彦玲点头 送了医生离开 不一会 护士就送了要过来 沈彦玲倒了开水 想要为他吃下去 但周婷玉闭着嘴巴 就是不吃 沈彦玲没办法 只能是扶他起来 捏着他的嘴巴 给他灌了下去 周婷玉咳嗽起来 这是被呛到了 接着 沈彦玲将杯子放开 又拿了酒精 开水给他物理降温 实际上 他已经清醒了 喝药打针 应该就够了 但为了更快的降温 沈彦玲还是选择多麻烦一点 周婷玉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的衣服都被扒了 这 这可真是 他反应过来 不断的扭动 还想要用手来将沈彦玲推走 沈彦玲没办法 他力气是大 可不能一边控制周婷玉 一边给他降温吧 明智 带着弟弟妹妹过来 抓着你爸爸的手 沈彦玲对周明智说着 又对周婷玉道 你在乱动 等会把你儿子女儿给打了 可不要怪我 几双小手 抓着周婷玉的手 让他立刻就是一将 然后 周婷玉不敢动了 他虽然有些心烦意乱 但对于自己的孩子 他心里还是很惦记的 再说了 身为军人 他若是伤害孩子 他做不到 就算是再心灰意冷 也不会去伤害孩子 这就算不是他的孩子 也是祖国的人民 他不能伤害 这是一名军人刻入骨子里的坚持 他们的存在 就是为了保护人民的 从来不会去伤害人民 沈彦玲健壮 顿时就很满意 这男人 虽然对自己是有点抗拒 好吧 是有一些厌恶 但对孩子 他还是在意的 接着 沈彦玲给他物理降温的过程 就很顺利了 周婷玉很不适应 这个女人的手 在自己的身上到处游走 可这个女人的力气 还真是大 一如结婚那一天 他也是这样 被这个女人 嗯 他都要脸红了 都怪他妈 怎么可能给他吃了那种 让自己没力气 还意乱情迷的药 否则的话 怎么可能 擦拭完 沈彦玲将周婷玉放下 又给他盖上被子 才对周明志道 妈妈给你个任务 周明志立刻笔直地站着 保证完成任务 这是他之前在外面 看到一个军人做的动作 他很是喜欢 就献血献用了 沈彦玲笑了起来 妈妈去食堂看看 你在这里盯着你爸爸 要是他要下床 或者做别的 你就喊护士来 总之 一定要拉着你爸爸 不能让他乱动 这一双腿 虽然大概率是保不住了 未来也不知道怎么办 但现在 他不能让他乱动 没有脚 不是还有手吗 保证完成任务 周明志小朋友 你这样确实很帅很忙 可你刺激到你爸爸了呀 沈彦玲叹息一声 拿了糖瓷钢子出门 到了食堂 这边已经没有多少人了 他找到了小食堂 那个胖厨子还在 沈彦玲就问道 大哥 周婷玉醒过来了 医生说 他只能吃点牛食 您这边有周吗 这还真是为难了胖厨子 他想了想 问道 周没有 我可以给他煮点面 你看可以吗 周婷玉他知道 这可是立了功的人 现在好不容易醒了 他可不能掉链子 沈彦玲连连点头 煮烂一点 怕不好消化 他不知道周婷玉喜欢吃什么 吃面又是不是喜欢吃烂一点的 还是吃生一点的 劲道一些的 但为了消化 还是选择烂一点的 好嘞 您就等着吧 大概十几分钟后 沈彦玲端着一碗面回来 被子有些乱 周婷玉胡乱的躺在床上 双目无神 看起来 他刚才还真的尝试了要起身 这是真的站不起来了 周明志小团子 有点哭涩的看着沈彦玲 妈妈 我没有完成任务 爸爸一直在乱动 他还想下床 沈彦玲过来 给周明志擦掉了眼泪说道 不 你虽然没有完成任务 但这是因为周婷玉同志不听话 你还是个孩子 你没有那么大的力气 但是你仍然拦着他了 你的任务还是完成了 周明志抬头 目光炯炯的问道 真的吗 真的 你做得很棒 沈彦玲赞扬了他 又对其他两个团子肯定道 你们做得也很棒 协助哥哥帮妈妈看住了爸爸 立了功 三个团子这才破涕微笑 开心了起来 但看到周婷玉 他们的笑容又收敛了起来 沈彦玲内心叹息一声 端着面条过来说道 吃饭了 没有周 我让厨师师傅给你煮了面条 很烂 很容易消化 第56章 谁没看过你那玩意 周婷玉此时 哪里有心情吃东西 不过肠卫却一直在和他作对 只是消化器官 没有自己的思想 不受到思想的控制 饿了 就会蠕动 就要发出各种声音 沈彦玲也没办法 只能先放着 等周婷玉忍不住的 肯定要吃的 可这个时候 周婷玉突然脸红 睁开眼睛看着沈彦玲 又说不出话 沈彦玲不知道他想要说什么 看他表情 半赏才问道 你该不会是 不是 周婷玉这一次的回答 斩钉截铁 沈彦玲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脸红 这还害羞呢 明智 妈妈和你爸爸 有些事情要做 还好周明智听不懂 要不然 这么暧昧的话 肯定会脸红的 好 妈妈 团子们很听话 沈彦玲感觉到很欣慰 周婷玉却脸红了 他又不是孩子 开车什么的 他虽然不太会说 但却听得懂 只是他咬着牙 就是不说话 周明智带着弟弟妹妹出去 还给关上门 沈彦玲就拿了一个夜壶过来 就要去掀被子 但被周婷玉一把抓住 你要干什么 给你小姐呀 难道你还想尿医服里不成 其实之前周婷玉是插了尿管的 不过今天沈彦玲来了 就让医生给撤了 这个时候 沈彦玲也看出来了 周婷玉是尿急了 但面对沈彦玲 周婷玉根本就不好意思 抓着被子不松手 沈彦玲说道 你这身体上上下下 我给你擦身子的时候 还有圆房的时候 我哪里没看过 还不好意思 是不是有点晚了 周婷玉的脸色胀红 就好像是冲写了一样 半晌 只憋出来一句话 无耻 沈彦玲无奈 这还矫情上了 他要不是原生和周婷玉 都已经圆房了 他也不好意思的好吧 电脑里几十个的资料 那都是他之前闺蜜的 可绝对不是他的 他一遍都没看 绝对没有 只是检查了几百遍而已 你这样也没办法 你总得撒尿吧 要不然 你尿在裤子里 到时候 我还要给你擦血 要给你擦身子 到时候不一样要看 周婷玉直呼受不了 这个女人越发的胆大了 特别是她力气还大 她一个男人 还天天锻炼 居然都比不过了 周婷玉的力气是很大的 要不然 也不能单靠双手 就能支撑着 爬了一天的时间 要不然 她也没有办法 从那个山谷里爬出来 没办法 爬到卫所的附近 从而获救了 可这样的周婷玉 居然比力气 输给了沈彦玲 这还有天理吗 我自己来 你把尿壶给我 周婷玉眼看着自己 就要撑不住了 而且身体也要撑不住了 她不得不妥协 就算是心灰意冷 但自尊和面子还是要的 不能被女人看了去 沈彦玲把尿壶递给她 还吃笑了一声 搞得谁好像没看过似的 不就是 你还说 好了 我不说了 你尿吧 你转过去 屁事还多 好像谁稀罕看似的 我又不是没看过 周婷玉只觉得 从来没有这么厌恶过一个女人 就是这个女人 她是长得好看 可她为了得到她 做了很多她不喜欢的事情 只是因为这些事情里 也有她妈和她大嫂的身影 二嫂也不干净 所以她忍了下来 每年也尽量的回去一段时间 可周婷玉还是受不了 所以不到必要 她根本就不回家 但她之前也只是尽量的闭着 但此刻 她觉得这个女人太粗俗了 太受不了了 可她反而没有办法躲避了 她的双腿断了 她站不起来了 绝望蔓延 但身体的感觉 却不会因为她的绝望而停止 沈彦玲转过身 快尿吧 别人还不知道 咱们关了门在做什么呢 你快点 我给你去到了 还要去清洗呢 你总不想等会 还要用一个不干净的尿壶吧 打了点滴 这尿本来就很多的 没办法 周婷玉只能是忍着不适 拉开裤子 不一会 沈彦玲听声音结束了 还感慨 这时间还挺长 还挺能憋的 膀胱不错 沈彦玲赞叹了一句 回头就看到她把裤子缩了回去 嗯 还看到了一点 本钱确实不小 沈彦玲赞叹了一句 在周婷玉脸色通红 和难看的神色中 接过了尿壶 又皱了皱眉 看起来 你还粘到裤子上了 回头我给你擦一擦 给你换了衣服吧 不用 周婷玉气鼓鼓地说道 转过头 不去看这个粗俗的女人 脑袋里都是什么 什么话都敢说 还什么本钱 嗯 虽然她确实也挺自豪的 当年也是迎风尿三里的 但从一个女人的嘴里说出来 她怎么都觉得有些不好听 沈彦玲也不管她 周婷玉只是腿不能动 手还是有力气的 她其实不缺糖分 每天两大瓶的葡萄糖呢 只是因为没有吃东西 肠胃有些不适而已 小朋友 你们怎么出来了 还关着门 爸爸妈妈在里面有事情呢 沈彦玲听到这一句 只看到周婷玉脸色更是通红 有些想死的感觉 沈彦玲憋着笑 最终还是没忍住 笑了出来 她走过来 打开门 护士站在外面 看到她手里的尿壶 就知道刚才自己想错了 也是 周婷玉刚醒 就算是很久没见了 也不会这样着急 好了 明志 带着弟弟妹妹看着爸爸 我去清洗 一下这个尿壶了 好 妈妈 看着周明志带着孩子进去 太懂事了 沈彦玲又对护士点了点头 这才往卫生间的方向走去 在倒掉尿液的时候 沈彦玲又想到 刚好 我还缺肥料呢 这尿里有尿素 不是挺好的肥料吗 她一个意念 就把这些东西 倒在了一棵矮化植株的樱桃树下 全当是施肥了 还要弄点水分进去 随身空间里没有水 我也得弄一些水缸进去 要不然 我总不能每天都去外面 浓水浇灌果树吧 第57章 吴小彤 原儿 就在沈彦玲考虑要买几个水缸 储存水 浇灌果树的时候 省城的一处医院 一家子也已经到达了 我的乖孙 一个老太太大叫着 朝着一个病房冲了过去 那个样子 你绝对想不到 这是一位老人 一对年轻夫妇跟了过去 脸上也是一样的交集 一位老爷子在后面跟着 随同的 还有一对比之前 那一对夫妻 要年轻一些的男女 同时 一位警员 还有一位火车站的工作人员过来 老爷子问了一句 昨天的事情都调查清楚了吗 警员点点头 都问清楚了 确实是一个人贩子团队 不过其中有一个人 就是那个领头的 似乎不止是如此 老爷子点头 想查 这种人 绝对不能姑息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 这样的人 手上沾满了血腥 破坏了多少个家庭 是 您说的对 老爷子又转说道 对了 这个人贩子集团 是怎么被发现的 此时 那个火车站的工作人员 连忙接到 这个说起来 也是一个巧合 主要是拐走您孙儿的 那个老玉 他坐火车的过程中 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女人 感觉到这个老玉不对劲 后来 又看到您孙儿穿的衣服 和对方不一样 这件事情大致说了一遍 老爷子奇怪地说道 衣服有什么不一样的 那个工作人员不好意思说 老爷子就皱了眉头 最后 那工作人员还是说了出来 主要是人家说 那个人贩子老玉 穿的是粗布的衣服 属于工薪阶层穿的 您孙儿的礼仪是丝绸的 不是普通人能穿得起的 老爷子就责怪道 我就说 就显得他们家有丝绸 因为激动 他甚至开始咳嗽起来 那个年轻的男子 上前给老人顺了顺 才说道 这也是嫂子自己知的布 您就不要再说了 要不是这样 那个女人也不会认出人贩子来 我侄子不是被拐走了 老人瞪了一眼过来 要不是他穿了丝绸 怕是人家还不管他呢 这就显得有些不讲道理了 人家拐了 又不会来要赎金 人家拐卖了 是为了要卖钱的 人家就是看孩子长得好看 这才起了心思的 和穿不穿丝绸没关系 但男子知道自己的父亲 一生节俭惯了 最看不得铺张浪费 此时 他们刚好到了病房门口 老太太瞪了一眼过来 都什么时候了 还计较这个 你没看孙子还没好吗 老人无奈地摸了摸鼻子 要是平时 他肯定要批评老伴的 可这个时候 他还是闭上嘴巴的好 年轻男子无嘴 差点没笑出声 医生说道 不要紧了 昨天虽然发了高热 但在送到医院之前 已经有人帮忙降温了 送到的时候 高热已经退了 再打两瓶点滴 就差不多可以出院了 老太太有些好奇 那火车站的工作人员 就说了经过 火车上没有医生 不过那个 就小公子的女人 自己带了三个孩子 可能是有经验 正好我们的同事 带了酒精上去清洗东西 他就借了酒精 给小公子降温 据说是给胸前和背部按摩了 老太太点点头 这是咱们的恩人 就是不知道这个女还是谁 你们有问过人家的名字吗 大家都是摸了摸鼻子 这个还真没有人问过 老太太称怪道 到现在了 你们居然还没去问人家的名字 不说人家认出了人贩子 就这高热 要是不及时处理 咱们云儿也要烧糊涂了 这话不是指责警员 和火车站工作人员 是在指责自己的儿子和媳妇 年轻男人连忙点头 我这就去问问 那个火车站的工作人员 好像想起了什么说道 我们虽然忘记 问名字了 不过当时有一个同行的男人 好像是他大哥 是咱军队的 好像也是带他妹妹到军队 去看望女人的丈夫 他说还是咱们子弟兵好吧 就你心疼孩子 还不让他去当兵 说到这个 那个年轻男人摸了摸鼻子 他不是不能去当兵 只是他个性散漫 实在不合适 而且他也有其他想做的事情 所以才求了老妈出面 免了自己去当兵的命运 这老头子 不过说起来 当兵的确实不错 但这不代表 他也要去 就算是不去 也不能说 他不敬佩那些当兵的 这是两件事 怎么能凑在一起说 沈妍林可不知道这些事情 他清洗完尿壶 回来的时候 正好遇到了那个 被核桃卡了脖子的孩子的妈妈 两人凑在一起说起了话 什么 你不是咱们这里人 你也辛苦了 大老远的过来 那位妈妈说道 对了 我叫吴小彤 你叫我小彤就好了 对了 你叫什么 我叫沈妍林 你叫我小燕或者小灵 或者叫我小沈都可以 我就叫你小燕吧 我看你年纪不大呀 怎么就生了三个孩子 说起这个 沈妍林还有些不好意思 总不能说 原生比较花痴吧 沈妍林摸了摸鼻子 当年不懂事 我们那嫁娶得早 吴小彤也不纠结这个 忙插开话题 对了 我家种了好些棵柚子树 回头我让我弟弟 送一些柚子过来给你 说起这边 沈妍林倒是想起来 这安可是柑橘类的产地 有超过十几种的柑橘 另外 这里的温度很神奇 又有热带的水果 又有温带的水果 他前世买了不少 但数量不太多 如果可以 他倒是还想多买一些 正好 他空间里购买的肉类 和大米什么的都很多 可以置换一些 大米什么的 他可以自己再种一些 就是有些麻烦 需要再多弄一些泥土进来 不过葫芦澳别的不多 泥土还是很多的 后山随便弄 沈妍林想着 和吴小彤告别 回来就看到周婷玉放下面碗 面无表情地 看着其他的地方 沈妍林松了口气 吃东西就好 要是真的不吃不喝 那才吓人 第58章 交拼音 周婷玉的想法 沈妍林没有提面的事情 怕周婷玉面子挂不住 下次就不好沟通了 他也不想凡事都勉强 逼迫周婷玉吃什么的 他力气是有 但是不好看 而且强扭得瓜不甜 周婷玉也松了口气 他是真的怕沈妍林突然问 你刚才不是不吃吗 怎么这会儿都吃完了 他就知道 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可是肚子真的有些难受 肠胃蠕动的时候 那是真的难受 他们两个都尽量地想要 避免这个尴尬的事情 骗周世文小团子不觉得 还举手对沈妍林道 妈妈 爸爸已经把面都吃完了 特别棒 一点都没剩下 好吧 沈妍林之前夸奖过周世文 就是这么夸奖的 但宝啊 你爸爸不喜欢这样的夸奖啊 你看看周婷玉的脸 现在红的和猴子屁股一样了 沈妍林都能想到 周婷玉肯定在想 人家都说 女儿是爸爸的贴心棉袄 我家的是黑心棉啊 沈妍林忍住笑 蹲下身子 对周世文点头 爸爸是不是做得很棒 那下次 咱们世文监督爸爸吃完好吗 周世文点头 没看到旁边的周明志小团子 都有点想要偷笑了 他察言观色 发现爸爸 好像有些不好意思了 妹妹 嗯 脸色胀红 别别嘴说道 没味道 煮的一点都不好吃 我谢谢您了 沈妍林翻了个白眼 人家厨子师傅愿意给你煮 你就该偷着乐了 这会儿又不是饭点 还要人家开小灶给你煮呢 这个男人 还傲娇上了 然后 就是一阵安静 有些尴尬 沈妍林放下尿壶 把孩子带到身边 开始教他们认字 拼音已经发明了 沈妍林就开始教孩子认拼音 这两年没那么紧张了 连知青都要开始回城了 他也不担心别的 我觉得应该从小就培养孩子学习 不是什么高深的知识 仅仅是认识字 听一些故事 能够懂一些道理就可以了 周婷玉坐在床上 本来不想去看沈妍林的 这个女人一直都是很粗俗的 他还没想到 这个女人教孩子倒是有一手 三个孩子都很好 收拾得很干净 也懂礼貌 最主要的是 三个孩子很懂事 他虽然不常回家 但也每年都有一段时间接触孩子 这些孩子比之前见到 又变得更好看 也更有礼貌了 三个孩子虽然不算胖 但脸上也有肉了 而且白皙的 一看就知道是他的孩子 周婷玉的皮肤也是这样 除非一直暴晒 否则就是很白的 这一度让战友都觉得他有仙娘 所以周婷玉 一直都是刻意的让自己暴晒 让皮肤变成古铜色 他的专业技能也是极强的 大比武从来都是前三 经常都是冠军 不知不觉的 周婷玉看沈妍林 就觉得这个女人和他最早认识的时候 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不可能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这个女人 难道还能换了个心不成 想到这里周婷玉摇头苦笑 这怎么可能简直天荒夜谭 他不太相信自己 这个有些奇怪的想法 却不知道这个想法反而是真相 接着周婷玉又感受了一下双腿 发现自己一点反应都没有 脸色又阴暗了下去 如果双腿没有办法站起来 不要说不能回到单位 继续报效国家了 他以后生活都会成为负担 不仅没有办法帮忙 还会给其他人造成负担 比如说眼前的这个女人 家里还不知道怎么说呢 他不是不知道家里是什么情况 他一年到头不回家 除了想要躲避这个女人 也有躲避家里的想法 可惜那是生他养他的家 他没有办法抛弃 他还不知道沈彦玉已经分家了 要是知道 不知道会有什么想法 沈彦玉一下子也忘记了 根本没有想到要和他说 在教导孩子的时候 沈彦玉感觉到了一束目光 有审视 有惊奇 有疑惑 不意而足 他抬头就看到周婷玉的目光 然后周婷玉低下头 他看到被子好像动了一下 沈彦玉知道这是周婷玉在尝试移动双脚 他张嘴最后什么都没有说 傍晚 沈彦玉又去打了一碗饭 要了两个菜 这一次有鸡蛋和一个青菜 他也顺便给周婷玉打了一碗饭 要了一份红烧肉和一个青菜 周婷玉却吃不下去 口味很淡 还有些发苦 根本不想吃这些东西 沈彦玉把饭放到了他旁边 自己带着三个团子排队吃饭 看到这一幕 周婷玉也是有些感慨的 这一次再见面 好像是真的有一些不一样了 以前回家的时候 这个女人的眼睛里只有自己 让他有些受不了 有些恶心 那个样子 总是会让他想到当年的那个晚上 他想象中的婚礼 绝对不是那个样子的 甚至最后还是沈彦玉主动 而他却没有什么力气 只能被动接受 虽然他可耻地被动地和他圆了房 心里是有些恶心的 要不是作为军人的责任感 他是真的不想承认这门婚事 从头到尾 他都是被骗回去的 在那之前 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回去后是要结婚的 对了 结婚 他好像连报告都没打 他们算结婚了吗 嗯 只有事实婚姻 好像法律是不承认的吧 想到这里 周婷玉心里又突然有了一点痛快 又觉得自己这样想不对 总之很复杂 沈彦玉不知道这些 带着是三个孩子吃完饭 看周婷玉没动 他以为是自己在场 所以周婷玉不好意思吃 沈彦玉看了看周诗文 用嘴巴示意了一下周婷玉的方向 周诗文学着哥哥周明志的样子 立正说道 妈妈 我保证完成任务 沈彦玉觉得 他这个样子 真的是蒙爆了 好 三宝 你要带着哥哥 一起完成这个任务 沈彦玉的话 得到了三个团子的大声响应 还被外面路过的护士 都是看到 都是会心一笑 好 那妈妈去洗碗了 你们要好好地待着 好吗 第五十九章 绣个癞蛤蟆 洗碗回来 沈彦玉本来想 回去给三个团子洗澡的 虽然天气变冷了 但经过一番奔波之后 还是洗个澡的好 医院里有热水提供 只要将病房门给关上 没有风吹过 再用床单围出一个空间来 把热水蒸腾起来的热气留住 温度不会太低 不过 路上他遇到了周强 领导已经赶过来了 明天会来医院看望周婷玉 沈彦玉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 但周强还是有些担心 周婷玉这请客 他看起来没有办法精神起来 我刚才去看他 连饭都不想吃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对了 高热退下去了吗 这一点 倒是退下去了 下午有医生来看了 温度还稍微有些高 但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接下来 只要好好的打针吃药就可以了 唯独这精神方面 沈彦玲也没有好办法 他的双腿 医生已经下了判断吗 真的没有可能了吗 沈彦玉问道 说起这个 周强也是沉默了下来 最终 周强点点头 基本不可能了 双腿粉碎性骨折 根本没有办法了 若只是断了 骨头是能再结起来的 周婷玉还处于壮年 这不是什么难事 可惜 周婷玉的双腿骨头粉碎性骨折 这就不是长起来的事情了 除非有传说中的仙药 可这是现实 怎么可能 你多开解一下 没有双腿 周强说不下去了 失去双腿 他觉得自己无论怎么安慰 都显得苍白无力 沈彦玲只是点点头 他知道 可他劝说不动 告别周强 沈彦玲回到病房 那碗饭没有动 周诗文还在尽力地劝说 可惜根本没有效果 周婷玉看着那碗饭 压根就没有食欲 中午那一碗面 总不好浪费 所以他硬塞进去了 到了晚上 这面感觉还没消化呢 而且对未来失望 甚至是绝望 让他根本就不饿 或许肚子有一些感觉 但脑袋并没有想吃东西的信号 沈彦玲也不催促 他知道周婷玉不喜欢他 说的再多也没有办法 这个事情 还是要他自己想明白 那么多先天残疾的 难道都不活了 意外每天都在发生 难道都不活了 他收拾了一下 打扫了一下卫生 周强去而复返 对了 这是单位那边 带过来的周婷玉的换洗衣物 刚才忘记给你了 沈彦玲接了过去 发现周婷玉还是不发一眼 这个男人 也就是强迫他的时候 才吐了惊口 还真有点惊口难开的感觉 沈彦玲到过瀉 周强转身离开 还回头看了周婷玉一眼 叹息一声 这一声叹息里 包含了太多的含义了 既有惋惜 也有叹息 惋惜于周婷玉这么好的身手 以后却无法再投身 自己最热爱的事业 叹息的也是这个 世事无常 谁知道只是出一次任务 就会遇到这个呢 但他们其实内心都有准备 知道自己迟早都有这一天 甚至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最难过的是他们没有牺牲 救了回来 反而无法继续投身事业了 这才是最难过的 周强的心里 沈彦玲能够理解 无非就是一种误伤其类的伤感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或许也会这样 或许也要退役 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情况 那么 他到时候会怎么样呢 或许会坦然 就这么接受了 但或许 也可能和周婷玉一样 不曾经历周婷玉的感觉 又怎么可能知道自己最后 是不是和周婷玉一样呢 生活都无法自理 在男人的心里 又是怎么样的一种悲伤 但 该做的事情 还是要做 周强知道 自己确实是有想法 但他还是义无反顾的 继续留在了单位 或许有一天 他也会害怕 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也会退缩 但至少现在 他还是保持了这样的心情 一如他们参军时的初心 沈彦玲回头看了一眼周婷玉 还是没什么反应 他打开袋子 里面都是周婷玉的衣服 都是清洗过的 不知道是周婷玉自己清洗的 还是给他收拾衣服的战友 帮忙清洗的 嗯 应该是周婷玉自己清洗的 要不然 后来才清洗的 送过来 不可能是干的 这个男人 倒是个喜欢干净的 对了 他之前坐在床上小姐的时候 内裤上沾了一点 要不要换一下 都好多天了吧 感觉还有点味道了 他翻看了一下 有几件衣服还是破的 有缝补过的痕迹 但都缝补的不好 也是 大男人懂什么女工 他打开背包 装作从背包里 其实是从随身空间里 拿出针线 将这些衣服拆开 开始缝补起来 原来周婷玉缝补的地方 都缝补的不是很好 沈彦玲都拆开缝补了一下 半天后 看着自己的杰作 这些衣服都按照纹理缝补的 从外面看 根本看不出 这里不是刺绣 而是缝补的缺口 最后 沈彦玲看着一条内裤 这是最后一件衣服了 这件衣服 应该是穿了很久 沈彦玲突然来了兴致 拿了针线 开始缝补了起来 这一次 他打算绣一个大一点的图案 所以有些慢 等他终于是绣完了 想要伸手伸个懒腰 才发现 房间里的灯打开了 然后还有其他人在 嗯 你们 周强也在 还站在一个军官的背后 看起来 应该是周婷玉单位的领导了 他有些尴尬 此时这军官的眼神 就放在了他的手上 他拿着的是周婷玉的内裤 在前面 他刚绣了一只癞蛤蟆 而且正好在中间的位置 他绣了那只癞蛤蟆张大的嘴 他连忙将内裤往后放 引得军官都差点笑出声 领导 坐 沈彦玲连忙收拾了一下 将原本给周明志三个小团子 坐的那条椅子搬了过来 让领导坐 三个团子 此时都是坐在床上逗周婷玉 可惜周婷玉面无表情 三个团子也有些没意思了 军官没坐 只是表示了感谢 走过来 批评到 周婷玉 第六十章 你的初心 还有其他要求吗 周婷玉 我知道你现在双腿没有办法站起来 你感觉到 人生都是灰暗的 我也知道 你对未来是充满了担忧和迷茫的 沈彦玲就在旁边听着 感觉这人不愧是领导 这说话的水平就是高 就算是周婷玉 也不得不抬头看着领导 想要说话 又不知道说什么 这个时候 别人说话都没有用 只有他单位的领导说 才有用 你看看你现在的态度 是 你之前立了功 大家都记着呢 所以你要鞠躬自傲吗 我没有 还没有 你看看你 你三个孩子一直在这里哄你吃饭 可是你呢 一点反应都没有 对家人都是这样 我怎么相信你对群众的态度 我 我就是没胃口 没胃口也不能这样 人是铁饭是钢 你多人没有吃饭了 难道不饿 还有 你不吃东西 家里人难道不担心 沈彦玲暗自竖起了大拇指 看看 这就是一物降一物 军官批评道 你看看 你爱人带着三个孩子 从那么大老远赶过来 就是为了照顾你 可你也不能给人家脸色看啊 我知道你现在难 未来可能更难 但我们当初加入这个单位的时候 许夏的初心 你还记得吗 为人民服务 很好 你既然记得 难道家里人不是人民吗 人家小沈 不远千里 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 我听周强说 她自己一个人抱了两个孩子 还背了一个大包 人家不累吗 周婷玉其实也有些惊讶 沈彦玲力气是大 但背了那么大一个包 还抱两个孩子 军官说道 好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 我可不想到时候 还要去你家批评你 听到这句话 周婷玉全身一震 抬头却看军官已经喊了 沈彦玲到门口去说话了 沈彦玲来到门口 才发现 还有一个勤务兵在外面守着 手里还拿着一个盒子 两人出来 军官就借了那个盒子 递给了沈彦玲 这是他的军功章 另外还有一些补贴 以及他这一次的战利品 我做主 都给你拿回去 做纪念了 沈彦玲打开一看 首先看到的 就是大大小小七八块军功章 这个男人 在单位立了不少功劳吗 另外 还有一叠钱盒票 钱有零有整 最大的是十块的 有好几张 还有几张五块的 和一块 以及几张毛票 票证有些杂 上面沈彦玲看的 就有饭票和布料 下面还有什么 他没清点 然后就是旁边的一个 玉制的小猴子 这东西 放在下个世纪 那绝对是很值钱的 玉制很好 晶莹剔透 用形化来说 就是重水很好 这赫然是一件 玻璃重的翡翠 这会不会太多 还有这个 沈彦玲有些为难 看了一眼里面 周婷玉应该不会要的 以周婷玉的意思为主 而且看到了钱 还看到了翡翠 却没有第一时间露出贪婪 而是询问自己 军官摇摇头 没事 这点东西 我已经报备了 你拿回去 不会有事的 另外 我知道钱不多 对于后面的生活 他叹息一声 我知道 你应该也听出来了 周婷玉这样子 后续是没有办法服役的 所以 这些也是他退伍的补偿 至于之前的抚恤金 我也知道了 都被周婷玉的妈妈给拿走了 你现在 周家的那点破事 看起来 军官也知道了 沈彦玉有些不好意思 我也没办法 不这样 他没有多说 军官理解的点点头 你还有什么困难 一并和我说了 我能帮的 都给你解决了 后面 你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都可以找我 我待会给你一个联系方式 以后有什么要帮忙的 尽管来找我 沈彦玉关上盒子 想了想 说道 我还真有一个事情 想要求您的 军官一愣 他只是这么一说 没想到沈彦玉 还真的有事情要求他的 不过话都说出来了 他当然就点头 示意沈彦玉继续说下去 沈彦玉道 俗话说 兽人以鱼 不如兽人以鱼 再多的钱 也会做吃山空的 嗯 那你是想 我是想 我有一手做衣服的本事 刺绣的手艺也不错 我就是在想 往后在家里 我除了生产队的事情之外 能不能接一些 裁缝的生意 换一点钱 军官还以为 是什么很难的要求 原来只是这个 只是 我知道 其实民间 很多这样的事情的 其实不是所有人 都会做衣服 帮人做衣服 收取一些报酬 这应该没事吧 民不举 则官不纠啊 您既然知道周家的事情 就应该知道我的处境 我就是想要打个补丁 您帮忙 去公社说说 我也不会赚太多 就是日常开支就可以 军官沉默了一会 才点头答应了下来 这不是什么大事 我回头和公社那边沟通一下 这个事情 本身就处于 可管可不管的范畴 不是什么难事 还有其他的吗 沈彦玉又不是什么 贪得无厌的人 摇头 没有了 我有能力养活孩子 不需要其他的帮助了 多谢领导的关心了 军官又看了一眼屋内的周婷玉 他出来后 周婷玉又回到了 之前的那个状态 他感慨一声 我单位还有事 没办法继续待下去了 这样 你多操心了 沈彦玉不在意的摆手 没事 他若是站不起来 我会照顾好他的 但我相信 没有腿 站不起来 死不了 难道 他还没有手吗 想要赚钱 想要生存 难道不能 想想别的办法 他要是一直这样 我才是看不起他 他故意这么说着 周婷玉倒是有了一些反应 还有些担心 沈彦玉又到 您别担心了 有事情要处理 就赶紧赶回去吧 周婷玉要是不吃饭 我会灌下去的 他没我力气大 要是不想丢了面子 就最好自己吃 啊 军官哑然失笑 那好 我就先回去了 周强 你先待在这里 直到周婷玉的身体可以回家 你送他们到村里到家了 再回单位 第61章 坏消息 清洗身体 军官带着勤务兵走了 周强听命在这边帮忙 沈彦玉抱歉地说道 还要耽误你时间 在这边帮忙 周强摇头 没事 这是上级交给我的任务 你不用在意的 时间不早了 周强先回去 这里只多一张床 他没地方睡 周强回去 沈彦玉关上门 今天打算给孩子洗澡的事情 算是耽误了 太晚了 他也不好折腾 万一受了寒 也不好 沈彦玉过来 坐在床边 打开那个盒子 这里面有一些钱 是你的领导拿过来的 还有一些票 你不喜欢吃这些 你说说看 有什么想吃的 我明天到市区 看看能不能买到 我拿回来 自己给你做 周强玉张口 又闭上了 沈彦玲也不管周强玉 自顾自的说着 这翡翠 他伸手拿起来 却发现自己的随身空间 好像对这翡翠有了反应 而且是一种很强烈的反应 沈彦玲尽力压制了一下 接着说道 这翡翠 我找个地方处理了 往后家里还要生活 要买一些生活物资 对了 我和你爸妈分家了 我什么也没有 每个月要给他们一块五的养老钱 外加二十斤的粮食 二老三十块钱养老 生病的时候 确实有病 我每次给三个鸡蛋看病 其他不管 百年后世 我也不参与 不分白事钱 正好这个时机 沈彦玲把事情说了出来 他看着周庭玉道 那个时候 家里以为你牺牲了 你妈去公社 把你的抚恤金也领了 对了 这些年 你的津贴 包括你的抚恤金 我可是一分钱都没拿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 反正你现在还活着 你妈估计也不会给你出钱治病 我看就这样 周庭玉心情复杂的 看了沈彦玲一眼 闭上眼睛 装睡了 沈彦玲看他不回答 只自顾自的说道 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同意了呀 说着 沈彦玲收拾了东西 然后转身 放进背包的时候 将那个翡翠猴子给收了起来 话说 这东西和原生 以及我前世的生肖一样 就在他把翡翠猴子 放进空间的时候 沈彦玲感觉到空间一震 好像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在发生 他回头看了一眼 我去打热水 给你们洗一下 然后到床上休息 你们该睡觉了 好 可是妈妈 今天讲故事吗 是啊 妈妈 昨天都没讲故事 我也好想听故事啊 沈彦玲板着脸 昨天在火车上 妈妈不是讲了故事吗 你们忘记了 哦 好像是忘记了 沈彦玲看着三个不好意思的团子 简直是爱死了 妈妈的三个宝贝啊 我们大宝二宝 三宝都好好 等着妈妈去打热水过来 给你们洗漱一下 咱们就讲睡前故事好吗 好 沈彦玲提了水桶出去打水 这是周强准备的 准备的还挺齐全的 打热水的时候 正好遇到吴小彤 吴小彤还打了招呼 我刚看到那个军官找你 你丈夫 沈彦玲点点头 吴小彤拍了拍他的肩膀 以后你有苦日子要过了 沈彦玲苦笑 没事 其实养家我还是可以的 就怕他钻牛脚尖 别的都不怕 说了两句 打了热水回来 给三个团子 一一擦洗了脸和手 又给身上擦洗了一下 将三个团子放到床上 沈彦玲本来想用热水袋放热水的 又想到这里不是家里 他不好拿出来 免得被人看到了 不知道怎么解释 于是作罢 到了热水 三个团子就吵着要听故事 沈彦玲前世看了很多书 童话故事信手拈来 从来在森林里有一座城堡 周婷玉有些诧异 这个女人居然还会讲故事 别说虽然故事有些幼稚 但孩子很喜欢听 三个宝贝 嗯 好肉麻 但这个女人喊得可是特别的顺口 大宝二宝三宝吗 讲完故事 三个团子也都是眼皮子打架了 沈彦玲慢慢的小心点拍打着 让他们渐渐的入睡 这个时候的沈彦玲身上带着母性的光辉 让周婷玉看了 觉得好像和记忆里的沈彦玲很不一样 以前的沈彦玲就是一个花痴 因为她的长相死皮赖脸的巴结她妈妈 用尽了手段要嫁给她 为了圆房还做了那种事情 可此时的沈彦玲又好像不一样了 以前的沈彦玲让她觉得很恶心 可此刻的沈彦玲又好像让她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说不上喜欢但也绝对不厌恶 沈彦玲感觉到了周婷玉的目光 回头就看到周婷玉收回目光 别别嘴 沈彦玲道 我给你擦洗一下吧 周婷玉抗拒 沈彦玲就重新弄了干净的水过来 要给周婷玉擦洗身子 她无声抗拒 但手上却很拒绝 沈彦玲道 你可别再用力了 等会我用墙 把孩子们给吵醒了 你都不知道怎么解释 再让外面人听到 你自己想想 再说了 你力气又没有大 拉拉扯扯的 把你的衣服都给扯烂了 周婷玉想了想 只好放手 合作的话 还只有这个女人看到 要是这个女人真的强迫她 她是真没有办法 到时候 万一被外面人听到 不知道怎么想她呢 她丢不起这个人 躺平 闭眼 周婷玉根本不敢去看 她能感觉到 沈彦玲把她衣服都给脱了 还给她全身擦洗 这让她很羞耻 从所未有的羞耻 她从未在女人面前这么坦诚 她的脸色刷得就红了 真是 自己怎么能这么不争气呢 明明很讨厌这个女人的 周婷玉听到沈彦玲吃笑一声 脸色越发的难看 她又感觉到 沈彦玲给她换了内裤 然后给她盖了被子 之后拿着桶子出去 应该是要去洗内裤吧 想到往后余生 自己恐怕都要这样 她想死的心都有了 等等 我为什么不能自己洗 我手又没事 大意了 第62章 空间变化 多劝劝 沈彦玲来到卫生间 看似在清洗衣物 实际上 她的精神 却想要沉入到随身空间里 这个突然从天而降的宝物 来的时候无声无息 刚才爆发出的那种渴望 也让她惊奇 这会儿 好像有了什么反应 超出了她的感觉 无法进入 也不知道在做什么变化 沈彦玲有些好奇 是所有的翡翠都可以吗 那前世 我也买了一些玉器首饰 收进去怎么没有反应 沈彦玲不缺钱 在得到空间之前 她也时常接单 给别人刺绣 所得不菲 多的钱 除了旅游 买好吃的 她也会买一些首饰 各种经营首饰 还有翡翠 玛瑶 什么的不少 得了空间后 沈彦玲就把个人的财产 都收起来了 但空间一点反应都没有 是因为那些翡翠 都是假货 不可能 那些都是纯正的翡翠 有几块 还是老坑玻璃中的 不可能是假货 沈彦玲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只能猜测 是因为这东西被雕刻了 还是别的什么 亦或者 只有这个世界的翡翠才可以 她也不知道 自己穿越来的 是原本世界的早前年代 还是平行世界 就先当平行世界好了 空间没反应 她暂时也进不去 沈彦玲也不去管 回到病房 拿晾衣架晾在了窗口 她又去弄了点水 自己清洗了一番 收拾干净了 才躺上床 抱着三宝一起睡 周庭玉没什么反应 好像已经睡着了 沈彦玲却胡思乱想的 今天已经知道了 周庭玉是一定要退役的 她这个样子 以后恐怕都没办法下地干活 人家就算是想给她安排个工作 也没办法了 所以 沈彦玲叹息 原本还想 等周庭玉好了 再和她离婚 带着三宝一起生活的 可看她这个样子 沈彦玲没办法提出这个要求 算了 就这么过吧 就当是多一个儿子好了 沈彦玲微微叹息 扯了扯被子 给三宝 多给掖了掖被子 就开始睡了起来 那边 周庭玉也听到了这一声 不知道沈彦玲 到底为何叹息 但她内心 确实不好过 原本是有些自怨自艾 觉得未来都没有光了 但沈彦玲前面骂她的话 她都听到了 后来 领导也骂了她 周庭玉就知道 自己不能继续这样了 她是军人 怎么能给家人 带来那么大的麻烦呢 可惜 她之前居然没死 如果死了 反而不会成为她的负担吧 这个女人之前说的 就算是腿没了 还有手 可只有手 她又能做什么呢 那边 军官离开之后 先到了兄弟单位 正准备告辞 谁知道 又听到了一个消息 你的意思是 是周强和沈彦玲 抓到了这个人贩子集团 还就下了一位领导的孙子 周强立刻澄清 领导 我只是出了戾气 还不是主要戾气 这个事情 是沈彦玲发现的 她闻到了影迷的味道 又看那个老玉 和那个孩子 穿的衣服很不大 而且老玉的行动很奇怪 所以才怀疑 那是人贩子 我只是听了她的话 去找了城景而已 后来行动的时候 也是她压制了 好几个人贩子 保护了那个孩子 周强是军人 怎么可能抢一个群众的功劳 领导有些意外 这个女人 我让人调查的情况看 可不是这样 看起来 确实是特别爱周婷玉 才会想要嫁给她吧 两口子的关系 好像不是很好 你这些天 多劝劝周婷玉 虽然退役了 但也不能给单位摸黑 人家女孩子嫁给她 给她生儿育女 又不辞千里 带着孩子 辛辛苦苦的来 这里照顾她 不嫌弃 她残废了 后面还要养着她 她可不能再发脾气了 周强摸了摸鼻子 觉得村里的那点事 估计领导都知道了 但不说前因 只说现在 人家沈彦玲 难道做得不好 是 领导 我知道了 军官走了 留下周强苦笑 这个劝说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周庭玉是怎么娶的沈彦玲 她虽然不知道具体 也听说了一些 不是很光明 可目已成周 而且周庭玉都这样了 人家沈彦玲也没嫌弃 她又能说什么呢 第二天早上 沈彦玲是被周庭玉的声音 给吵醒的 她起身 过来就看到周庭玉 有些别扭 还没怎么清醒的沈彦玲 有些奇怪 怎么了 有什么要求 直接说 周庭玉的脸色很奇怪 沈彦玲半晌 才清醒了一些 看着她的动作 恍然大悟 要小姐就直接说 有什么害羞的 人有三级 往后都是我伺候你 你难道还要一直这样 不如咱们都爽快一点 互相都看过了 还害羞什么 周庭玉那个脸色 红得比猴子屁股 还要更深几分 拿了尿壶起来 周庭玉执意要自己弄 让沈彦玲转过身 沈彦玲也不坚持 天长地久 她总有习惯的一天 沈彦玲转过身 就看到三宝 多有醒过来的迹象 都在伸懒腰呢 沈彦玲也就顾不得 这个男人了 还是孩子要紧 大宝 醒了吗 沈彦玲的新称呼 周明智还愣了愣 才想起来 自己是大宝 要是个重生的 大宝肯定要吐槽 难道 大宝还要天天见 大宝好像 还真的要和妈妈 天天见呢 给三个宝贝穿了衣服 又给他们洗了脸 沈彦玲在想 要去买牙刷了 周家的人 好像不太喜欢刷牙 但他不能忽略啊 空间里就有 这两天找个机会 出去转一转 还想买点西南的特产 好像这边水果不少 而且这一带 还要不少的军菇 如果能买到 那就最好了 嗯 如果能弄到一些军司 能不能自己种军菇呢 对了 还有随身空间 沈彦玲感应了一下 发现空间的变化 好像完成了 是要找个地方 好好看看空间的变化了 那个 我去上个卫生间 你看这孩子 大宝二宝三宝 妈妈去洗漱 还有要上个卫生间 你们乖乖的 知道吗 知道了 妈妈 第六十三章 林全 爸爸能站起来吗 沈彦玲来到卫生间 进入道格间 就将精神投入到 随身空间里 面积倒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也感觉有了一些扩大 最大的改变 应该就是在那一座雕塑了 只见在空间的一角 出现了一座猴子雕塑 而在猴子雕塑的下面 出现了一口泉眼 这是 灵泉 沈彦玲很快就感觉到了 那口泉眼中 正鼓鼓地往外面流出泉水 而这些泉水 似乎都带着一点灵气 总之 就是和普通的泉水 有一些不一样 难道 这也是灵泉 可以包制百病 可以加速植物生长的灵泉 沈彦玲满脸的惊喜 要不是抓了自己一把 他差点就大声的欢呼出来了 之前空间降临 他还以为自己这个空间 除了一个储存东西的时间 停滞的空间之外 再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连种田的土地都没有 那些矮化品种的水果 还都是他在葫芦澳的 后山取的土 现在 吸收了这一块翡翠 多出来的这一个猴子雕像 多出来的这一口灵泉 沈彦玲的脸上又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神色 只是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这一口灵泉 好像有两个出水口 一个自然是泉眼 另外一个 居然是那猴子的某样器官 看起来 就好像是那猴子雕塑 在撒尿一样 好家伙 人家外国有一个小孩子撒尿的雕塑 我这里就多了一个猴子撒尿的雕塑 只是空间并没有什么说明书 沈彦玲也不知道 为何空间里会有两个出水口 还好这是一个翡翠雕塑 沈彦玲也没有什么喝了猴尿的想法 到了这泉眼处 蹲下身子 捧了一捧泉水 就发现了其中的差别了 从地下泉眼冒出来的泉水是冰的 而另外一边过来的泉水 却是热的 两股泉水汇合在一起 才形成了 陷在手里这一捧温热的泉水 还真是让人不得不遐想啊 不过算了 这一口泉眼 如果分开 这里就可以做冰冻的 另外那边 可以弄出一个温泉出来 如果分开的话 岂不是说 我可以拥有一口温泉 空间随着沈彦玲的想法 发生了神奇的变化 按照沈彦玲的想法 猴子雕塑那里 立刻就是流向改变 然后在那边形成了一个池子 温泉先经过了这里 然后再流入到了一个大池子里面 这个池子的另外一边 是之前那个流出冰水的温泉 正好 原本的水池 在这个水池里汇合 就是温水 可以直接喝 而在前面 一个池子是热水 一个池子是冰水 各有用处 另外 沈彦玲又让空间弄出了一个池子 那个热水池子 分出一部分的泉水 流到这个池子里 沈彦玲满意的点点头 这样一来 有时间 我就可以偷偷的进来 洗一个温泉浴了 就是不知道 这泉水用来浇灌植物怎么样 沈彦玲没敢拿空间里的 那些果树来试验 他虽然每一种都买了五六株 也怕万一尝试的时候 死了几株就麻烦了 所以还是先拿外面的小草试试 沈彦玲急忙出来 回到病房的时候 已经恢复正常了 随身空间降临的时候 他已经欣喜过一次了 有了经验 沈彦玲这一次 很快就恢复了情绪 虽然周婷玉还是觉得有些奇怪 但他也在考虑自己的事情 所以也没太在意 正好周强来了 沈彦玲问道 你吃早饭了吗 周强给了肯定的回答 沈彦玲就道 那好 你帮我看着点 我去食堂打饭 另外 我打算今天出去市区看看 你帮我看着点 我尽快赶回来 周强点点头 也没问沈彦玲去市区做什么 只是嘱咐道 那你小心一点 回头 我有点事情和你说 他张嘴 又不知道怎么说 沈彦玲已经拿了堂瓣离开 周强看着躺在床上的周婷玉 叹息一声 说道 你和沈彦玲的事情我也知道 但事情已经这样了 你难道不能改观吗 之前人家是寄予你的美色 千方百计的嫁给你 但现在的你 下半生都没有办法站起来 人家还不离不弃 这样难道还不够吗 可惜 周婷玉根本没有什么反应 周强又把来的路上 沈彦玲发现人贩子 并且协助城景 把人贩子给抓住 且救下了一个孩子的事情 说了出来 周婷玉还是没有什么反应 但眼睛好像有些怀疑的感觉 正好医生进来 给周婷玉检查了一下 对周强说道 昨天的那个办法 确实不错 但他的高热还有些反复 所以这几天 还要多注意一下 另外点滴我会让护士拿过来的 还要再打几天针 周世文诺诺的说道 医生叔叔 打针会不会痛啊 看他的样子 医生也是被萌化了 痛肯定是会痛的 但不打针 并就不会好 周世文又问 那医生叔叔 打了针 爸爸就能站起来吗 昨天周世文也听到了一些直言片语 知道周婷玉没有办法站起来 他小小的脑袋里 无法理解这些 医生有些尴尬 不知道怎么回答 周强也是一样 周婷玉还是一样没有变化 还好沈彦玉打了饭菜回来 连忙把东西放下 抱着周世文 对他说道 爸爸的腿受了很严重的伤 暂时没有办法站起来 这需要长期的治疗和锻炼 我们以后一起监督爸爸锻炼 好吗 周世文萌萌的看着沈彦玉 用力地点了点头 嗯 我一定好好地监督爸爸 周明志和周明深也问道 那妈妈 我们能做什么吗 沈彦玉想了想 其实他们好像什么都没有办法做 可不给他们做点事情 他们肯定又很不安 沈彦玉光看到周婷玉的腿 眼前一亮 我想到大宝二宝能做什么了 妈妈快说 梁宝兴奋的喊道 显得有些迫不及待了 他们也要帮助爸爸 沈彦玉道 爸爸的腿没有办法站起来 时间长了 容易肌肉萎缩 所以 在爸爸站起来之前 大宝二宝可以给爸爸按摩 让他的肌肉不要萎缩 你们说好不好 第六十四章 鸽子式 换东西 好 大宝二宝大声地硬鹤 当即就要开始 沈彦玉哭笑不得 忙拦着他们 现在 先吃饭 你们先要把自己照顾好了 然后才是帮助妈妈做这些事情 记住了吗 记住了 看着梁宝的回答 周强都忍不住地点头 这三个孩子 被沈彦玉教导得很好 沈彦玉对于这一点 倒是能接受 三个宝贝虽然本性很好 但还是经过了他的教导 才会这么懂事的 早饭是稀饭和馒头 能有这些吃 已经是军医院物资 比较齐全的缘故了 如果配上一些烟菜 味道会更好 只不过 食堂好像没有 他也没找到 又惦记这边 就先回来了 对医生感谢后 沈彦玉就拉着三宝 开始吃饭 这样的画面 无论看多少次 周强都觉得很温馨 沈彦玉抬头就看到他的样子 肖问道 你年纪也不小 也该结婚了吧 周强的年纪比周婷玉还大 但这些年 一直都没有打算结婚 村长一家都急坏了 可惜当事人不着急 他们也没办法 周强对此不回答 沈彦玉也就不多说了 这话 不是亲密的人还真不好提 他和周强的关系 还没有到哪一步 就算是从周婷玉的角度来看 也不适合 吃完饭 沈彦玉拜托周强 看着三个孩子 就打算出去 三个宝贝当然是不舍的 沈彦玉又不好带着他们出去 一个是天冷 出去了 万一受寒了就不好了 但点私活不适合带着人出去 孩子毕竟是孩子 万一说漏了嘴 这就是大灾 好了 妈妈回来的时候 给你们带好吃的 承诺了好几个条件 沈彦玉才得以脱身 从医院出来的时候 他顺手在医院门口的花坛里 滴落了一些灵泉 首先是那个温泉里的热水 温度高一些 他就滴落得远一些 免得把植物给烫死了 第二个是那个冰水 这么冷的天 他也是一样的操作 免得结冰了 第三个就是 两个泉水混合起来 正好是温水 用来浇灌正好 做完这些 沈彦玉做了一个标记 就转身往城里赶去 可出来后 沈彦玉就发现 这里是郊区 想要进城里 必须要去坐公交车 问了好几个人 才找到了公交站 沈彦玉已经问清楚了 进城是一毛钱 不算太贵 毕竟这里进城有一段距离 他昨天得了那个军官 送来的几十块钱 都给他收起来了 此时 沈彦玉摸了一毛钱出来 其他的还放在空间里 再没有比放在空间里 还安全的地方了 等了好一会 才来了一趟车 这进城的人还挺多 都是这附近的村民 沈彦玉发现 他们有很多 都是挑着自家的东西 进城去换点东西 这个时候 个体户虽然还没有开放 但77年 已经放松了一些 换取一些东西 还是可以的 沈彦玉看到他们的担子里 有不少的各种军菇 还有一些水果 之前吴晓彤说的那个柚子 这里就有不少 沈彦玉闲着也是闲着 和这些老乡搭话的时候 知道他们家里 还有很多存货 除了军菇 还有各种水果 要是夏天 我们这还有很多菠萝 葡萄 芒果 甘蔗等等 可以说 这里是水果之乡了 沈彦玉心中一动 他倒是没有想要 在这里继续买水果 因为很多水果 他穿越之前 已经在这里购买了 而且 都是一些改良过的品种 产量高不说 味道也好 其中 不乏一些可以拿来种植的 不过他买了 不代表不可以继续买 他甚至想要 弄一些水果苗 前世他没想这么多 是因为空间里 根本就没有可种植的土地 他花了那么多时间 都用来购买各种东西了 刚想要弄一些泥土 来种水果和蔬菜什么的 他就穿越过来了 所以此刻 他的空间刚有了变化 他就有了新的想法 我空间里的水果 比如说金钻凤梨 可以直接用凤梨前面的那一节 作为种子种下去 火龙果什么的 也都有种子 但葡萄的话 还是从这里 引进葡萄藤的好 而且从种子开始种 想要收获 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不如先引进一些苗 当然 最重要的 还是军姑的真军司 聊天之中 他们就到了市区 沈彦林和这些人一起下车 因为之前聊天的时候 沈彦林已经隐约的 听到他们说起 这里有一个鸽子室 以前是很严格的打击的 但现在风声没有那么紧 他们可以在这里 自由的交易一些 比如 他们带来了一些军姑 还有水果 卖了之后 在这里换一些粮食 或者是肉类 或者是一些工业产品 比如一个老婆婆就说 要卖了橙子 在这里换一罐卖乳精 给孙子补补身体 沈彦林就跟着他们 没带东西 总不能就这样去鸽子室了 既然这里不是那么严格 沈彦林就打算 找个偏僻的地方 把东西拿出来 然后进去换一点东西 沈彦林先是拿了一袋 50斤的大米出来 学着那些人一样 进了鸽子室 果然不是很严格 他直接就进来了 沈彦林猜测 这和今年已经77年 国内已经放开了 一些有关 当然也有这里 已经靠近边境 有不少的少数民族 管理起来 也有优待有关 沈彦林很快就在这里发现 这个鸽子室 都是农产品 还有很多类似于 罐头一类的东西 沈彦林自己扫荡超市的时候 什么没买过 不过农产品 他还是有很大的兴趣 他的大米很好 都是后市生产的 优良品种 长长的一颗 又洁白无瑕 一看就是上等大米 所以价格也贵一些 沈彦林先是换了一些猪肉 这个时候的猪肉 不要说瘦 肉 鲸鲸鲁鲁都很少吃 他的力气大 也被人看到 扎舌不已 这样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也不敢对他起什么坏心思 这力气 给你来一下 你就受不了 他分批次换了不少的东西 打算离开的时候 沈彦林转身就看到那个 想要换一瓶卖乳精的老婆婆 我记得 我之前买那些复古的东西的时候 也买了一些卖乳精 第65章 鸽子室 被盯上了 沈彦林决定 还是帮一下这个老婆婆 他的那些橙子 可能买不到一瓶卖乳精 实在是 这里的橙子产量很高 自然就价格低 而卖乳精 属于高档的营养品 价格比较贵 不过沈彦林 还是愿意帮这个忙 一个是他 根本不缺这一瓶卖乳精 第二个 他也是从老婆婆的嘴里 知道这个鸽子是的 在这里 他换了不少东西 还换了一些钱 和各种票 在这个过程中 他换了好几次衣服 甚至还把发型改了好几次 不找同一个人交易 免得自己被发现 但到最后 沈彦林打算帮这个老婆婆一把 他走出去 将身上的东西 先存到随身空间里 又丰富了一些空间的物品 然后 他将自己的装扮 换回了自己最开始的那一套 才找了一瓶卖乳精出来 重新回到了鸽子室 沈彦林找到那个老婆婆 婆婆 你的这些橙子 我换了 你看可以吗 他把卖乳精拿出来 就看到婆婆惊喜的表情 但婆婆现在也知道 自己的这点橙子 不够一瓶卖乳精的 他不太好意思 我这些橙子不够你的 你要不然拿钱买吧 我回头再攒攒钱 到供销社买卖乳精 没事 婆婆 沈彦林不介意这点差价 但也不想表现得太圆大头了 于是他话锋一转 说道 那个 我还想要一些军孤 还有一些甘蔗什么的 正好婆婆家里都有 你给我个地址 我到时候去你家看看 婆婆这才答应了下来 约定了时间和地点 婆婆接了卖乳精 又把装橙子的搂子 直接都给了沈彦林 还凑到他身边说道 姑娘 我看鸽子室里有人盯着你 你怕是被人盯上了 你要小心啊 之后 婆婆搂着卖乳精离开 沈彦林一惊 知道自己还是太不专业了 虽然也已经尽量的 换了好几个发型 换了几身衣服 但可能还是被人 看出了一点端倪 他装作系鞋带 就看到确实有人盯着自己 也可能是在鸽子室 对方不太好动手 要不然 这鸽子室的举办方 肯定得介入 别看鸽子室的举办方 好像不收费 但大家来这里交易 他们可以从这里 买到很多的东西 然后 再转手卖出去 就是一笔很大的差价 所以 鸽子室的管理方 肯定不会砸自己的招牌 沈彦林装作没有发现 又换了一些东西 几只兔子 活的 还有几只野鸡 也一样是活的 不过野兔可以养 野鸡就不行了 野鸡拿回去 不会吃家里的东西 会被活活饿死的 但沈彦林不怕 他可以投放到空间里 到时候就和野外一样 在这个过程中 沈彦林也发现了 自己好像确实被人盯上了 甚至 鸽子室的管理方 或许也介入了进来 一个女人 出手大方 显然有很多货源 鸽子室这边 恐怕也动心了 不是有一句话说的好 没有背叛 不是因为不会背叛 是因为给的筹码不够 沈彦林展示出来的 显然就够了 糟了 还是不够谨慎 也是 我一个生在红旗下 长在春风里的女孩 从来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有一些疏漏 也是正常的 看起来 我小看了天下人啊 虽然这些反省了 但沈彦林并不害怕 或者说 他有足够的自信 知道自己能够逃脱 他又转了一圈 带着这群人转了好久 让这几个人都在这里惊叹 这女人的力气好大 提着一搂子橙子 还有几只野兔和野鸡 居然还能逛这么久 不过要他们放弃 那是不可能的 逛着逛着 这几人也是有些疏忽了 反正都在这鸽子室里 还能跑了不成 沈彦林告诉你 确实能跑了 他的速度不慢 穿的又是平板鞋 不用担心跑快了 高跟鞋的问题 梁熙 匹的 跑了 快追 几个男人大喊一句 甚至都忘记了 这里是鸽子室 然后 沈彦林的逃跑 就引起了一个小小的震动 鸽子室的其他人 也有些不安 还以为是 又来抓鸽子室的 顿时 一下子就有很多人 开始跑起来 这加大了几个男人 追踪的难度 沈彦林跑出来 跑到了偏僻处 直接进入了空间 躲了起来 还好这个时候没有监控 要不然 我还真不敢这样做 社会不够发达 也有不够发达的好处 至少 他凭空消失的事情 不会被记录下来 也不会被人发现 沈彦林在空间里 发现那几个男人 还追了过来 他等了好一会 本来打算出去 又觉得还是再藏一会 果然 那几个男人 反复过来找了好几圈 最后才确定 沈彦林是真的跑掉了 真是 但 怎么就找不到了 一个女人 还拎着那么重的东西 跑得那么快 等这几个男人离开 沈彦林又等了好一阵 没有人过来了 他才换了衣服 这一次 他换了一身男装 头发也用帽子给隐藏起来 沈彦林化妆完毕 才出了空间 两手空空 从巷子里出来 附近已经没有人 继续寻找了 找了好多遍 他们可不知道 沈彦林还在原地 只不过是进了空间了 沈彦林还悄悄地 回了鸽子室那边 发现鸽子室里的人 都跑光了 他还有些奇怪 不过 我跑的时候 倒是听了很多人都在跑 不会是以为 这是官方来抓鸽子室的人吧 一些记忆冒出来 沈彦林觉得 可能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他找了个偏僻的地方 又换回原来的衣服和装扮 这才挑了几个橙子 一只野鸡 还有几根被斩断成几节的甘蔗 以及一匹布 放在之前装橙子的篓子里 背着就往医院过来 在医院门口 沈彦林去看了看那些早上 被浇了灵犬的植物 浇了热水的 有一些微米 看起来 不像是有什么催化植物的作用 浇了冰水的那一边 也是一样 倒是浇了温水的那块地方 好像不管是小草 还是树木 都比早上要精神的多 那就再来几遍 多测试一下看看 而且看样子 不会弄死果树 我在空间里 也可以做实验 做一个平行对比 第66章 王子和公主 沈彦林一路上 和医生和护士都打了招呼 虽然有些不认识 但他还是点头示意 微笑着表示善意 谁知道什么时候 就能用得上了 保持好的关系 总比临时抱佛脚来的有用 医生和护士 倒是比沈彦林更加熟悉他 毕竟周婷玉送过来的时候 那个情况确实是有些特殊 加上高烧不退 沈彦林带着三个孩子 不远千里过来 人都是喜欢八卦的 在没有什么娱乐情况下 这八卦就传得更快了 沈彦林刚回到病房 三宝就冲了过来 脸上还带着一点枯色 妈妈 我没有完成妈妈 交给我的任务 沈彦林满以为自己回来 三个宝贝会冲过来 问自己带了什么好吃的 谁知道 居然是告状的 沈彦林抬头 就看到周强有些不好意思 周婷玉虽然没动 嘴角也微微的扯动 沈彦林给周世文擦了擦眼泪 看大宝二宝 也有些不太开心 又看到旁边的桌子上 给周婷玉打饭的碗 还放在那边 心里大概就知道 是怎么回事了 但他还是细心的问道 三宝 到底是怎么了 你和妈妈说 妈妈给你主持公道 周世文这才用手擦了一把脸 说道 妈妈 你让我监督爸爸吃饭 但是 爸爸今天一天都没有吃饭 我怎么哄他他都不吃 我都把妈妈交给我的故事 说给爸爸听 他不听话 还说妈妈说的故事都是骗我的 说没有王子公主 本来周婷玉还能捧着脸 听到这一句听故事 他是怎么都绷不住了 脸色微微发苦 他不是不想吃 实在没味道 昨天吃的那一碗面 都是他强行塞下去的 今天 他是怎么都塞不下去了 沈彦林自己也觉得有些好笑 他说的那些故事 也就小孩子会觉得是真的 还颇有趣 大人谁会喜欢听这个 特别是周婷玉还是大老粗 他就更不喜欢听王子公主的故事了 甚至 没准周婷玉的内心 还产生了很多王子公主的黑暗童话 也说不定 他甚至看到周强都忍不住的翘起嘴角 估计是在同情周婷玉吧 周世文又是一个孩子 他不懂为什么他这么爱听的故事 他兴致勃勃地和爸爸分享 爸爸反而不喜欢 这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小孩子都是很单纯的 他们觉得好的东西 想要和你分享 结果热脸贴了冷屁股 沈彦林知道 必须要好好地安抚一下周世文的心理了 小孩子的心灵 不能被世俗给玷污了 沈彦林静静地看着周世文 那是只有小朋友才能够看到的地方 大人是永远到不了那个地方的 不 是没有了童心 眼睛被黑暗遮蔽的大人 无法看到那个地方 所以爸爸看不到那个地方 以为我们世文在乱说呢 我们要批评爸爸 不能因为他看不到 就觉得是错的 就不感兴趣 不听我们世文说故事了 周婷玉很意外 沈彦林会这样安抚周世文 一开始 他是很反感的 但细细地想了想 这是保护孩子的一种方法 那些童话故事 他确实不感兴趣 孩子们却很喜欢 难道说 我的眼睛真的被世俗给遮蔽了吗 他正反省了 又听周世文同情地说道 原来是这样 那爸爸好可怜 他都看不到这些 周婷玉顿时无语 我好可怜的不是这个 而是我的腿好吧 他正吐槽 却正好听到 周强忍不住地发出哭斥一句笑 周婷玉顿时有些不好了 你这个战友 居然这样对我 你还有没有一点战友情了 沈彦林看三宝情绪好了 大宝二宝也比之前要好一些 他点了点头 爸爸看不到 所以不相信我们的王子和公主 最后都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我们要谅解爸爸 就不怪他吧 顿了顿 沈彦林又继续说道 爸爸也不是说没有王子和公主 爸爸的意思是 我们国家现在都是人人平等了 没有王子和公主 他的意思是 每一个孩子 都是家长眼里的王子和公主 就好像我们大宝二宝 就是妈妈眼睛里的王子 我们三宝就是妈妈的公主 周婷玉有些意外 没想到 沈彦林会这么解读自己的那句话 他是纯粹地觉得 什么王子和公主 也太假了 而且 古代的王子和公主 有几个得了好结果的 公主要和亲 王子夺敌的时候 多半都是被处死了 皇家无亲情 可不是瞎说的 他又想起沈彦林说的 大人被遮蔽了双眼 所以无法看到那个世界 那是童话的世界 是属于孩子的纯洁世界吗 他稍微有些理解了 难怪三个孩子能这么懂事 沈彦林确实教得不错 老周家可教不出这样的孩子来 周强也有些动容 在他以前想来 教孩子们不就是那样 不听话就打一顿 棍棒之下出孝子 讲道理 他是真的没想过 怎么教孩子 他们小时候 都是这样过来的 今天 沈彦林算是给他 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但就算是如此 周强觉得 自己还是不会教 要他这么温声细语 耐心地去解释 还要让孩子听懂 太难为他了 所以说 养孩子什么的 太难了 他这么想着 又听周世文爆出了一句 我是公主 大宝二宝是王子 难道我们以后 要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吗 扑痴 周强是真的忍受不住了 这 这个逻辑 沈彦林要怎么解释呢 周强真的很想知道 这个话 他是不敢回答的 周强看了过来 沈彦林却一点都不担心 反而点点头 说道 王子和公主 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你们现在不就是 生活在一起吗 等到以后 大宝二宝会遇到 别的妈妈的公主 而三宝也终将会遇到 别的妈妈的王子 你们以后都会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 愿天下所有的孩子 都能和王子和公主一样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周婷玉却是有些意外 这些孩子的话 沈彦林说得这么溜 而且三个孩子 好像还都听懂了 都接受了 他是做不来的 第67章 开诚不公 安抚好了孩子 沈彦林才起身 看了看那堂瓷碗 周婷玉 确实是一口都没动 沈彦林看向周强 周强摇摇头 表示周婷玉 确实是没吃东西 沈彦林低着头 看着周婷玉 想要问什么 又回头对周强道 你带三宝出去玩一下吧 一直在病房里 孩子待着也有些闷了 孩子确实是有些闷的 孩子们本身 就是活泼的阶段 一天到晚就在病房里 待着也不好 周强却知道 沈彦林的用意 怕是不止这个 沈彦林要和周婷玉 好好地谈一谈 又怕周婷玉面子放不开 所以让他带着孩子 躲出去 这女人也确实考虑的周到 他之前跟周婷玉谈话 就没什么用 当时也确实没有人 带孩子出去 周婷玉可能当着孩子的面 不好意思 但也有自己 没有考虑周到的原因 他一个大男人 想的就是 不如沈彦林想的周到 走了 明智 带着弟弟妹妹 和我一起去院子里玩一会儿 要他喊什么宝贝 他是喊不出来的 所以还是喊名字吧 周明智还是转头看了他妈妈 见沈彦林点头了 才带着二宝和三宝一起出去了 沈彦林见周强 还贴心地关上了门 内心点了点头 这男人总算是还通透 那么接下来 是要和周婷玉 好好地谈一谈了 他可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慢慢地和周婷玉周旋 然后用行动去感动这个男人 沈彦林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 我们的情况 你也清楚了 接下来的日子要怎么过 总不能一直这样 我知道你身体不变 心里可能不好受 但你也终归是要想明白的 不管你是接受也好 不接受也罢 你总得面对生活吧 沈彦林说着 见周婷玉好像有一点反应 又好像没有反应 他也不管周婷玉 自顾自地说着 我说的话 你好好地听着 我不管你是怎么想的 我们现在还是夫妻 我就要照顾你的生活 另外 我们还有三个孩子 虽然就算是你不管 我也有办法好好地把他们养活大 但你这个做父亲的 总要给予他们一些 我无法给予的父爱 我知道你可能觉得自己残疾了 对 我不会刻意地逼着你 你现在双腿就是残疾了 但人家说得好 身残至尖 虽然暂时我没有想到 你这样能做什么 但你总得打起精神来 好好地想一想 门外有人经过 本来护士要进来 但隐约地听到了沈彦林的声音 护士又退了下去 让这对夫妻好好地聊一聊 沈彦林也不管外面 对着周婷玉就说道 你可以颓废两天 可以颓废三天 难道你还要颓废一辈子 颓废解决不了问题 你总要振奋起来 你总不想三个孩子看到你这样 未来长大了 他们要被被人嘲笑 有一个窝囊废爸爸吧 我不是 周婷玉反驳了一句 我不是窝囊废 那就做出来 就算是不能下天 你还可以学习别的手艺 我知道 你不是会雕刻吗 再学一学竹编 或者木工 你不能动 我可以帮忙 甚至 你自己也能制作一些工具 办法 难道不是比困难多吗 周婷玉有反应就好 沈彦林有些振奋 周婷玉却突然问道 你这么说 是不是想要离婚 看他现在残疾了 所以想要离开 沈彦林简直要被气笑了 但他知道周婷玉现在的情况 每个经历这些的人 都会钻牛角尖 沈彦林不在意 但不代表他不说话 这段婚姻 本来就是我抢求来的 你一直都是不同意的 你或许是被迫 或许是被你妈妈和大嫂二嫂的手段欺骗 但我要说 我确实之前对不起你 所以在你振作起来 并且找到了自食其力的能力之前 我不会离开的 当然了 到时候 我是要带着三宝一起离开的 沈彦林没有掩饰自己想要离开的打算 没有必要 迟早都是要说的 但沈彦林也承诺了 在周婷玉没有找到自食其力的能力之前 他不会离开的 而且 他要带走三个孩子 他们仍然会是你的孩子 你可以随时来看他们 我也会时常带他们来看你 当然了 这个事情还早 在你没有找到自己的出路之前 我不会离开的 这一点 你放心 周婷玉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沈彦林 这个女人说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 她现在真的要离婚 是因为她残疾了吗 好 我配合 我会振作起来的 周婷玉也是个执拗的性格 你想要离开 那就让你离开 我就不信了 离了你 我还活不了了 至于孩子 她没有信心 所以暂时不谈 她倒是要看看 这个女人到底要怎么样 周婷玉摸不懂这个女人 以前只是见了一面 就那么强烈的要嫁给她 现在 又要离开 这个女人的感情 也太廉价了吧 沈彦林不知道周婷玉是怎么想的 见周婷玉这么快就打起精神了 沈彦林笑着点头 那么从吃饭开始吧 人是铁饭是钢 不吃饭 哪里有力气去对抗病魔 你现在 先把身体养好了 之后 咱们先回家再说了 你一直待在医院 还浪费了医疗资源呢 周婷玉一愣 然后苦笑 嘴巴里发苦 是真的没胃口 不想吃 不是别的 她打起精神来 不想被这个女人小看了 也想试试看 自己是不是真的能自立 到时候 就让这个女人离开 她就不信了 她还不能自己活出个样子来 她原本就不想要和这个女人结婚 既然她愿意离开 那她就努力的活出个样子来 沈彦玲接受了周婷玉的这个说法 生病的人 确实容易没口味 嘴里发苦 确实不想吃东西 那好 那我亲自去给你做一点东西吃 正好 我今天买了一点水果和肉食 我给你做点吃的去 沈彦玲打开门 本来是想要去看看周强和三个孩子的 却发现他们 就在不远处的护士站那边 根本没有离开 沈彦玲无奈 三宝 你们回来看着爸爸 我去厨房看看 能不能借灶火 给你爸爸做点东西吃 第六十八章 亲自下厨 酸辣 三宝欢呼着跑了回来 周诗文更是忍不住的欢呼道 哦 妈妈做的东西更好吃 周明身小团子 身以为然的点点头 眼神炙热的看着沈彦玲 希望她快点去做饭 周明志稳重一些 但也仍然表示出了渴望的神态 这让周婷玉有些奇怪 这女人确实会做饭 但味道也就那样吧 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 老周家要不是都懒 估计都懒得吃她做的饭 沈彦玲不知道周婷玉在想什么 如果知道 肯定的吐槽一句 原神为了讨好周婷玉 每一次周婷玉回去 都会拿出十分的功夫 努力的做各种好吃的 那时 耿梅香为了笼络这个儿子 也是要什么给什么 反正也就这几天 吃得了多少 而且多半都是 进入她和周娇娇的嘴里 嗯 还有周根生 那你们乖乖等着 妈妈做完饭就回来 她拿着野鸡 又拿了几个橙子 然后朝着外面走去 走到门口 沈彦玲还回头说道 对了 那几根甘蔗 你们可以先吃了 甘蔗被她削了皮 不用担心咬坏了牙齿 周明生却摇头说道 不 要是吃了这个 就吃不下妈妈做的饭了 我要留着肚子 好吧 沈彦玲开心的点头 被人赞叹自己的厨艺 她也是会开心的 何况还是一个团子 孩子是最不会撒谎的 沈彦玲也知道自己的厨艺好 要是别人称赞 她最多也就是一笑 但这三个团子的夸赞 她却很开心 来到食堂 沈彦玲直接去那个小餐厅 找了胖厨子 师傅 我爱人她嘴巴发苦 吃不下东西 我能借用一下你这里的炉灶 自己做点东西 给她吗 来的路上 她还拿了几个鸡蛋出来 反正周婷玉不知道 这鸡蛋是不是食堂的 而厨子师傅 也不会问这是哪里来的 胖厨子一愣 本来是不想答应的 但看沈彦玲求的诚恳 加上周婷玉身份特殊 她又点了点头 可以是可以 不过 你不如想要做什么 让我来做 沈彦玲委婉的拒绝了 我自己做的 更有心意在里面不是 胖厨子还以为是秀恩爱 笑着点头答应了 顺便还问了一句 这里的炉灶和家里的不一样 你用的惯吗 用的惯的 家里用的是大灶 和这里也不差了 说着 沈彦玲已经麻利的开始收拾了起来 厨房里本来就烧了热水 她取了热水 先烫了一下野鸡 然后利落的把鸡毛都给拔干净了 接着 沈彦玲又将野鸡拿起来 在火上将野鸡的毫毛都给烧干净了 机有腥味 就是这些毫毛的问题 如果是在现代 大家都用喷枪 直接拿那种枪喷火烧干净 这里没喷枪 她就用火直接烧 小心一些 也是一样的 之后 开膛破肚 内脏拿出来 也没扔掉 配上泡胶 也是一道好菜 反正拿东西来的时候 用了一个袋子 胖厨子也不知道 自己带了什么东西过来 她心安理得的做着菜 胖厨子也没闲着 她也有不少菜要炒呢 处理好了野鸡 沈彦玲又把橙子从顶上切开 将里面的果肉拿出来 切碎了 混合着鸡蛋 又给倒入了橙子里面 之后 沈彦玲加了一点水进去 可惜不能用牛奶 免得被人吃出味道来 对了 师傅 这是在蒸饭吗 我可以把鸡蛋羹放进去蒸一下吗 胖厨子回头 看到沈彦玲手里的橙子 点了点头 可以 不过小心蒸汽啊 这东西可毒得很 万一被蒸汽烫伤 暗可了不得 对了 你这是用橙子皮蒸鸡蛋羹 沈彦玲一边熟练的打开盖子 一边点头 是啊 他口味有些苦 我就把橙子肉混杂了鸡蛋一起蒸 吃着会有点甜 胖厨子表示 自己学了一招 确实不错 日后我要是遇到这样的病人 也可以这么做 之后 沈彦玲又做了一道红烧野鸡 一道泡椒鸡杂 鸡翅和鸡腿 他给卸下来 包裹了面粉 炸了一下 成了一道炸鸡翅和炸鸡腿 野鸡其实没什么肉 所以看着有些小 趁着胖厨子没在意 他又弄了小半颗大白菜出来 弄了一个酸辣大白菜 剩下的大白菜就放在了厨房里 他打了一些米饭 又给胖厨子留了六七个橙子 算是自己的答谢 今天谢谢你了 赶名 我要是有需要 再来找您了 好说 胖厨子笑着说道 你这厨艺 怕是不比我的要差了 嗯 创意方面 比我的还要好 您夸奖了 他来的时候 带着袋子来的 回的时候 就带了两个大的糖瓷缸 炸鸡放在了饭上面 其他的三个菜 就要混杂在一起了 当然了 鸡蛋羹也没忘记 不过这东西 已经凝结在一起了 他就给放在了袋子里 一起带回来了 等他回来的时候 甘蔗确实没动 看起来 三个孩子忍住了甘蔗的诱惑 这可不一般 孩子对于零食 可是很少有自制力的 这代表了他们的定力 小孩子不是不知道 还有更好吃的东西 但美食当前 能忍住的 还真的不多 好了 招呼了一声 三宝就都欢呼一声 不过也没乱 他们已经习惯了排队吃饭了 甚至已经排好队了 沈彦灵笑了笑 对周强说道 你的碗呢 我划一些饭给你 菜的话 就在这个糖瓷缸里 自己家 周强拿出自己的糖瓷缸 沈彦灵划了小半碗给他 周强还问了一句 你们够吗 大男人 饭量可不小 沈彦灵一边给周婷玉 划了一小半饭进去 一边笑道 不是还有菜吗 尽管吃 好吃的话 下次我还做 我今天和那胖厨子说好了 下次直接去和他 借厨房就好了 周婷玉鼻子动了动 不得不说 她是真的闻到了香味 这个女人 以前是藏桌了吗 给周婷玉 沈彦灵就添了菜 三个菜色都添了一些 给 我放了醋 酸辣的味道 应该开胃 也和你胃口 你试试看 哦 对了 还有这个鸡蛋羹 带着点酸味 还带着点甜味 你试试 第69章 准备回家了 周婷玉转头一看 她想说 这不是橙子吗 就看那橙子 居然还会散发热气 然后就看沈彦灵 把橙子的盖子打开 里面露出了黄色的鸡蛋 嗯 还带着一些橙色 沈彦灵用的水很少 大部分都是橙子的肉和汁水 周婷玉一闻 还能闻到一些香味 她刚想说自己不想吃鸡蛋 就看沈彦灵一句 将这一个橙子都给挖开 然后将那一个鸡蛋 都给划拉在她的碗里 沈彦灵已经回过身 将另外一个鸡蛋 送给了周强 之后 沈彦灵又开了两个 凑合着鸡蛋羹 开始喂饭了 好了 这是妈妈今天做的炸鸡 你们咬一口先 尝尝味道 这炸鸡 不愧是小孩子最喜欢的东西 三宝吃了之后 都很喜欢 看看他们喜笑颜开的样子 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了 周强也被分了一个炸鸡腿 他发现 这炸鸡的味道 还真不错 另外 不管是鸡肉 还是鸡杂 意或者是白菜 沈彦灵都炒得很好吃 这个女人长得好看 会收拾家务 会教孩子 现在厨艺也这么好 说起来 周庭玉也不亏了 之前还觉得周庭玉稍微有一些亏 现在周强觉得 这样的女人 嫁给周庭玉 那是男才女貌 正好一对 就是可惜 周庭玉现在腿占不起来了 往后 周庭玉就不如沈彦灵了 而且 以后这个家 还要靠沈彦灵来当 至于周庭玉吗 周庭玉此时也是心思复杂 这个女人的手艺 还真的很棒 那当年 在家里的时候 是这个女人藏桌了 还是她这些年悄悄地锻炼了厨艺 所以才能将厨艺练得这么好 这些 都是为了我 周庭玉的心思 突然有些复杂 沈彦灵还好不知道这些 要是知道 肯定会说人 还是有些自知之明的好 你周庭玉是优秀 但也没可能 让我沈彦灵如此对你 前身要当舔狗 她可不做 大宝咬了一口炸鸡 顿时露出幸福的笑容 妈妈 这个鸡肉外面的东西 好好吃啊 这是面粉 里面包的是鸡皮 里面的鸡肉味道也好 你吃一口 大宝听话的又咬了一口 沈彦灵就转向了二宝 果然看到周明生脸上的羡慕 二宝也来一口 周明生立刻就感觉到了 自己被重视 眼睛里的羡慕也是褪去 沈彦灵却心中一灵 知道自己必须要更关心三个团子 不能太偏心 大宝是长子 本来就更让人惦解 小宝是妖 又是女孩 让人更疼爱几分 只有老二 他自己也不太先表现 可不就是容易被忽略吗 这么想着 沈彦灵也没停着 又给三宝吃了一口 三个宝贝都是很开心的吃着 这顿饭吃得很开心 沈彦灵回头的时候 周庭玉已经把饭菜都吃完了 他松了口气 这个人也不知道怎么的 就突然配合起来 但只要配合就好 他拿了碗筷去清洗 也没有对周庭玉说什么 周庭玉好像有话要问 沈彦灵拿了碗筷就走 他都没有机会问出口 周强不知道周庭玉的想法 等沈彦灵洗完碗筷回来 他主动的说道 这样吧 今天晚上我守夜 要不要给你们再找个房间休息 沈彦灵摇头 应该没有多余的房间了吧 就这样吧 就是辛苦你了 其实你完全可以回单位休息的 昨天晚上 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 打针的事情 护士会帮忙的 周强却坚持要留下来 一人轮换一天 这是他的任务 周庭玉开始配合起来 他的高热虽然反复了几次 但没有造成麻烦 三天后 周庭玉的高热彻底的退下去了 关于腿这方面 医院方面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只能是推荐他到京城去看看 那边有对骨科比较专业的科室 这是我们这里不具备的 暂时 我们只能做到如此了 医生安慰到 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治好的 只要经过系统的治疗 加强康复治疗 还是有站起来的希望的 所谓的粉碎性骨折 是指骨折后多于两块的情况 但周庭玉的这个情况 显然不只是两块 而是有很多块 具体有多少 需要开刀来确定 但这个时候的医疗技术 还做不到后事的那么发达 所以说 医生的话 安慰的情况比较多一些 但也不是说 就完全真的没有办法了 国内还是有很多的名医的 现在也该差不多 陆陆续续的 回到自己的党位上了 对了 还有花旗然 中医对正骨接骨 也是有一套的 沈彦林不知道 花旗然对周庭玉的骨折 有没有办法 暂时先不说 回去询问一下再说 那我们就收拾东西吧 你这身体也差不多了 咱们回家休养 后面找医生的事情 我会记在心里的 很好 谁愿意一直做残疾 周庭玉心里生起了一点希望 却也知道 这个希望很渺茫 要不然 当时单位的领导 就不会劝他了 而是直接带他去看诊了 沈彦林收拾东西的时候 也抽空去了那老婆婆家 沈彦林趁机弄到了 一些军孤的真军司 更是弄到了不少的军孤 杨篤军 胡掌军 扫把孤和竹孙 姬松军 姬油军 喇叭军 铜绿军 猴头孤 沈彦林都拿到不少 甚至老婆婆带他上山的那一次 他还找到了一株灵芝 沈彦林悄悄地移植到了随身空间里 甚至还移植了几株松树进去 因为他发现了一些松茸 需要这样的生长环境 几天后 周婷玉的身体彻底的养好了 除了双腿 其他的地方至少都没有问题了 手上的伤口也都结痂了 沈彦林也将东西给收拾好了 同时 周强也去火车站 买好了一路过去的火车票 这一次 我买到了卧铺 比上次要好一些 周强拿着火车票过来 沈彦林也松了口气 这一次回去 若还是座位票 那就麻烦了 三个孩子 还有一个双腿站不起来的 还要去挤座位 显然很难 离开的时候 吴小彤找了过来 我还说 让我弟弟来的时候 给你带柚子呢 第七十章 车站欲抢劫 老戏骨 没事 以后有的是机会 咱们都还年轻 没准什么时候 你爱人就被调到别处 我们迟早有机会相遇的 沈彦林安慰道 虽然这么说 他还是觉得 机会太渺茫了 就算是吴小彤的爱人退役转业 机会真的很少 女人之间的友谊 似乎来得真的很快 这些天下来 因为就在隔壁病房的缘故 两人也经常凑在一起说话 吴小彤还会请交厨艺 以及教导孩子的办法 他看沈彦林教孩子 很有一套 三宝都很听话懂事 不仅长得好看 而且贴心 想到自家那个孩子 就喜欢到处乱跑 吴小彤很想请教 沈彦林做的饭菜也很好吃 吴小彤尝过两次 惊为天人 此后 两人经常交流 就有了交情了 这突然间 沈彦林就要走了 吴小彤很是不舍 好了 我也不哭了 你们出院是好事 待在医院 总不是什么好事 只是希望 你月后能过得顺遂 吴小彤住院到 吴小彤也看出 沈彦林和周婷玉之间有矛盾 他不知道是什么矛盾 又不好多问 只能住院他 一切都好 你也是 两人拥抱了一下 然后沈彦林就带着三宝出发 来 把锁扣带上 大宝二宝三宝 排队把锁扣给系上 沈彦林又拿了绳子 将三宝都给串好了 这才带着他们出发 周婷玉被周强背着 轮椅被周强推着 等会就要下楼 坐轮椅可下不去 本来周婷玉还不想要轮椅 但沈彦林只问了一句 平时在家 你如果要移动 是不是每次都要我抱过去 沈彦林做了一个公主抱的姿势 这些天 沈彦林已经做了很多次了 周婷玉想到那个场面 如果是自己抱 嗯 自己怎么可能这样抱沈彦林 他又不是自己想要的女人 他不喜欢这个女人 所以绝对不会公主抱这个女人的 他不想被这么抱 所以不得不接受了这个轮椅 下了楼 就有车子在这边等着 这是兄弟单位派过来 送他们去火车站的车子 有车子就方便了许多 一路过来 三宝也有些兴奋 小孩子 很少有不喜欢坐车的 何况 这是一个车辆很少的年代 私家车几乎没有的年代 坐车 总是一种很神奇的享受 三宝都有些兴奋 至于爸爸的病 他们还不是很了解 至少不理解 沈彦林没有告诉他们 爸爸一定站不起来了 一样还是有机会的 只是需要时间 到了火车站 他们本来还想要联系一下火车站 安排好后车室 不过周庭玉拒绝了 他觉得自己不用搞特殊 沈彦林无所谓 点点头 算是支持了周庭玉 然后周强送走了战友 他们进入火车站的后车室 这里的后车室 比临江市那边的要大 也比他们的县城要更大一些 一样的嘈杂 在这里出现的人各色各样 做什么的都有 环境不算好 但沈彦林也不是矫情的人 坐着等待火车到达 或许是因为知道出门在外不方便 三宝都没有吵着 要下地玩耍 甚至都没有离开沈彦林的身边 沈彦林也有点怕三宝走丢 万一遇到了人贩子 那就糟了 来的路上 他可是亲手送了一个人贩子的团队进去的 他不知道 此时某地正有人说起这个事情 确定了吗 确定了 那个人贩子大妈就是间谍 她隐瞒身份 拉起了一个人贩子的团队 为的就是到各处去探查情报 并且借助这些人的帮助 将情报送出去 沈彦林此时根本不知道 他还间接地立了一功 并且有人惦记了他的功劳 打算给他颁奖的 他此时正带着孩子上火车 因为周强要背着周婷玉 所以孩子就需要他自己抱着了 你行不行 不行的话 把一个孩子给我抱着吧 我背着周婷玉 他可以抱着我的脖子 我只需要一只手托着他就可以了 我可以再抱一个的 周强提议 实在是三个孩子加起来 也有一百斤了吧 沈彦林力气大 但到底是一个女人 而且三个孩子又不是一体的 他要抱着应该很难 不过沈彦林根本就没有听他的提议 算了 你力气虽然可能够 但抱着孩子又背着他 你还推着轮椅呢 万一出点问题 摔了谁都不好 还是我抱着吧 没事 我这有绳子呢 正好大宝抱着我的脖子 我可以的 再说人多 把孩子放轮椅上 我不太放心 看他抱孩子 那是真的嘞 周婷玉也是有些内疚 若不是因为自己 沈彦林其实没有必要吃这个苦的 你当时怎么不把孩子放家里 听周婷玉的话 沈彦林翻了个白眼 你家的父母兄弟 你自己不了解 周婷玉觉得 好吧 自己确实说了一句废话 这一家子都懒 而且好像都不喜欢沈彦林 以前的沈彦林 也不知道是怎么忍过来的 难道 真的有对容貌这么推崇 这么死心眼的 沈彦林说话的时候 有一个人冲过来 沈彦林下意识地退让了一下 就看到一个男人 伸手朝自己的背包抓去 抢东西 至于吗 沈彦林抬起脚 一脚踹了过去 这人还真是 一个女人带着孩子 已经很不容易了 他还要来抢东西 周强连忙将轮椅放下 将周婷玉放到轮椅上 然后赶紧过来帮忙 周强过去 一个擒拿 就将人给抓住了 正好火车站的外擒 也看到了这边的情况 立刻过来帮忙 你们干什么 我就是路过 你这个女人 怎么这么恶毒 这男人反咬一口 却被那外擒一巴掌 打在了后脑勺 行了 程老根 你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们已经教育了 你很多次 你还这样 看起来 这次不能再姑息了 我这就去报警 你这人 别啊 我错了 看着这男人的脸孔 变换自如 沈彦林也感慨几分 你这样的 不去演电影 真的太屈才了 想哭就哭 比什么老戏骨 都老戏骨了 第71章 道战 周婷玉脸红 因为这个程老根 是个惯犯了 所以不需要 沈彦林他们多说什么 加上火车马上就要开了 所以外情让他们离开 登上了火车 沈彦林却不知道 因为自己的一句话 让程老根发现了 自己的特长 从而踏入了演艺圈 未来 虽然不是天王 也是一个妥妥的老戏骨 收入不愁 沈彦林 已经抱着三个孩子 上了火车 这一次是卧铺 就容易多了 至少有活动的空间 而且人数也少了 虽然也要看着孩子 不让三宝到处乱跑 嗯 三宝本身也是狠狠听话 都在自己的卧铺床边上活动 没有离开 沈彦林事先做了一些饼子 又做了一些汤存起来 吃饭的时候 沈彦林借口去打热水 将饼子和汤都加热了 他趁机从空间里 将本来就温热的饼子和汤 拿出来 给大家吃 因为地方比较大 他也有了操作的空间 加上两个大人看着孩子 他也不用一直盯着孩子 至少吃东西上 比来的时候 要好过很多了 来 吃东西了 我已经将饼子和汤都热了 不过下一顿 就没有汤 只有水了 饼子倒是可以热一下 周强拿过饼子 还有些疑惑 吃了一口 就更显得疑惑了 冰凉的饼子 经过加热后 就是一些热水加热 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和他有一样想法的 还有周婷玉 不过 两人都没有问出来 沈彦林看两人 好像有些怀疑 不过既然都没问 他也懒得说什么 反正这千层饼 他做的时候就很用心 就算是冷了 也不会变得很硬 这种千层饼的做法 前世很多视频里都有教导 做起来还挺简单的 三宝都很喜欢吃 松松软软的 里面沈彦林 可是放了不少的鸡蛋 味道特别不错 沈彦林也很喜欢吃鸡蛋 比如蛋糕等等 都要用到鸡蛋 当然了 后世很多人工制作的鸡蛋 沈彦林前世购买鸡蛋的时候 都是下乡去购买 为了买这些鸡蛋 沈彦林可是走了很多地方 到农户家里 一家一户几个几十个的收购的 回去的时候 火车有些慢 比来的时候 还多花费了一点时间 有一段时间 火车甚至停下了 周婷玉有些奇怪 火车怎么停了 沈彦林去问了一下 乘务员告诉他 火车临时停车 因为前面车站火车需要调度 大半天 去的时候 大概花了一天多的时间 回来的时候 居然花了大概两天的时间 这在后世 简直不敢相信 坐飞机 直接几个小时就到了 可在这个时候 火车的速度很慢 就算是本来离的也不是很远 但仍然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可真是 这还不是去京城 要是去京城 少说也得两天多的时间了 沈彦林嘟弄了两句 下了车 从县城的小车站出去 就看到了漫天的星光 这个点下车 还真的不是很好 要是在后世 直接在网上约一个车 很快就能出发 可这个时候 去哪里找车 要不然 我们找个招待所住一天吧 沈彦林提议 周婷玉却有些不肯 还是回去吧 外面应该有赶牛车的 找找看 花几毛钱送我们回去吧 这么多人呢 要是住招待所 要的钱不少 周婷玉知道 沈彦林已经和周家分家 虽然那是在以为 他已经牺牲的情况 现在他还活着 但情况可能还不如死去 多了一张嘴 还没有办法多一份劳动力 爸妈真的会愿意养他吗 周婷玉根本不敢肯定 也没有办法肯定 沈彦林张了张嘴 算了 还是顺着这头降驴吧 他估计是怕钱不够 但实际上 沈彦林手里 有超过两百块钱 之前去哪个老婆婆 家收军姑的时候 他也顺便卖了一些粮食 反正那么多粮食 他一家子吃 不知道要吃多久 那还不如拿出来换点钱 当然 粮票和布票等票证也不少 手上有这些东西 他心里才不慌 要是遇到了 不能用空间里的物资的时候 这些东西就有用处了 沈彦林想出去 周强拦下他 我把周婷玉放下 你看着点孩子 这种事情 还是我去做吧 沈彦林也无所谓 别说 他虽然力气大 但抱着孩子 还真的有点累了 这三个孩子 已经忍不住的睡着了 这一路上 是真的累了 大人都会感觉累 何况是三个孩子 幸好沈彦林带了绳子 将三个孩子 绑在自己的身上 只要再扶着点 就不会掉下去 周强出去 沈彦林紧了紧身上的大衣 他选择的是反穿大衣 让大衣将三个孩子 都给包了进去 这样的处理 能让孩子更暖和 免得受凉了 周婷玉张了张嘴 其实想要说些什么 缓解一下气氛 太尴尬了 可他还真没有 好好地去了解这个女人 所以一下子 居然没有什么好说的 周婷玉的记忆里 关于这个女人的地方很少 而且每一次 都是这个女人追着自己 不断地诉说一些 他根本不感兴趣的东西 记忆中 这个女人 似乎每一次都是喋喋不休 然后他很不耐烦 可这次见面 这个女人确实有时候话很多 但那些都是对孩子说的 对他 反而没有什么话说 除了 威胁他的时候 想到这个 周婷玉的脸色 又有些泛红 好了 我找到一个牛车了 真的不容易 这么冷的天 在火车站这边 拉活的人很少 热天里可能会多一些 而且 也是以村里的名义来的 这个时候 牛车也是集体的 有些靠得近的村子 就会让人来这里拉活 得了钱 拉车的人拿一点 其余的还要归入到村里的工账的 这也是这个时代的特色了 咦 周婷玉 你脸怎么红啊 不会是高热复发吧 这可不行 我看看 你这可不能再复发了 要是再高烧不退 家里可没有酒精 这个人 废话很多啊 周婷玉感慨 第七十二章 村口树林里的呼声 闻者流泪 周强明显没感觉到周婷玉的吐槽 他走过来 还想用手 去摸周婷玉的额头 沈彦玲也好奇的看了一眼 刚才还好好的 这一回就发烧了 不可能吧 就算是腿断了 身体还是可以的 这之前天天锻炼 就这 周婷玉好像从沈彦玲的眼睛里 看到了嫌弃 也是一阵恼怒 你还嫌弃我 我没事 周婷玉推开周强的手 又感觉自己的态度不太好 又压低了声音 没事 就是被风吹的 血液加快流动了 周强有些莫名其妙 不过也没有多问 只要周婷玉没事 安全送到家就好了 往后 周婷玉的事情还很多 身体不好可不行 现在看起来 应该还好 推着周婷玉来到外面牛车附近 周婷玉自己用手撑着 周强帮了一把忙 将他搬上牛车 是的 自己爬上去的 他很不喜欢抱这个动作 宁愿自己动手 让周强稍微帮忙 也不肯让周强抱他 实在是在沈彦玲这里 被坑了好几次了 沈彦玲见状 只是扁扁嘴 抱着孩子上了牛车 见周强将轮椅折叠起来 一起抱上来了 牛车慢慢的前进 这赶车的是个大叔 还挺健谈的 他手里捏了个电筒 又提了一个灯笼 在月色下 牛车速度并不快 还好葫芦奥虽然比较偏僻 但这条路倒是挺宽的 沈彦玲的记忆里 这条路是去年才修好的 以前没路的时候 交工粮都很麻烦 有了这条公路 虽然只是河沙和石子铺的 但也方便了很多 别的不说 就今年交工粮 就方便了很多 大叔很健谈 一边赶车 还一边和几人搭话 周婷玉闷着 根本不搭话 沈彦玲看着三个孩子 也很少大话 再说了 他对这附近的认识 还真的不多 都是从袁申的记忆里得知的 袁申和这大叔 自然没有什么共同话题 所以 只有周强生怕冷场了 有一搭没一搭的 和大叔聊着 线上离葫芦奥距离不近 牛车的速度也不快 所以 时间需要久一些 本来大叔是不肯走这一趟的 不过周强答应给两块钱 晚上在周强家住一晚 明天管早饭 再离开 大叔这才同意的 要不然 大半夜的自己一个人赶夜路 他可不赶 当然了 一般这样的生意 都是要在客人家里住一夜的 他们下车的时候 已经七点钟了 当牛车到葫芦奥村口的时候 已经到了晚上八点多一些 晚上本来是很安静的 这么冷的天 晚上连虫鸣声都很少 但沈彦玲却突然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 好像是人声 隐约的有呜呜的声音传来 听着好像是女人的声音 等等 女人的声音 沈彦玲突然想起了什么 不会吧 远处 树林里 好像确实能看到 隐约有几个人意 停车 沈彦玲一边喊着 一边将孩子从自己身上解开 周强 你看着点 我去看一下 好像是女人的求救声 等等 周强很想说 到底怎么回事 要去 也是我去啊 你看着周婷玉和孩子啊 结果 沈彦玲已经跳下牛车 大步朝着树林的方向奔去 刚进树林 那个声音就听得更加的清楚了 而且隐约的能看到人了 他的势力也适应了黑暗 加上穿越过来 他的势力本身就得到了加强 说起来 前世他还是要戴眼镜的 没办法 刺绣真的很伤眼睛 他前世的那些技艺 都是有代价的 还好穿越过来后 眼镜被摘掉了 而且 他的势力还得到了加强 从空间里掏出一根棍子 这是沈彦玲准备好的武器 数量不少 他原本就是用来预防这样的情况的 谁 干什么 沈彦玲大声一喝 就拎着棍子冲过去 什么人 又一个女人 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还有自己送上门呢 几个男人的声音传来 语气轻挑 沈彦玲有些厌恶 又隐约的觉得有些熟悉 觉得这个声音 自己在哪里听过 他也来不及去分辨了 人已经静了 他抬起棍子 就是一阵用力的砸 他也是看准了 就是那几个男人 因为听到了他的声音 几个男人回头 居然还想要来抓他 沈彦玲着急之间 甚至还看到男人 将手里抓着的女人 往旁边一推 那几个女人 好像也没有了力气 就那么摔倒在地上 刚才喊话的时候 已经用完了力气 还是因为太害怕了 腿颤抖着站不起来 沈彦玲不知道这些 他也不太会打架 所以只能挥舞着棍子 朝着靠近自己的男人 打去 还好他力气大 这几个男人被打了一棍子 都是疼得不得了 下意识地就要撤退 杨西匹的 这女人力气好大 你们找找有没有棍子 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 沈彦玲仔细地看了过去 差点吓一跳 这男人的脸上 还带着一道刀疤 简直是吓死人了 沈彦玲差点叫出来 长得丑不是你的错 出来吓人 就是你的错了 我去找找 一个男人应了一句 沈彦玲一边打人 但奈何这几个男人 还分散开 看起来是要四面包围自己了 沈彦玲按道 要不是我的听力 也提高了一些 还真的被你们得逞了 他不再留守 一棍子打在了 一个男人的脑袋上 再回头 再一棍子 打在了另外一个男人头上 这两个男人发出惨叫声 沈彦玲听着 总算是听出了 一个熟悉的声音 周赖子 果然是你 你们想干什么 绑架 还是抢女单妇女 你们不怕坐牢 一边喝到 沈彦玲一边又对另外一个男人 狠狠地砸了下去 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沈彦玲根本就不留守 全身的力气都用上了 虽然打晕了三个男的 但也有一个男人近身了 他宁笑着 这个女人的力气倒是很大 不过也不要紧 等他抱住这个女人 到时候 直接攻击她的要害 保管她全身无力 只想要她的轻浮 但谁知 沈彦玲虽然没有看到她 但耳朵却听到了一点风声 回身就是一脚踹了过去 这一脚 直接踹到了男人的命根子 他发出巨大的惨叫声 闻者流泪 听者伤心 周强的脚步都顿了顿 他到底干了什么 第73章 出大事了 快 拦下他们 沈彦玲大喊一声 把周强给喊醒了 他抬头一看 确实看到有两个人 冲着树林外面跑来 周强连忙伸手拦下了另外一个人 还有一个从旁边跑了过去 沈彦玲连忙追了出去 周强都过来了 外面只剩下周庭玉和孩子了 至于那个赶车的大叔 估计是不敢拦人的 万一被这人抓了孩子 他可就投鼠记气了 眼看着那人就要跑出去了 沈彦玲直接将手里的棍子扔了出去 直接敲在了那个男人的背上 让他一个踉跄 沈彦玲就上去 一脚直接踹在男人的命根子上 又是一阵惨叫 男人倒在地上 惨叫不已 沈彦玲也不管这个男人了 他跑不掉了 他回来 就看到周强抓着一个男人 他不认识 但有些眼熟 周大炮你做了什么 周大炮扭来扭去 想要逃脱 他根本就不说话 怎么可能说话 他心里也怕 本来就是被人怂恿着 一起跟过来的 本来一切都顺利 他们都快要得手了 谁知道这个时候 突然跑出来一个女人 本来周大炮还以为 不就是多一个女人吗 他或许还能多爽一下 心里还兴奋 觉得自己虽然是被激将了 但只要爽到了 那就是赚到了 谁知道这个女人力气贼大 而且这么暗的地方 准头还挺准 后来更是一棍子解决一个 他害怕了 所以转身就跑 谁知道 在马上就要逃出去的时候 居然被周强给碰上了 周强 你和这女人在这里做什么 你放我 我就给你保密 不给你说出去 周大炮心思急转 以己夺人 觉得周强肯定是在这里 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黑灯瞎火的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干柴烈火 还能做什么 他这会儿也看到了 这个女人 不就是周婷玉的老婆吗 还真是水灵呢 如果他也能爽一把的话 然后他就被沈彦玲甩了一巴掌 你这肮脏的心 就以为每个人都和你一样 他走过去 将地上昏倒的男人都搬过来 又去看了地上的女人 花秋彤 李嫣然 你们怎么 他都提醒过这两个女孩了 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此时 两个女孩也有些发抖 根本不敢动 他们被吓坏了 心里特别害怕 觉得自己的人生都要被破坏了 好了 没事了 沈彦玲拥抱着他们 旁边还有几个女孩 看起来 应该都是村里的知青 沈彦玲叹息一声 又庆幸自己刚好回来了 还好没让事情往最坏的方向发展 好了 事情都结束了 我们先把你们的朋友扶起来 咱们先回村里 这个事情肯定不能就这么放过的 周大炮应该是葫芦奥的 还有那个周赖子 这两人还真是得葫芦奥昭黑啊 不过 其他几个男人 看着有些眼神 这黑灯瞎火的 沈彦玲也看不太清楚 只觉得陌生 他又不认识所有人 或许就有自己不认识的 又或者 是隔壁村 或者是周赖子和周大炮的朋友 也说不定 不过那个刀疤男沈彦玲 确定自己是没看过的 应该不是村里人 沈彦玲想要扶几个女孩起来 只可惜 他们都被吓坏了 此时根本就起不来 沈彦玲也没有办法 只能是让他们先坐在这里 沈彦玲自己返回 准备去村里喊人了 这个事情 是根本没有办法瞒下来的 这么严重的事情 若是不处理了 这几个人肯定要记恨自己的 只有千日做贼的 哪里有千日防贼的 所以 这几个男人 肯定要被抓起来 虽然李燕燃好像不太愿意 甚至伸手拉着自己 一直在摇头 但沈彦玲还是坚定地说道 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不想再来一次吧 这一次 若是不惩罚这几人 这几人的胆子肯定会更大 他们会想着 反正你们也不敢传出去 就算是被抓了 也没有事 李燕燃脑袋一片江湖 但也知道 如果不处理 日后恐怕还要出事 你们先在这里坐着 我回去喊村长过来 还好没出事 你们不会有事的 转身 沈彦玲安抚了一下 就起身出了树林 在路上 他叹息一声 怎么可能没事 就算是 他们都守口如瓶 送他们回来的赶牛车的大叔 恐怕也会八卦出去 到时候 这个事情还是瞒不住的 所以 必须要解决 只有让这几个男人 得了应得的惩罚 再让村长注意一些 才能将事情的危害 减低到最小 可惜 危害永远不可能消除 女孩子在这方面 就是有劣势 不管事情有没有得逞 传出去之后 谣言就会越传越离谱 造谣的代价太低了 村里的女人 碎嘴子的多 怎么了 周婷玉问道 这个女人跑出去的速度太快了 很快还有男人的惨叫声传来 所以他让周强追进去看看 太不让人放心了 居然就这么跑进去了 可恨他现在腿沾不起来 想要追进去看看 都不行 有几个男人抓了女孩子 想要图谋不轨 不过被我拦下了 我打晕了三个 踹了两个 还有一个被周强抓了 我回村去叫人 你让周强看着人 大叔 咱们还进村吧 想了想 沈彦林最后 还是让大叔赶着牛车进村 刷出了灯光出来 不是很亮 这是油灯 烧的是煤油 乡下人很喜欢用这个 比蜡烛要便宜 停电的时候 烧这个可以提供一些灯光 不过灯光很朦胧 看不太清楚 刺绣肯定是不行的 但借着灯光 不至于摔倒 葫芦奥这里还没通电 用不起 也是因为路也没修多久 不过听说村里有意 请电管所将电线术修到村里来 现在不是说这个时候 牛车一路到了村长家门口 沈彦林让周婷玉坐着 自己过去敲了门 这个时候还没有到九点 幸好村长和李嫂还没睡 谁啊 李嫂 是我 我找村长 出大事了 第74章 公主报 要射死了 大事 什么大事 李嫂的声音传来 然后门被打开 沈彦林看到村长也一起过来了 到底怎么了 村长出来 陈生问了一句 你不是去那边照顾周婷玉了吗 周婷玉就在外面 在牛车上 村长 沈彦林连忙凑近了 小声的说道 出大事了 我们刚从外面回来 就在那村口的树林里 遇到了几个男人 绑了几个女之亲进去 我追进去 打晕了几个 还有三个周强看着呢 一共六个人 村长大吃一惊 声音都没有控制好 抬高了好几分 什么 他大怒 居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在村口吗 书芬 你去喊人 真是太大胆了 这 书芬就是李嫂的名字 他叫李书芬 不过大家大部分都是喊他李嫂 比如沈彦林就是这样 李嫂应了一句 就回去拿了电筒出来 这是去叫人了 村长沉着脸 喊了一句周成周成快出来 沈彦林只听屋里印了一句 然后有一些嘻嘻嘟嘟的声音 应该是周成已经睡了 这会儿再穿衣服呢 这大冷天的又没有电 没有手机 没有娱乐 不睡觉做什么 就那没有灯的几点昏黄的光芒 看书都费眼睛 不一会 周成就出来了 周琳也跟了出来 爸 发生了什么 咦 沈彦林 你不是去看庭周庭遇了吗 沈彦林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村长呵斥了一句 你出来做什么 外面怪冷的 周琳琳别别嘴 还要说话 沈彦林连忙说到 周庭遇就在外面 还有大宝他们 嗯 就是明治他们 村里发生了事情 我要和村长他们 一起出去处理一下 你能帮我看着明治他们三个吗 周琳琳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沈彦林就出门 先把三个孩子给抱进来 让周琳琳先看着 还好这边有一个炉子 还生着火 沈彦林把大宝几人叫醒 让他们清醒一点 妈妈要出去做事 你们跟着琳琳姐姐 叫阿姨的药 周琳琳补充了一句 对于称呼 就无所谓了 叫阿姨也行 不过还是叫姐姐的 姐姐年轻 那可不行 我和你一辈 我叫你沈彦林 要是他们叫我姐姐 我不得叫你沈婶 现在也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 沈彦林也不多说 好了 你们跟着周琳琳阿姨 我去把你们的爸爸抱进来 抱 周琳琳有些好奇 想跟着出去看看 但想到自己的重任 要看着三个孩子 她又停下脚步 这火炉可不安全 免得烧着三个孩子 她还是很用心的 沈彦林走出来 走到牛车旁边 对那大叔说道 要不然 牛车就先放在这边吧 牛可以绑到院子里 今天可能就劳烦您住在这里 不过村里有事 暂时没办法安置你 您等等行吗 大叔也是个懂道理的 文言点了点头 村长全程没有说话 他现在心里很着急 也很矛盾 知青可不是小事 特别是最近听说 已经有知青开始回城了 这要是闹起来 那就麻烦了 沈彦林刚才说了几点 他听沈彦林提了 周赖子和周大炮 现在心里也是有些烦躁 这几个人 平时在村里就不干好事 这一次 居然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 就算是不是知青 也是村里的女孩 那也不能做呀 嗯 村里的人就更不能了 沈彦林可不知道村长的想法 他对于周庭玉道 现在时间紧 我先抱你进去 等会再拿轮椅进去 你等会坐轮椅 还要看着点三个孩子 等 周庭玉还想说话 沈彦林已经动手了 自顾自的将人抱起来了 周庭玉那个羞耻的 想要说话 又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个时候 确实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 可 我是个男人啊 你是个女人啊 你要不要这么彪悍 这要是被人看了去 好吧 确实有人看了去 这赶牛车的大叔也就罢了 这村长还看着呢 周庭玉闭上眼睛 觉得自己射死了 进了屋 还有个周林玲 嗯 门口还有周城 此时手里拿了根棍子 周庭玉觉得自己光辉的一面 已经彻底的不见了 他真是 想死的心都有了 这以后 怎么见村长一家 呀 停 周庭玉 他的腿怎么了 周玲玲大声惊呼 之前沈彦玲离开后 周玲玲也知道 周庭玉没死 也稍微听说了一些 但是现场看到周庭玉 被沈彦玲抱进来 这个画面 太出乎周玲玲的预料了 周庭玉简直想死 这个女孩是周强的妹妹 以前还经常跟在他们后面的 周庭玉知道 周玲玲对自己有一些意思 周强在沈彦玲 还没嫁进来之前 还和他细血的说过 要他这个叔叔辈的 来做他的妹夫 因为出了五父 所以可以嫁娶 但随后 沈彦玲嫁了进来 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 也没有人提了 可此时 周玲玲之前喊他名字的时候 显然还没适应 之前可能是要喊听歌的 被崇拜自己的小女孩 看到自己这样 周庭玉简直想死 虽然他没有想过 要娶周玲玲 在周庭玉的眼里 周玲玲就是个小女孩 是小妹妹 虽然周强提过几次 他却从来都没当回事 可再没当回事 那也是他的小迷妹啊 被人看到这样的自己 周庭玉觉得自己的形象 都没有了 早知道 不该这么早回来的 可不回来的话 村外树林的事情 又没办法阻止 还真是让人矛盾 沈彦玲可不管这些 他将周庭玉放下 又出去一趟 将轮椅拿了进来 让周庭玉坐在轮椅上 外面 已经来了不少人 看来李嫂的动作很快 沈彦玲叮嘱了一句 大宝 看着弟弟妹妹 跟着爸爸 不要出来 妈妈要出去做事了 你们要乖乖的 知道吗 知道了妈妈 我们都会很乖的 三宝都很听话 虽然只是叮嘱了大宝 但三个宝贝 都是大声的硬核道 沈彦玲很满意 那好 我就先出去了 第75章 原来是惯犯 道谢 事情就是这样的 我和廷哥带着三个孩子 和周强一起回来的路上 在村口的树林里 听到了求救声 然后 我和周强过去 将这几个人给制服了 在路上 沈彦玲将事情 大概的说了一遍 当然了 大部分的功劳 还是塞给了周强 他一个女人 要这些功劳做什么 还是给周强吧 反正他也确实参与了 只不过撒了一个 小小的谎罢了 善意的谎言 当然了 我只认得周赖子一个 周强认识一个周大炮 其他人我不确定 不过其中有一个领头的 脸上有一道刀疤 刀疤 有人惊呼一声 沈彦玲看了过去 看起来 这人应该是知道的 事实上 不只是这个人认识 其他人好像也都认识 村长深吸一口气 脸上带着一点沉重 你平时不太出门 可能不知道 这刀疤是镇上的一个人 之前因为猥琐女同志 被抓进去了 之前刚放出来不久 这人太坏了 刚出狱 又做了这样的事情 这一次 希望能多判几年 沈彦玲恍然 原来确实是个惯犯 之前就因为一样的事情 被抓进去了 居然死性不改 刚放出来 又这样 说话间 他们就已经到了村口 正好看到周强一个过肩摔 将那个刀疤 给摔倒在地上 快 帮忙 村长喊了一句 一群人急忙上前 将人都给抓起来了 时间过去一段时间 他们被踹的地方 可能是恢复了 不那么痛了 所以想要逃走 周强几句话就解释了一遍 也是 沈彦玲不好 凭空拿出绳索来 让周强一个人守着 也确实有漏洞 还好周强的实力比较强 这几个人都没有逃脱 村长带着人过来 迅速地将人给控制住 李嫂就带着女人 去将李嫣然她们给扶了出来 李嫂看李嫣然她们的衣服 都穿得整齐 这才松了口气 还好没出大事 这要是真的 出了强女干的事情 整个村的风气 都要被败坏了 这对村里的女孩子的名声 可都不好的 就算李嫣然 她们不是村里人 而是知青 可这到底是住在村里的 好了 没事了 你们也是 这大晚上的 怎么还出来了 李嫂问了一句 李嫣然现在也算 稍微缓过来了 刚才她们还哭了一阵 这一会 正气狠狠地看着 那几个被抓起来的男人 花秋彤哽咽着说道 我们本来是去隔壁村 看望同学的 在那边说了一会话 就给耽误了 花秋彤现在也很后悔 明明之前 沈彦林还告诫过她们 晚上不要出门的 这果然被周赖子给发现了 还好今天沈彦林回来 要不然 她们的清白 就要被糟蹋了 那时候 她简直不敢想自己的下场 会不会 她就直接去寻死了 这么大的事情 不可能村里直接解决的 村长当即让人套了马车 让人提着人 一起往县里的警局去了 这里离镇上和县里都一样远 所以他们直接去了县里 这刀疤在镇上有些关系 有一群小弟 为了避免这刀疤被人救走 他们直接去了县里 沈彦林没有跟着去 她和李嫂正安抚这群女知青 可这群女知青 现在一个个哭得和泪包一样 李老和花老也闻声来了 他们现在也顾不得住在牛棚 不好出来 以免被别人够病了 这孙女是主动下放来做知青的 为的就是照顾他们 虽然实际上很难照顾到 但这份心思 就让两个老爷子很是窝心 可孙女儿差点就出事了 这如何让他们不愤怒 可愤怒过后 他们又能怎么办 一番安慰后 李老和花老一起过来 和沈彦林道谢 谢谢你了 沈丫头 没有你 我都不知道 这几个丫头 以后可怎么办 沈彦林连忙扶起他们 可使不得 两位都是长辈 这给我鞠躬 要折兽的 扶起了两老 沈彦林才谦虚道 这也没什么 任凭谁发现了 也不会袖手旁观的 何况 今天这事 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周强也出手了的 他没有说别的 也没有拒绝 这也算是一份交情了 王后如果有事情 两位帮忙 也好张口 他不是那种孤名钓鱼的人 虽然不会以恩人自居 也愿意结交两位 这两位未来可是国家的大人物 况且 他还要花老帮忙呢 沈彦林笑道 对了 花老 我还有事情求您老呢 花旗然拍着胸脯道 你尽管说 但凡我能做到的 绝对不会皱一下眉头 就算是我做不到 我也给你托人情 给你办到了 他很自信 虽然暂时没有回归岗位 但人脉还在 要不然 他和李建民 怎么会下放到一起 这里面 也有一部分的人脉的作用的 沈彦林将周庭玉的事情 说了出来 就是这样 西医这边 怕是暂时没什么用处 我想问问 中医这边 能有治疗的法子吗 花旗然还以为是什么 医术的事情 他就有很大的把握了 别说你是两个孩子的救命恩人 就算是普通人 你找上门 我也会帮忙的 就是 你相信我的医术 要知道我 他自嘲的一笑 他已经很多年 不曾给人看病了 不敢看 也没有人找他 沈彦林却坚信 他们会回归岗位 我当然相信 老祖宗传了几千年的医术 怎么可能没用 要不然 我们的老祖宗 又是怎么治病的 这东西 很多西医说是迷信 不可信 但沈彦林却不这么觉得 中医的传承有几千年 比西医要多得多 而且中医讲究从整体来治疗 比西医的理论 不知道高出多少 当然了 医术的高低 又是另说 但花旗然花老 那可是未来国内的两院院士 在中成药这方面 可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的 多次大范围的病情 花老都是处理很多的 我相信您老 等两位妹妹好一些了 我再带周婷玉过去 找您老看病 没事 明日你就带来吧 或者我直接过去看也行 你们就住在旁边 又不远 那行 多谢花老了